我穿越来到高五世界的第一件事不是在修炼 而是拿着一把杀猪刀在养鸡场杀鸡 只因前身为了笑花柳如烟成为觉醒者 卖掉了父母留下的房子 给他购买了一瓶高级觉醒药剂 然而当柳如烟成为强悍的觉醒者后 却开始嫌弃前身实力太弱 结果前身在柳如烟的建议下 办理了药剂袋购买了一瓶低级觉醒药剂喝下 结果就是觉醒失败还不起药剂袋 被抓去黑场打波斯 然而当我举起杀猪刀挥向小鸡仔时 却意外发现自己的气血值增加了一点 此刻我躺在昏暗的房间里 迷茫地看着周围的环境 脑子里满满地问号 我只是刷视频点了一下风 怎么一眨眼就到了这里 忽然一股记忆如潮水般涌入我的脑海 通过这段记忆我才明白自己这是穿越到了平行世界 这是一个灵气复苏全民五道的世界 只是没想到在前世被称为海神的王 在这里竟然是一个小田狗 这里的自己为了名义上的笑花女幽柳无烟 花掉了父母的抚恤金 还卖掉了房子 凑足了一百万购买了一瓶高级觉醒药剂 来帮助对方成为觉醒者 觉醒者是成年之后诞生某种特殊能力的新人类 潜力无穷 比武者更加强大 后来就是柳如烟觉醒之后就想甩掉前世 直言两人现在的身份差距过大 看起来完全不相配 最终前身为了成为觉醒者 在柳如烟的建议下 找到了一家小代公司办理的药剂袋 然后购买了一瓶低级觉醒药剂 结果就是觉醒失败还不起要几代 最终被小代公司的人抓走送到了这里 潜身万念俱灰悲痛欲绝 这才给了我穿越的机会 最令我接受不了的是 这女的连名分都没给潜身 只说考上大学才答应交往 就在我举起手 想给潜身的自己来一大二八子时 小黑屋的门被突然推开 光阴交错下 我隐约看见一个身材恶膜的女人走进来 早就听见你在屋里大呼响叫 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她冷冷地说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问道 女子吃笑一声 屠宰场 什么 我还没反应过来 对方又一字字地说道 我们已经把你调查得一清二楚 如今你身无分文 那就进场打工还债吧 我恍然大悟 原来你就是肠狗又武器 随便你怎么说 女子讥笑 进了我们场 不把债彻底还完修小出去 对了 你欠了三十万 再加上利滚利 估计要打一百年的工才能还完 我皱了皱没道 你这是黑工厂 干高利贷的哪个不黑心 女子无所谓的笑了笑 忽然伸出手在虚空一握 掌中顿时发出 琵琶的骨节摩擦声 舞者 我顿时沉默 一星舞者气血值的最低标准 是一百五十前身 巅峰时期的气血值 也就只有九十五 更别说觉醒失败后 如今气血倒退 所以我果断放弃了硬听 感受到宿主强烈的情绪波动 五道天赋系统激活 我瞬间大喜 这不就是穿越前手机上 刷到的那个口系统吗 只听我脑海中 系统声音继续响起 本系统可以让宿主 拥有五道天赋 每周能获得一个新天赋 现在开始发放 第一个五道天赋 恭喜宿主获得SSSG天赋 无限杀戮 什么 我有些吃惊 要知道百万觉醒者 才能诞生一个一级天赋 更别说是SG天赋了 迄今为止 大下国只有三个 觉醒SG天赋的人 至于SSG 甚至更强大的SSSG 都只是传说 没想到我居然得到SSSG天赋 真是天助我眼 宿主的属性面板 同步更新 基本修炼法三层 天赋 无限杀戮 气血值 150分之59 综合评价 现在的你十分弱机 连应聘保安的资格都不够 我的气血值 居然从95下跌到59 我按骂一声 觉醒失败带来的副作用 真是可怕 就在我感叹时 那名女子再次发话 陆云泽跟我来吧 屋外是狭长的走廊 借着幽暗的光线 隐约看见外面 站着四个年纪不大的少年 两男两女 稚嫩的脸庞上 全都带着恐惧之色 他们身后 有两个身材魁梧的大汗 又是舞者 我的心中 顿时闪不危险的念头 两个大兽 和这个女子都是舞者 该死 在这个世界 舞者的地位非常高 是普通人仰望的存在 平日里并不多见 但是这里就聚集三个 看来我要重新 估量一下 这个黑工厂的实力 林姐好 两个大兽 立刻恭敬地打招呼 被称为林姐的女子 点点头道 你们五个欠了 我们公司的钱 而且第一个月都没还上 林姐话还没说完 其中一个瘦弱男生 就怒气冲冲地说道 放屁 明明是你们提供的 觉醒药剂有问题 这是你们的陷阱 什么 听到这话 我眼中闪过一丝压色 脑海中的某些疑惑 渐渐清明起来 林姐此刻笑盈盈地说道 小朋友 没有证据可不要乱说 你们自己天资有限 觉醒失败 怎么诬陷我们 瘦弱男生哼道 我之前了解过 觉醒药剂相关的知识 哪怕是低级药剂 失败后也不可能 造成这么大的后遗症 哈哈哈哈 林姐突然发电视地狂笑起来 接着面色异了 就算你猜到又能怎样 反正你们一辈子 也无法离开这里 我要走 我要离开 就在这时 一个少女疯狂地 向走廊深处跑去 她一边逃一边尖叫 恐惧的声音 在整个空间回荡 而林姐却丝毫也不慌乱 静静地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就在这时 少女发出一道凄惨的大叫 接着便没了声息 走廊顿时安静下来 砰 砰 砰 她的脑袋以一个正常人类 绝对不可能完成的角度 旋转到背后 死了 另一名有些胖胖的少年傻眼 砰 壮汉走近后 将少女的尸体 像丢垃圾一样 甩到少年们的面前 嘴角更是扬起一道残忍的微笑 想逃可以 回去的路只有一条 那便是死路一条 林姐无奈地说道 高森你太暴力了 这个女高中生还是个储 本来还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高森笑了笑 可以从我的工资里扣 砰 众人扭头一看 只见剩下的那名女生 吓得双腿瘫软一屁股坐在地上 林姐吃笑道 你不用有这样的烦恼 长得像个坦克 大佬们不会喜欢 女生松了口气 第一次觉得自己拥有一身 剪不掉的肥肉是多么幸运 至于之前那个 阵阵有词的瘦弱男生 此刻已经满脸震惊 林姐看着她激笑道 接着说呀 刚才不是挺有礼貌 瘦弱男生张了张嘴 半个字也蹦不出来 你声带往家里了 林姐抬起手臂 忽然一巴掌扇过去 啪 瘦弱男生直接被扇倒在地 门牙都掉了一颗 现在你们还有意见吗 林姐横扫全场 如虎狼环伺 那对胖胖的少年男女 把脑袋甩得像波浪 那你呢 林姐又将目光落在 一直沉默的我身上 没意见 林姐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说道 接下来 我们几人被那两名打手 带到一个车间 其中充斥着各种难闻的气味 因为屋子里摆满笼子 里面关着的都是鸡 看到我们愣神 其中一个打手忍不住说道 发什么贷 我们贷款公司也有正规生意 那就是屠宰生存 那打手扯着嗓子说道 我先介绍一下 你们四个以后就是我的组员 我是组长赵铁 他是副组长王银龙 我这才知道我们组是新成立的 编号第36组 如果每组都有两名舞者当组长 再加上像林姐和高森那种 更高一级的管理者 那么这个黑工厂到底有多少舞者 我感觉前路有些渺茫 想到这里 我不禁变得更加谨慎 我在宰掉柳如烟之前 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而赵铁和王银龙也是第一次担任组长 看起来相当兴奋 以后你们的工作就是杀鸡 每人每天的任务量是50只 赵铁又倒 这么多 四个少年互相看了一眼 皆是面露愁容 王银龙道 下面我来演示一下怎么杀 他抄起附近地面上的菜刀 打开一个笼子 里面的鸡忽然开始剧烈地扑腾起来 翅膀乱动 历爪也闪烁锋芒 这鸡什么品种 看起来也太凶了吧 我不禁有些惊恶 看来灵气复苏之后 这些原本平平无奇的家庭也都变营 而王银龙看到这只鸡还在反抗 脸上闪过一丝凶利之色 大手一抓 直接揪起鸡的脖子将其拽出笼子 接着王银龙拔掉他脖子前面的毛 拿刀轻轻一抹 鸡的双目暴突 扑腾两下便彻底没了动静 接着把他的血倒在水桶里 开水一趟拔掉所有的毛 就算完成 王银龙贤熟地演示完毕 便和赵铁走出车间 只留下一句狠话 我们在外面守着 坐不完不许睡觉 砰的一声 车间的大铁门被关上 甚至传来繁琐的声音 此刻这里只剩下他们四人 那瘦弱男生低声咒骂道 草 这是真把我们当囚犯了 胖男生无奈 早知道我就不去碰那个药剂袋 我是被忽悠的 通过聊天我渐渐明白他们的情况 瘦弱男生叫孔文 胖男生叫成飞 胖女生叫刘唐唐 都是各个高中的高三学生 孔文和刘唐唐是受到 不良亲戚的捕获来贷款 只有成飞是看到公共厕所的 小广告主动打电话咨询 气死我了 我简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成飞欲哭无泪地说道 脸上的肥肉一抖一抖地 像急了肉包子 哈哈 是不是克服小姐姐声音太好听 把你迷住了 孔文赏了一个门牙 笑起来嘴巴都漏风 这时孔文拿起桌子上的菜刀 眼中露出一股狠意 兄弟们 咱们如今在同一个战壕 一定要齐心合力 才能找到办法逃出去 先杀鸡吧 看来他掉了一个门牙之后 冷静了不少 然后下一刻 孔文突然发出一声惨叫 右手鲜血流淌 众人一看 原来是他去抓鸡的时候 手被狠狠啄了一下 这个世界的鸡不再是普通的家庭 都是攻击中的战斗鸡 力气大得很 别看王银龙杀的轻松 他可是武者 哎呦 疼死我了 孔文发出痛苦的声音 刘堂堂和程飞也吓得面色苍白 这时 在旁边一直观察到我慢慢向笼子走去 只见我打开笼子 手如闪电般地伸进去 一把抓住鸡的脖子 拔掉脖子上的鸡毛 割喉放血一气呵成 恭喜宿主斩杀一只鸡 获得气血值0.1多么美妙的声音 我闭上双眼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同时脑海中闪过自己天赋的介绍 无限杀戮 每次鸡杀生灵都会获得相应的气血值 虽然这只鸡只为我提供0.1的气血值 但体能是真的实实在在变好了 孔文等人见我成功杀了一只鸡后 立刻围上来夸奖 这时我沉默片刻后突然开口 要不我负责杀鸡 放血和拔毛的后续工作交给你们 真的吗 我的天 路根你也太好了 孔文和刘堂堂他们三人都有些激动 就连看向我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到了傍晚的时候 我已经累计斩杀210之鸡 气血值更是从之前的59来到了80 而且我还有余力杀的更多 但我不想让这个小组表现得那么强烟 毕竟只是第一天 赵铁和王银龙对于我们的表现非常满意 哈哈 你们四个人不错 以后任务不设目标 能多杀就多杀 每周会进行评比 我们36组要是能拿第一会有奖励 赵铁哈哈一笑 成飞有些兴奋 铁哥 什么奖励 会放了我们吗 赵铁人如其名 下一刻脸变得铁青无比 他伸出腿一脚将成飞踢翻在地 想什么呢 还想逃出去 做梦 成飞倒在地上只觉得胸口火辣辣的大 不知道肋骨是不是被踹断了 他带着哭腔说道 铁哥我错了 我又晕了 说的都是胡话 赵铁这才面色微缓 说道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 如果被森哥听到 下场是什么你们也见过 斯 高森 众人听到这名字忍不住到吸一口冷气 说错了话 赵铁等人只是打他们一顿 顶多腾一阵子 而高森是会杀人的 这时 一旁的王英龙说道 拿第一的奖励便是和林姐共进晚餐 什么 大家一听顿时面露失望之子 还以为是什么好事 原来是一起吃饭 一碗稀饭上面还飘着根烂菜椅 这就是一整天的饭 成飞拿勺子咬了几下吐槽道 连米都没有几粒 这尼马就是热水泡烂菜 猪吃的都比我们好 饭后我们四人来到分配好的宿舍中 这宿舍离车间不远 虽然刘堂堂是女的 但是也和男生住在一起 没办法 用赵铁的话说 就是你应该感谢你那身肥肉 没有被当作女 不然下场会更惨 第二天 杀鸡的工作继续 这次我连续斩杀了240只鸡 此刻我的气血值又增加了24点 达到了104 如果能参加高考的话 上重点已经没什么问题 前提是我还有机会去考场 我失踪这两天都没人报志安骂 是不是柳如烟那小娘们在暗中使绊子 我暗暗想到 不禁在心中又骂了柳如烟好几遍 第三天 我斩杀了280只鸡 第四天 我们四人刚走进车间便看到赵铁等人坐在这 其中还有一个穿着制服的护士 赵铁笑道 都来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护士从医药箱里拿出针管和试管 成非目瞪口呆 你们要干什么 当然是抽血 小护士笑盈盈地说道 王盈龙在一旁补充道 定期抽血是帮你们检查身体 万一有什么疾病好及时治疗 原来如此 孔文这才松了口气 抽血结束 我开始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杀鸡大业 当我斩杀到第180只鸡的时候 忽然感觉周身一道暖流划过 就像是某种瓶颈之魔被打破 我突破到舞者了 召唤面板 下一刻 我眼前便浮现出一道蓝色光幕 姓名陆云泽 年龄18境界 一星舞者 功法 基本修炼法三 天赋 无限杀戮SSS级 细血值150% 综合评价 现在的你比保安队长还要强大 完全可以试试和赵铁掰一掰手 看到最后这句评价 我明白了赵铁也是一星舞者 似乎并不比自己强多少 而只要我坚持杀鸡 我相信很快就能超越队伍 然后我一口气又杀了120只鸡 细血值也增加到了162 到了傍晚验收工作成果时 赵铁也有些吃惊 不过更多的是星星 这时王银龙低声道 铁哥 刚才各组的统计结果出来了 我们组已经进入前十 什么 赵铁一听不惊大喜 这次评比还有三天就结束 看来我们组有希望争第一 王银龙摇了摇头 很难 第一名的小组每天杀500只鸡 这个成绩很难超越 赵铁看向我们正重的 这次评比无论对你们还是对我 都是一次难得的表现机会 不过我们不能插手这个工作 所以只能靠你们自己 能多杀一定要多杀 从明天开始你们可以去食堂吃饭 食堂 承飞和刘堂堂对视一眼 都看出彼此脸上的兴奋 那里一定有好吃的 第二天早上 我们四个人在赵铁的带领下 第一次来到食堂 我的妈 好大的食堂 承飞激动地说道 他仿佛看到满桌的美味佳肴 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 刘堂堂忍不住擦了擦口水 孔文也很亢奋 毕竟已经好几天没吃到荤腥了 唯独我心中微沉 刚才在来的路上 我发现几乎每隔机里 都有一名五指站岗 这些打手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气息 实力比赵铁只强不弱 这个公司怎么如此强大 正当我心中暗暗感慨时 另一边的承飞突然发出一声哀咪 这是什么 原来餐桌上已经摆好碗筷 有小米粥 包子 油条 但明显是别人的残羹剩饭 赵铁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是我们这些组长吃剩下的早餐 难道你们嫌弃 孔文强忍住了些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怎么会呢 有早饭吃就不错了 要知道前几日 他们每天只能吃一顿晚饭 赵铁越看对方越是顺眼 笑道 还是你懂事 接着他便离开 四个人落座后 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好香啊 承飞等三人吃的大块肚 他们太久没吃到这么美味的早饭 已经不在意这是谁吃剩的 我看着面前的食物却有些下不去口 就在这时 刘堂堂却递过来一个烧饼 鹿哥 这个没被吃过 是完整的 孔文也递过来一个茶叶蛋 谢谢大家 我淡淡一笑全盘收响 就在这时 隔壁桌传来一道吹口哨的声音 我们扭头看过去 只见这桌坐着四个年轻人 对面为首的花壁青年调侃道 都是新面孔 刚来几天就进入前十 哪个组的 孔文回答 三十六组 花壁青年笑道 我们是九组的 也就是目前评比的第一 什么 承飞等人大吃一惊 赵铁想让他们拿第一 而最大的对手如今就坐在隔壁 这也太巧了吧 花壁青年忽然脸色一变 冷笑道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以后 前两周的评比都是第一 劝你们不要对第一有什么想法 尤其是这次 孔文也是一个有脾气的年轻人 之前隐忍不过是面对召集他们 那些舞者对我15喝6也就罢了 你我都是被抓进来的牛马 你装什么逼 听到孔文的话 花壁青年吃笑 牛马 现在算是吧 不过很快就不是了 原来还有一条规定 只要连续三次拿到评比第一 就会得到林姐的认可 成为公司的员工 不过花壁青年没有解释 而是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 突然抬起两只手 直接把餐桌掀翻 卧槽 孔文当即就坐不住了 豁然起身准备动手 谁料这是不远处走过来一名舞者 身材高大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爆炸头 这玩意儿居然是绿的 干什么呢 想打架吗 绿毛男恶狠狠地瞪向孔 孔文要说什么 可是面对舞者的气势 所有话语都被卡在喉咙处 愣是说不出一句 刚才这个人 把我们的餐桌先了 我忽然插了一句 绿毛男指着孔文冷笑道 我没看到他掀你们餐桌 只看到这小子要动手 孔文想要辩解 却被绿毛男瞪了一眼 又吓得说不出话来 这事我却说到 只是一场误会 没有人想打架 绿毛男看到我们示弱 不禁得意地笑道 记住 在这里惹是要被关禁闭的 我还巴不得你们动手呢 说完就转身离开 而花壁青年等四人 看向孔文的表情 则更加嚣张 以后在食堂看到我们要绕着走 知道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冷不定问他 花壁青年黑黑笑道 我叫史真祥 这名字不错吧 既文雅又响亮 什么 孔文等人一听顿时呆立当场 这么有味道的名字 他哪里来的优越来 花壁青年等四人走后 一旁的孔文冷静过后突然道 泽哥 我刚才算了一下 前四天史真祥的九祖杀了2000只鸡 而你杀了1030只鸡 如果他们继续保持每天500只鸡的话 那么到第七天 你还要杀2470只鸡才能追平 也就是说 你每天最少要杀824只 什么 承飞和刘堂堂都猛了 每天要杀800多只鸡才能追平九祖 要知道我之前一天最好的成绩就是300只 现在的工作量要翻一倍还不止 就在众人提出要帮我一起杀鸡时 我却摇了摇头 不用 杀鸡的是我一人足以 你们还是帮我处理好后续工作了 很快我们便回到车间 看到满屋的鸡龙 我眼中战意昂然 在我看来这里哪是什么家庭 分明都是帮我提升实力的鸡菩萨 终于可以放手一搏了 我抄起菜刀就向笼子走去 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 承飞三人都傻眼了 因为统计结果出来 我杀了足足1000只鸡 而我如今的气血值已经涨到264 距离二星舞者也不远了 如果现在对付赵铁和王英龙都能轻松一拳撂倒 第六天 我继续稳中有声 杀鸡数量达到1200只 气血值达到384点 成功突破二星舞者 力量更是暴涨一倍 召唤面板 我眼前出现一道蓝色光幕 下一刻我眼前一亮 因为我发现评价又变了 而且是很重要的评价 综合评价 现在的你可以轻松击杀所有组者 甚至可以在高森的手下坚持三个回合 这条评价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看来高森应该是三星舞者 如今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点 便可以达到和高森一样的境界 甚至超越对方 我瞬间自信心爆棚 但是也没有因此而自满 毕竟我还不知道林姐的实力 而林姐在公司的地位看起来比高森还要高 实力一定不容小觑 晚上赵铁和王英龙都无比亢奋 尤其是赵铁 他拿着手机大声送念 我们组现在的总成绩是3230 已经超越九组的3000 现在位于榜首 大家只要再坚持明天一天 肯定可以拿到这周评比的第一 好 孔文很激动 他现在迫不及待想看到 史真祥那张犹如吃了屎的臭眼 第七天 我继续保持原来的节奏 当杀到660只的时候 我的气血值达到了450 实力突破到了三星舞者 力量再次暴涨 痛快 我在内心舒畅的低音一声 我现在一拳足足有3000公斤的力量 试问附近这些站岗的舞者谁能挡住 从早到晚 我一共斩杀了1500只鸡 没多久 负责统计我们组的管事就来了 这是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头 大家都称之为胡老 此刻胡老看到满屋的狼藉 不禁皱了皱眉 怎么弄得如此凌乱 地上都是血污 我笑道 不好意思胡老 杀得有些急 一会儿我们打扫完再离开 胡老点了点头的 你们组干活很卖力 昨天更是位居第一 我倒是能理解 现在我开始统计数量 半个小时后 胡老十分惊喜地说道 不错 你们居然杀了1700只鸡 胡老 这周评比我们组铁定 能拿第一了吧 刘堂堂兴奋地问道 胡老点点头 基本板上钉钉 不过九组那边不是我统计的 最终结果还要等一会儿 胡老走后 三人已经沉浸在 准备庆祝的喜悦之中 十分钟后 赵铁和王银龙推门而入 承飞兴奋地说道 铁哥 是不是宣布评比结果了 我们组第一 赵铁和王银龙对视一眼 面色有些难看 这时赵铁哀叹一声说道 结果出来了 这周评比我们是第二名 什么 不可能吧 我们今天杀了1700只鸡呢 承飞太激动地说道 赵铁无奈地说道 我知道你们很努力 但是九组那帮孙子 今天居然杀了2000只鸡 孔文惊恶的张大嘴巴 满眼都是难以置信 一天杀2000只鸡 分到史真祥他们四个身上 岂不是每人斩杀500只 难道这一组 都是像陆云泽那样的猛男 王银龙也是满脸遗憾道 最终成绩 九组以5000只拿到第一 以后第一名 还是我们的囊中之物 因为九组已经连续 三次评比第一 按照规定这一组的 所有人会成为公司的员工 还有这样的好事 众人惊恶 承飞兴奋地说道 成为员工 是不是不用再杀鸡 赵铁笑道 当然 而且不用吃剩饭 住单人宿舍 像普通上班族一样 做办公室 爽啊 三人十分高兴 对未来充满憧憬 大家在食堂 简单吃了一些 便回到宿舍 晚上的生活比较枯燥 没有手机和网络 甚至连扑克牌都没有 只能通过聊天姐们 就在这时 只听哼的一声 宿舍的铁门被踹开 妈呀 承飞吓了一跳 孔文也是一脸猛 而刘堂堂更是躲在被窝瑟瑟发抖 只见破门而入的人 正是赵铁和王寅龙 此刻二人都是面色潮红 双眼暴突喘得粗气 看起来一副 随时要爆发的样子 承飞哆哆嗦嗦地说道 铁哥 龙哥 我们就是在聊天 没干什么坏事 我在上铺浑身肌肉紧绷 虽然不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身体已经做好准备 赵铁环顾一圈 接着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床上的四人面面相聚 终于承飞忍不住问道 铁哥 你这是可要可嗨了 赵铁继续笑道 哈哈 哥几个 有好事 天大的好事 王寅龙白了他一眼道 你快别笑了 还是由我来宣布吧 四人一听有好事 立刻把耳朵竖起来 王寅龙轻渴两声 然后郑重其事地说道 这周评比的结果 出现一些意外状况 九组成绩取消 所以作为之前第二名的我们组 顺其自然地成为真正的第一名 什么 我们组变成第一名 成飞等三人都瞪大双眼 真的假的 赵铁很深沉地说了一句 逼为十足的话 大是大飞面前我从不开玩笑 这时一旁的王寅龙说道 你们几个快穿上鞋子去见灵姐 在前往的路上 我们这才从赵铁口中知道 九组被取消成绩的真相 原来九组组长那个绿毛男为了获胜 竟然亲自帮助使真相等人一起杀鸡 但是公司规定组长绝对不能插手组员的工作 绿毛这是犯了大忌 至于为什么绿毛铤而走险地帮助使真相他们 原因就是如果三次评比 第一会奖励组长一门武器 这时我忍不住问他 九组作弊的话 那他们会受到什么惩罚 听到这话 其余三人也都抬起头好奇地看着赵铁 而赵铁这个壮汉 竟然不受控制地打了个冷战 有些畏惧地说道 我不知道 但是绝对会很惨很惨 王英龙的面色也有些苍白 我看到他们的模样心中暗暗警觉 看来林姐这个女人真的是够狠毒的 能让两个壮汉怕成这副德行 六人沿着走廊一路前行 过了许久 终于看到不远处有一丝微光 我们走出来了 成非错愕地站在门口 借着外面的灯光 他这才发现之前一直居住的建筑 是一栋高大破败的楼梁 大概有十几层 连窗户都被封得死死了 外面罩的是铁丝网 简直就是一个特大号监狱 外面的空气真是新鲜 孔文贪婪地猛吸一口 觉得神清气爽 然而下一刻他抬起头 瞳孔骤然紧缩 因为映入眼帘的是 足有十米之高的高墙 而墙面还包裹着 密不透风的铁丝网 那些铁丝网是做什么用的 刘堂堂好奇地问 王英龙回答 是高压电网 成非也提出一句小白的问题 这是防止别人逃跑的吗 赵铁吃笑道 好你想多了 看看四周 众人四下打量 只见好多恐无有力的大手在巡逻 腰间都携带风锐武器 竟然全是舞者 我看了一眼 从这些人散发的气息判断 除了一星舞者外 还有二星舞者 如此正是真的是 连一只蚊子都飞不出去 王英龙也冷笑一声 这些大手仅仅是 看管我们这个工作区的 他们实行三班道 所以这里称得上是天罗地网 成非忍不住吞了下口水 这个工厂的实力好可怕 至于你刚才问的高压电网 赵铁刚要回答 忽然目光一鸣 带着一丝玩味笑道 你们快看那边 只听不远处一声声惨叫声传来 我们转头望去 只见三个人被几名打手 拖着向高墙走去 这几个人怎么有点眼熟 刘堂堂眨了眨眼睛仔细回想 而下一秒 他似乎想起什么 顿时瞳孔放大失声道 这不是九组那几个组员吗 成非也一拍大腿道 对 就是那些沙马特 此刻除了使真祥 其余三名组员都被带到高墙下跪在地上 他们早已遍体鳞伤 痛哭流涕不止 可以想象之前经历了什么折磨 几个人凄厉的哀嚎着 而压介他们的庶民打手 都是面无表情 目光甚至可以说是冷漠 其中一人讥笑 连公司的规矩都敢违反 你们真是吃了雄心豹子的 犯错就要挨法 他说完就抓住一个沙马特的后衣领 直接将对方从地上提了起来 不 沙马特似乎预料到什么 不断地挣扎 下一秒 只见那个沙马特像是被丢沙包一样 直接扔到高墙体表覆盖的铁丝网上 啊 他口中发出七坦的嚎调 浑身不断抽搐 整个人冒出一道道青烟 很快就变得彻底浇黑 慢慢从铁丝网上滑落下来 彻底没了声息 嘶 看到这一幕成飞三人吓了一跳 赵铁点点头 仿佛司空见惯 悠悠地说道 彻底叹化了 孔文只感觉一阵牙酸 没想到高墙电网竟然是一种惩罚措施 紧接着另外两名沙马特也步入了叹化的后尘 没多久 众人就来到只一栋四层的别墅前 看起来极为奢华 修建的就像城堡一样 成飞忍不住赞叹 灵姐住的地方也太华丽了 赵铁也颇有些向往 连灵姐这样的主管都能住这么好的地方 公司对待员工也太好了 孔文似乎听出一些细节 急忙问道 原来灵姐不是公司的老大 只是主管 赵铁点了点头 公司特别大 分为四个厂区 人也特别多 高手层出不穷 像灵姐这样的人 只是管理我们厂区的一个小领导 不过这种身份也是我们高攀不起的 几名少年面面相觑 至此谁也生不出逃跑或者反抗的心思 这家公司也太可怕了 到底是什么来历 孔文一边响一边忍不住层层冒着冷汗 六人走到别墅的门口前 门被人从里面打开 一个试着模样的年轻女孩出现在门前 她穿着旗袍 只有四名组员能进去 女孩的声音很清脆 一听年纪就不大 但说话的语气却很冷漠 赵铁似乎很怕这个年轻女孩 急忙恭敬地说道 我们只是把她们领过来 马上就离开 说完就和王银龙灰溜溜地逃了 看起来一分钟都不想多待 接着那个年轻女孩则是笑盈盈地看着四人道 跟我来吧 虽然这个年轻女孩长得很漂亮 还很年轻 但我还是从那个年轻的女孩身上感受到一丝危险的感觉 对方虽然像我一样收敛气息 但绝对是舞者 来到二楼 年轻女孩轻轻推开一个房间的木制大门 站在门口道 你们进去吧 我守在这里 承飞等人有些诚惶诚恐地走进去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圆形的巨大餐桌 头顶上金碧辉煌的吊灯悬挂 光线照射整个房间 看起来美轮美奂 这与他们的宿舍相比完全就是两个世界 城堡和平民窟的区别 很难想象两个地方都是在一个工厂里面 而林杰此刻就坐在桌前正中间的位置 他穿着高贵的晚礼服 裸露的锁骨和脖子格外的白皙引人注目 承飞等人又看得呆立当场 这也太妩媚了 简直是少男杀手 但是一想到对方之前的狠 他们不由的心中一领 哪怕林姐又漂亮又有韵味 但绝对是一朵阴素花 美丽而致命 都愣着干嘛 赶紧落座 我都等你们半天了 林姐淡淡一笑 犹如鲜花绽放 她半开玩笑的语气透着无边的亲切感 看起来就像个林家大姐姐 如果不是大家见识过她的手段 谁能想象出这是一个女魔头 很快四人就坐下 餐桌上晚餐极为丰盛 其中甚至还摆着一瓶昂贵的红酒 他们忍不住咽了下口水 这些日子一直吃组长们的剩饭 虽然比之前只有一顿水泡菜要好一点 但还是让他们吃不饱 林姐又道 大家开始吃吧 四个人没有一个感动筷子 林姐唇角微扬 洒然一笑 我有那么可怕吗 那个小胖子你说说看 我可怕吗 承飞顿时愣着 只见林姐那双魅惑的眼睛 正直勾勾的盯着她看 她吓得一哆嗦急忙道 不可怕 林姐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 真的吗 林姐把手拖在下巴上 语气带着一丝玩味 真的 承飞急忙发誓 林姐笑了笑 你们别害怕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 秘密 众人都竖起耳朵 林姐悠悠的说道 其实我和你们一样都是被骗起来的 什么 听到这话众人大吃一惊 万万没想到高高在上的林姐 居然和他们有同样的遭遇 不过没人敢质疑对方 因为在这里林姐就像女皇 林姐笑道 所以你们要像我一样努力 争取早日成为我私的员工 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 林姐说的对 承飞三人突然像打了鸡血一样 无比激动的说道 只有我嘴角在微微抽搐 这种话我实在说不出口 毕竟前世吃过太多领导的大饼 而林姐也比较满意他们的反应 继续道 这一周你们是评比第一 那么下周 下下周也一定要拿第一哦 没问题 承飞豁然起身 拍着胸脯的肥肉 信誓旦旦旦的保证 林姐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杀鸡 将来加入公司 成为你的左膀右臂 对 孔文和刘堂堂也站起来 纷纷表态 好 林姐没想到这些人的表态 如此诚恳 忍不住率先鼓掌 啪啪啪 掌声回荡在整个房间 一顿酒足饭饱之后 四个人互相搀扶着 向门口走去 准确地说 是我拽着另外三个 那点红酒 怎么能醉倒我这位酒厂常客 等一等 忽然身后飘来林姐的声音 我缓缓回过头望去 林姐双手托着下巴 微微地笑道 你留下来再陪我喝会儿 我妈 我有些疑惑 林姐带着一丝醉意嘟着嘴高 对啊 除了你还有没喝多的人吗 我得送他们回去 我自然不想留下来陪女魔头 虽然喝多的林姐 宛如打开心扉的小女孩 有那么一丝丝的可爱 谁料门被推开 只见一直守着的年轻女孩走近 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送他们仨回去 你留下来陪林姐 我无语 但是事情到了这般地步只能如此 没想到那年轻女孩力气还很大 一拖三竟然毫不费力 很快便消失在门外 我重新落座 离我近一点 林姐的语气带着一丝不满 但我却越听越古怪 怎么感觉对方的语气是在撒娇 我只能坐在对方旁边 给我倒酒 林姐继续说道 不过她真的喝多了 舌头都在打卷 行 我自然不会留手 心中暗道 惯死你呀的 我倒满后林姐却说出一句惊心动魄的话 你先喝 然后喂我 用嘴喂哦 什么 喜欢喝进口酒 我无言以对 不过我丝毫不拒 直接喝了一大口存在嘴里 便要贴过去 谁料林姐却吓了一条 急忙躲开道 你来真的 你以为呢 我口中含酒 含糊不清地说道 林姐却面色罕见地出现一道红玉 说道 我不玩了 你自己喝吧 我把酒咽下 心中却暗暗生意 这位举手投足都很烧的林姐 怎么关键时刻却损了 林姐的酒已然醒了大半 她本来想捉弄一下我 却没想到反而被我挑衅 你这样子根本不像个普通的高中生 林姐突然道 我展颜一笑 我都十八岁了 谁料 林姐的下一句话 却让我整个人内心惧症 你应该突破五准吧 什么 我目光一正 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林姐又说道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下一刻她直接伸出玉手轰杀过来 你来真的 我有些吃惊 说出同样的话 我没有还手也没有抵挡 而是硬生生地用胸膛接下这一掌 砰 我被打翻在地 凳子都摔得粉碎 我捂着胸口痛苦地说道 林姐你要干什么 我感觉我肋骨都断了 林姐淡淡地说道 其实你们组的成绩 我前几天就关注到 刚才吃饭的时候 我看那仨人气血亏虚 一副酒囊饭袋的模样 明显不是杀鸡的主力 所以我才怀疑你突破 然而下一刻 她看我还疼得呲牙咧嘴 有些无语 行了别演了 我刚才把力量控制在一心舞者的基里 你的骨头怎么会断 我这才刚大的起身 露出一副单纯的样子 我就是怕突破到 舞者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林姐笑道 你是有些小聪明 不过在这种地方比的不是脑 而是谁更狠 我有些恍然大悟点了点头 林姐很满意我的反应 她又道 我可以让你提前成为公司的员工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我微微皱眉 我心里知道 以我目前的实力 想逃出去简直难如登天 既然打不过那就加入 以后再慢慢找机会 不过我还有自己的顾虑 我怕成为员工之后不能再杀鸡 要知道 斩杀昆昆是我目前唯一的升级方式 而且量大管宝 最主要的是非常安全 你在犹豫什么 林姐见我不说话 有些不满地问道 我知道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现在还不能触怒这个女魔头 我愿意成为公司的员工 我急忙说道 林姐火红的唇角微微上扬 似乎很满意这个回答 淡淡地说道 我从见到你的第一天开始就很看好 因为我觉得你和我是一类人 所以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我露出一脸真诚的表情 多谢林姐的抬爱 这时林姐缓缓说道 任何人想加入公司 都先带一份投名状 我奇怪地问道 是写一份保证书吗 林姐却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道 跟我来 两人走出房间向楼下走去 来到一楼的偏僻角落 这里居然还有一间地下室 林姐打开房门语气 带着一丝玩味 进去吧 如果你能走出来 我就批准你成为公司的员工 我瞬间提起精神 问道 这屋子里有什么 林姐笑了笑 你见过的人 门打开的一煞 地下室内的场景映入眼帘 只见三个人 躺在墙角蜷缩在一起 看起来无比凄惨 我微微错愕 是你们 对面的三人也纷纷抬起头 是你 怎么会是你 原来这三人分别是 九组的组员史真相 组长绿毛男 还有副组长 一个带着鼻环的青年 我和前两位算是老相识 只有鼻环男孩一脸茫然 这时林姐收起刚才的笑容 严肃地说道 里面的三人听着 你们九组违反公司规定 本来要当即处死 但是我现在给你们 一个活命的计划 林姐 只要能活着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绿毛男跪在地上 不断地磕头 早就没了那日 在食堂的嚣张气焰 史真相和鼻环男 也是如此 地板上传来 砰砰砰的不绝之声 林姐看到三人的动作 微微一笑 现在我要你们三个 杀掉眼前这个少年 如果他死了 你们就能活 什么 听到这话三人都愣住 绿毛男不可思议地说道 林姐你说的是真的 史真相更是无比惊喜 哈哈 还有上索的声音 我扭过头 看到对面的三人 都从地上站了起来 史真相更是 十分亢奋地搓了搓手 眼中带着戏血 笑道 小子这次你落在我手里 我一定好好折磨你 我知道这是林姐 对自己的考验 只见史真相双脚踏地 冲杀过来 高高地举起拳头 脸上尽是猙獰之色 看我打趴你 他怒吼一声 已经飞扑过来 哈哈 这小子死定了 绿毛和鼻环男的脸色通红 已经被兴奋取代 然而下一秒 他们变得目瞪口呆 因为史真相在冲到我面前后 被我猛然伸出的双手 抓住脑袋 直接来一个180度的旋转 什么 绿毛男惊叫起来 眼看史真相的脑袋转到背后 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 该轮到你们了 我抬头看向对面的两名舞者 我擦 这小子是什么眼神 绿毛有些气急败坏地说道 鼻环男冷笑 组长让我来吧 他站出来 气势全开 很快一心舞者的气息 充斥在整个地下室 绿毛身为组长 虽然狂妄但还是很谨慎 他出演 等等咱们别学葫芦啊 还是一起上吧 鼻环男觉得对方有些小题大做 组长 就算他是舞者也是刚刚突破 怎么可能比我们厉害 绿毛呼出一口气 身上的肌肉一块块容器 战意激荡 狮子薄兔一用全力 鼻环男撇撇嘴 好吧 两人大吼一声同时向我冲来 砰瓢 伴随着两道巨响 绿毛和鼻环男傻眼了 因为他们的拳头还没打到我 却反而被我先抓住脖子 鼻环男和绿毛男的脸煞时间无比功夫 连呼吸都变得十分困满 他们不断挣扎 但是我的力气实在太大 完全挣脱不开 接着我双手同时抬高 直接将他们二人从地上踢起 杀你们太简单了 随着我的声音落下 我右手用力一拧 咔嚓 鼻环男的脖子被掰断 脑袋无力地垂落 绿毛健壮目自欲裂 他知道鼻环男死后 下一个就该轮到自己了 只是绿毛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这么厉害 这不科学 我看着他轻轻一笑 你是不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比你们强大这么多 绿毛努力点点头 我环顾四周 确定没有监视器之后 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笑道 因为我是三星舞者 什么 听到这话绿毛如遭雷击 他瞪大双目 毛子中尽是震惊 三星舞者 如果在平时听到这话绿毛 一定觉得这是一句笑话 但是现在听到 他忽然觉得这一定是真的 只是三星舞者这样的高手 为什么会被骗进公司 绿毛想不通 而且他也没机会再思考 我的左手稍稍一用力 绿毛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脖子瞬间粉碎性骨折 解决到最后两人后 我没有着急出门 而是在原地又等了十来分钟 同时把自己的头发 衣服弄得更加凌乱 看起来像是经过剧烈搏斗的样子 接着才走到门口 用力敲了敲门 门外的开锁声响起 然后门被推开 灵姐撬声声地站在那里 当她看到我的那一颗 立刻变得笑叶如花 哈哈 你果然活下来了 我肯定会杀了他们为你报仇 我顿时沉默 许久才缓缓开口 你不是说只要他们能赢 就放过他们吗 灵姐一听立刻咯咯咯地笑起来 哈哈 女人的话你也信 我的嘴角微微抽搐 你通关了 现在就是我们公司的正式员工 灵姐笑咪咪地说道 我问道 成为员工后有什么好处吗 灵姐反问道 你想要什么好处 我回答 那绿毛拼了命 想拿第一就是为了5G 你干脆把她的奖励给我吧 灵姐笑骂了一声 臭小子你倒是挺会占便宜 5G可是要连续三次拿第一才会给予 我笑道 灵姐 我提前成为员工已经被你开绿灯 干脆你就一开到底吧 而且绿毛是我杀死的 理应由我继承她的遗产 灵姐感觉胸口上下起伏 她显然被说得哑口无言 你这是什么鬼脸 我继续道 我想变得更强 更好的为公司效力 那好吧 一会儿我拿给你 灵姐无奈 这时她的眼睛微微转动 狡黠地说道 你现在是正式员工 不过和别的员工不同 你是我的助理 助理 我顿时无言以对 住什么礼 我只想杀鸡 不行 我疯狂摇头拒绝 灵姐秀眉微醋 为什么 我想也不想地回答道 我想杀鸡 一天不劳动我就手痒痒 灵姐猛了 随后哑然失笑 杀鸡那种又苦又累的活 都巴不得赶紧躲开 不然九组的组员 为什么想成为员工 你倒好还主动去干 我一本正经地说道 工作不分高低贵贱 而且我身为正式员工 还去主动杀鸡 更能起到模范盖头作用 灵姐看着我认真的眼神 最后想了想到 既然你喜欢杀鸡 那么白天你就去杀鸡 晚上陪我参加一些活动 我奇怪 什么活动 灵姐故作神秘地笑了笑 明晚你就知道了 接着我又在灵姐的注视下 签了一份厚厚的合同 然后我便拿着装有5G的箱子 回到了宿舍 发现三个同伴都被送回来 此刻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我打开箱子 煞内间寒光闪烁 原来箱内除了一本秘籍之外 还躺着一把刀 怪不得要用箱子装 灵姐这是买一送一 还挺大方 我很满意 虽然灵姐姐娘们不是好人 但对助理还是不错的 我捧起秘籍 封面上赫然写着五个大字 闪电五镰刀 不知道为何 5G的名字给我一种熟悉质感 让我想起前世一位故人 听灵姐说 5G分为天地玄黄四个大等级 每个大等级又细化为下品 中品 上品和极品 而这本闪电五镰刀是黄阶上品5G 市场价超过两百万 我用手轻轻抚摸封面 一种沧桑的触感蔓延过来 这哪是秘籍 分明是冰江城的一套房 接着我开始翻阅起来 闪电五镰刀是一种快刀之法 练到圆满之后可以一次挥出五刀 威力惊人 我花了足足两个小时才看完 然后举起刀就开始修炼 没多久我就感觉手腕一热 下一刻 一刀挥出去竟然劈出一道刀印 砰 地面被划出一道豁狗 威力这么强 我有些惊恶 继续修炼 不知不觉 时间来到半夜12点 丁 新的一周来到 开始发放第二个五刀天赋 丁 恭喜宿主获得S级天赋 死亡一刀斩 死亡一刀斩 大幅度提升对刀类5G的领悟力 施展刀类5G时伤害提升5倍 每次出刀有1%的几率触发必杀 我没想到S级天赋居然这么强 死亡一刀斩不仅可以提升 我对刀类5G的悟性 还能增加伤害 更重要的是最后一个词条 1%的几率触发必杀 虽然概率很低 但这个绝对是逆天神迹 准确来说 死亡一刀斩应该算来是家的天赋 甚至是SS级 我对新天赋十分满意 接着我手握刀 这一次我感觉似乎与刀心意相通 进入一种旋之又旋的特殊境界 仿佛成为一名静营刀法几十年的宗师 这就是死亡一刀斩带来的效果吗 我突然有一种人刀合一的感觉 我开始缓缓出刀 一刀劈出 煞时间捂出两刀影 地面传来砰砰的撕裂之声 我的5G境界达到熟练了 我有些惊恶 这也太快了吧 死亡一刀斩果然能提升自己对刀类5G的领悟 而且伤害是之前的5倍 第二天从食堂吃过早饭 四人来到车间 赵铁和王银龙已经在门口等候 人逢喜事精神爽 两人都是神采飞扬 赵铁笑道 大家上周拿到第一 表现非常好 什么 听到这话 赵铁似乎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惊奇地说道 灵姐居然奖励你一把刀 我绝口不提奖励5G的事 反而说道 对 我现在是灵姐的助理 啊这 赵铁的表情顿时一角 王银龙也被吓住了 他们愣在原地足足有十几秒才反应过来 急忙走上前 一左一右搀扶着我 表情看起来十分惨媚 小鹿 啊不 鹿哥 杀鸡这么累的活以后就不用干了 对 你赶紧坐在一旁休息 孔文等人看到这滑稽一幕表情纷纷是华 我的天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平日里高高在上的两个组长 现在却像领导小弟一样 我面对两名组长的溜絮拍马 笑着说道 我和灵姐说好了 以后白天继续杀鸡 什么 赵铁猛了 这不合适吧 王银龙也道 对 鹿哥你是精知欲业 怎么能干这些粗活 我也有些受不了两名组长的热情 直接道 我不能因为身份突然转变而放弃原本的工作 你们先出去吧 我要干活了 听到这话赵铁和王银龙肃然起敬 他们露出尊敬的目光 还是鹿哥觉悟高 那我们就不打扰鹿哥了 说完两人退出车间 新一周的第一天 我从早杀到晚 每次挥刀都有一层新的档 到了傍晚我也不知道杀了多少只鸡 结局便是把车间的鸡都团变了 甚至连自己什么时候突破到四星舞者都没有住 倒是把那三个拔毛的同伴类的够强 我召唤面板 下一刻一道蓝色透明光幕悬浮在眼前 杀戮SSS级 死亡一刀斩S级 气血值 8850 综合评价 现在的你与野尔正面大战能碾压 但是如果遭到他偷袭 便会被轻易击杀 当我的目光落在平架上心中微微一尘 野尔 这又是谁 根据以往的经验 野尔一定是我身边的人 系统就喜欢用我接触过的人做实力的参照 正面碾压 案件就难防了 我皱了皱眉 我现在的攻击手段很强大 已经不怕任何同境界甚至是五星舞者 只是没有防御的武器和装备 被偷袭的话很吃亏 实力不够境界来凑 明天我就是五星舞者了 我稍微一思考便释然 食堂吃过饭后 四人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正准备休息 这是门外的走廊传来轻盈的脚步声 只见一个熟悉的窈窍身影映入眼帘 正是林姐身边的那个年轻女孩 她来到宿舍门口 语气冷冷地说道 陆云泽 林姐找你参加活动 我点点头 然后携带上那个箱子便跟随对方离开 路上 我向着对方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叶儿 听到对方的回答后我有些吃惊 终于知道对方就是面板平架上的那个人 很快两人便来到林姐的别墅 叶儿推开别墅的门 里面顿时显露出一群身影 黑压压的一片 看起来压迫感十足 我万万没想到别墅里会有这么多人 屈指一算差不多进百号 到底是参加什么活动 饶食我前世身经百战 也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场面 不得不说 黑工厂的人玩得更华 此刻林姐正坐在客厅中间的沙发 林姐看到我来后笑道 我们的男主角终于来了 下一刻 上百道目光集体朝我射过来 林姐笑盈盈地继续说道 今天是我们场区的内心仪式 特意为你召开的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因 不过却有些奇怪 只不过是成为正式员工而已 有必要这么心事动众吗 此刻有一些组长面露不善 林姐 召个新员工而已 为什么把我们大家都聚集在这里 我还以为是一个强者 但这小子看起来平平无奇 林姐此刻咯咯地笑了起来 净显狐媚之态 之所以召开内心一事 是因为陆云泽不仅成为 我们公司的正式员工 而且还是我的助理 什么 听到此话众人目瞪口呆 议论声如海浪一样拍打过来 就这货凭什么当林姐的助理 也能成为林姐的助理 全凭实力 我们大家也都服他 就是 陆云泽看起来就像个小白脸 这时 有一名光头组长站出来说道 林姐我不服气 也能强大有目共睹 这小子有什么本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可上来挑战陆云泽 谁能击败他 谁便能取代他成为我的助理 还有这好事 光头组长大喜 其余组长也都一个个面露 胸光跃跃欲试 让我来吧 吴不 这个不能让 哈哈 我就喜欢磨练心愿 我的嘴角微微抽搐 心中暗骂林姐不是人 昨天让我以一敌三 今天又召集这么多组长 这是要玩死我的节奏吗 这时 林姐见场面火爆 忍不住说道 还是光头先来吧 她是第一个站出来 光头听到后立刻变得神采飞扬 她激动地站起来向四周拱手 多谢林姐 多谢各位兄弟 那我就先来了 众人叹了口气露出遗憾的表情 光头像是要长线的大灰狼一样 亢奋地说道 陆云泽 康姆昂 而林姐端坐沙发上目光闪烁 昨天在地下室 她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的情况 今天一定要擦亮眼睛 我深吸一口气 将箱子放在盈手中 也露出一张问号脸 接着我打开箱子取出那把刀 也忍不住靠了一声 这是把她当成保管物品的服务生了 光头看到那把刀顿时猛了 我擦 还能使用武器 林姐她不讲武德了 我却毫不在意直言道 打架斗殴 你还管别人用不用武器 光头瞬间哑口无言 林姐却笑了 拍了拍手 说的有道理 打架从来就不用讲究公平 这样吧 也许 取我的一击合金刀借给光头一用 很快也许便从二楼返回 手中还多了一把两米长的大刀 看起来寒光凛冽极为锋利 声音道 放心 我会帮你收拾的 此刻光头手握长刀 威风凛凛 犹如古代的大将军 哈哈 林姐这把刀真是宝刀 她大笑一声 气势攀升到极点 一股浓郁的气血之力席卷整个大厅 所有组长顿时一领 我的天 光头什么时候突破到二星舞者 说好的一起突破 这小子偷偷努力 他变突了也变强了 林姐笑道 别绕弯子 快开始吧 每个人都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看着 只有我的表情无比淡定 我抓住刀柄微微弓身 犹如一只叙事待发的猛兽 光头大吼一声 兽死吧 他举起大刀 恶狠狠地朝着我扑杀过来 伴随着刀锋划破空气的摩擦上 一击合金刀已经冲杀到我的面门前 死定了 所有人的脑海中不由地划过同一个念头 双目紧紧地盯着我 期待对方身上飙雪的画面 就连林姐也不由地直起上半身 格外地关注战狗 而这时我轻轻一侧手 灵巧地躲过这一击 随后举刀迎了上去 闪电五镰刀 看似平平无奇的一刀 却差那间五出五道刀影 每一道都翠丽无比 光头只感觉眼前一滑 视野中竟是刀光在闪烁 紧接着便是剧烈的痛苦蔓延全身 不 他只来得及发出一道惨叫 整个人便被五道刀影淹没 瞬间之解 所有人看到眼前恐怖的一幕都呆立当场 连大气都不敢喘 说好的一面倒呢 怎么看起来是弱者的家伙 反而一击秒杀了光头 要知道光头可是二星舞者 这也太假了吧 就在每个人被吓得不敢动的时候 现场只有一个人的声音响起 他败了 下一个是谁 大家抬起头 只见说话的人正是我 此刻 他手持那柄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刀 屹立在大厅中间 宛如杀神附体 胸威惶惶不可阻挡 叮 恭喜宿主斩杀二星舞者 奖励气血值31点 听到提示声 我扫了一眼气血值 这时已经变成831850 距离五星舞者已然不远 而刚才我在战斗时 只把力量控制在一星舞者的程度 却能秒杀二星舞者的光头 只能说大圆满境界的闪电五镰刀恐怖如斯 再加上死亡一刀斩天赋的影响 每次挥刀伤害放大五倍 哪怕是一星舞者的力量 也足以横扫一方 此时的全场依然处于震撼的状态 我的目光落到谁身上 谁就吓得低下头 连对视的勇气都没有 他们甚至忘记在几分钟之前 自己还在为不能与我战斗而惋惜 而现在就算跪下来 求他们上场也都不敢 只有一个染着红毛的族长鼓足勇气说道 林姐只是普通的切磋而已 她把光头杀死了 是不是要给大家一个交代 所有人都看向林姐 林姐的表情也从之前的震撼中恢复过来 轻轻一笑 你想要交代是吧 红毛点点头 林姐正色道 陆云泽杀了光头 确实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 红毛大喜连声道 林姐英明 林姐英明啊 林姐又道 这样吧 你上去把陆云泽废了 我把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交给你 什么 红毛听到这话吓得面色发白 再也不敢吱声 不过他不开口 不意味着我就会放过他 要知道我可是很记仇的 刀剑无眼 切磋的时候我顺手杀个人怎么了 我盯着红毛 见对方一直低下头直接踏步上前 一刀抬起 再落下 刷 红毛的脑袋立刻斩掉 场面极为惨烈 我骂咧咧地说道 你一直低着头 我以为是引颈受禄呢 成全你一下 盯 恭喜宿主斩杀一星无准 奖励气血值17点 我感到无比亢奋 现在只有系统的提示 会让我肾上腺素飙升 因为气血值赫然达到 848850 而全场的人看到 我很随意地斩杀掉红毛 都无比震撼 杀神啊 赵铁声音颤抖地说道 每个组长都紧张地 开始吞咽口水 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 我环顾全场 霸气无比地说道 还有谁 此刻没有一个人敢再出声 这时 一直沉默的高森忽然开口 陆云泽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5G的境界 似乎达到大圆满了 什么 听到这话 众人又是目光惊恶地望过来 他们身为武者 自然知晓关于5G境界的事 入门 熟练 小城 大城 圆满 达到熟练不难 但若是小城 就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 大城更是不易 很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久 至于圆满 他们很少听说 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 倒是灵姐微笑着说道 陆云泽 你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那本5G 我昨晚才交到你手里吧 是刀神转世 我听着他们的谈论声 嘴角微扬 难道我会告诉你们 我只用了一个晚上 就达到了圆满吗 不过我没有太高调 只是说道 可能是5G的品阶低 比较容易上手 修炼起来没什么难度 一句话再次 让所有人的脸色大变 要知道 此地80%以上的人 都没接触过5G 哪怕在公司内部 获得5G的渠道 也是少得可怜 所以之前九组的组长 才铤而走险 哪怕作弊 也不惜要得到5G 但是灵姐提前将5G交给我 这是现在没人敢提出意见 一是灵姐把我认定为助理 二是我的实力确实恐怖 三是我脾气真不咋地 动不动就砍人 这谁受得了 王银龙可怜兮兮地说道 我连5G秘籍的样子都没见过 路哥居然嫌弃5G的品阶低 赵铁也很郁闷 人比人气死人 当然最难受的便是高森 他声音嘶哑地说道 我经营刀法数年 也修炼过闪电五镰刀 可惜连小城境界都没达到 你只花了一天就圆满了 思 众人一听更加觉得不可思议 如此看来 在5G修炼方面 他们一直敬畏的僧哥 现在给我提鞋都不配啊 不过此话 他们是万万不敢说出口的 毕竟高森是副主管 雄威滔天 杀人也是从不眨眼 这时灵姐终于发话了 她先是咯咯一笑 接着说道 现在陆云泽成为我的助理 还有人反对吗 顿时全场一片死寂 开什么玩笑 谁敢反对 果然 未明都是砍出来的 灵姐又看向我道 你做得不错 已经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虽然比5切磋容易受伤 但是你一连杀害两名员工 下手太狠毒 必须受到惩罚 听到惩罚二字 周围的组长顿时精神一振 他们喜欢看热闹 必想到刚才那么神气的 陆云泽马上要被打压 一个个变得兴奋无比 我从灵姐的语气中 感觉对方并不是真的要惩罚自己 不过是要给所有手下一个交代 毕竟她是领导 自己的助理在其面前 肆无忌惮地残杀同伴 容易让这些手下没有安全感 甘愿受罚 我态度端正地说道 灵姐看到我的表现十分满意 轻声道 这样吧 明晚开始就罚你去参加 四大场区联合组织的竞技场 什么 听到这话 其余组长的脸色变得精彩万分起来 我的天 竞技场 听说里面全是高手 而且是会死人的 陆云泽不会去一次就丢了性命吧 我听到周围的议论忍不住问道 里面可以杀人 当然 灵姐回答 只要你有实力 杀个天翻地覆都没人管 好的 谢谢灵姐 我努力克制住兴奋的表情 很快内心一事便宣告结束 离开别墅后 我回到工作区的院内 这一次影在楼里 为我安排了新的宿舍 但人间 地板和墙壁 都是用合金钢板加固的 随便你怎么折腾都不会回来 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的脸上却没有什么喜色 怎么感觉新的宿舍像是一个监狱 影看向我自嘲一笑道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监狱 你是囚犯 我也是囚犯 说完转身便离开 砰 铁门被关上 外面传来繁琐的声音 第二天 影如约来开门 我伸了个懒腰洗漱完毕后 便跟着影来到了车间 他将我送到车间后便转身离开 接着我走到鸡龙面前 开始忙碌的一天 到了傍晚的时候 我再次斩杀完所有的鸡 我在食堂吃过晚饭后 心中默念叨 召唤面板 姓名 陆云泽 静剑 五星五者 戏血值 10481050 综合评价 现在的你强大的异品 一刀便能斩杀眼 但是被偷袭的话 能挡住对方三次攻击便会死亡 他偷袭的话依然能杀死我 我看到最后一句评价忍不住吐槽 这个老六 不过与上次的评价相比 已经明显进入 从偷袭被轻易击杀 变成可以挨三刀 我不禁推断出眼的境界 肯定不是四星 估计在三星和四星之间 没想到眼看起来如此年轻 居然有这么高的境界 他到底有什么特殊能力呢 我暗暗警觉起来 终于离开了这个厂区 我这才见识到厂区的面积 到底有多大 不仅有诸多舞者在巡逻战岗 还有高压电网的层层防护 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固若金汤 我透过高墙 发现外面有着朦胧的山影 难道这个工厂的位置在山里 而滨江城三面环山 一面是滚滚江水 至此我已经确认自己在城外 就算逃出工厂 外面是人际罕至的深山 也不容易抵达城内 这里是山区 真正的法外之地 还是小心为妙 进来这里后 也从怀里拿出一张卡给我 并告诉我里面有700点公分 并详细地告诉我了公分的价值 很快我们就抵达了目的地 进入之后四面八方都是看台 中间有一个类似于斗兽场的大擂台 上面正有两人在搏动 不过看起来实力相差悬殊 其中瘦小的那人 正在被一个壮汉按在地上摩擦 而看台上坐着数百号人 不断发出耐喊声 李天雄加油啊 哈哈 李天雄已经成功守卫好几天了 他一定赚了不少公分 场面十分热闹 我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仿佛来到前世的酒吧一样 四周竟是喧嚣之声 身上的血液似乎也跟着沸腾起来 这地方的气氛真不错 也能带我来到最前面的看台席位的林姐旁边 林姐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问道 林姐指了指擂台上那个长得像熊一样的人道 看到那家伙了吗 他叫李天雄 是北厂的人 你把他干掉就行了 我看向擂台 只见李天雄大吼一声 右手抓住对手的脖子 左手抓住其腰带 不见变地疯狂起来 双臂用力 撕拉一声 对方直接被扯成两半 随后他意犹未尽地说道 还不够 还不够 看台上的观众见状更加疯狂 哈哈 李天雄威武 绝对不能留活口 我看向四周 观众们脸上的表情被我尽收眼底 一群疯子 我忍不住在心中吐槽 随即我淡淡一笑提着刀向擂台走去 林姐用单手托着下巴 饶友兴致地盯着我的背影轻轻说道 我倒是蛮期待她的表现 有一个挑战者向我们走来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场区的 什么等级 陆云泽 东场 二星舞者 我艰难地说出场区名字 毕竟东场容易让人误会 而且我觉得自己也要一点一点地把实力展露出去 毕竟身为一星舞者 却总是能越级杀人实在太夸张了 干脆就当作今天刚刚突破的二星舞者 什么 二星舞者也敢来挑战李天雄 裁判不由的哈哈大笑 看来又是一个被逼上场的选手 周围的观众也发出大笑声 这小子这么年轻就突破二星舞者也是一个天台 可惜啊 天才一般都是早妖的 遇到李天雄 一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李天雄看着我嘲笑道 既然站到了擂台上 那就给你两个选择 留下全尸或者被分尸 听到这话看台上的观众又大笑起来 此刻擂台上 我紧紧握住刀柄 李天雄还在叫嚣 哈哈哈哈 别看你用刀 我赤手空拳就能收拾你 才探见大战即将爆发 急忙跳下擂台 临走时还不忘用话筒大喊道 让我们为这位陆云泽小朋友祈祷吧 希望他死得慢一点 废话真多 我很无语 你说什么 李天雄皱了皱眉 我没有再跟他废话 直接举刀冲杀过去 来吧 李天雄也摆开攻击姿态 看台的观众们更是激情刺涉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袋 只见我的刀在与李天雄擦肩而过时 一对手臂便冲天飞起 伴随着一声惨叫 李天雄痛苦地将身体扭曲起来 他的双臂全部被斩断 顿时血流如注 每个人看到这一幕 只觉得头皮发麻 因为他们根本没看清我的动作 只见到刀光闪烁之间 李天雄的双臂便不翼而飞 此刻失去双臂的李天雄 再也没有之前的嚣张姿态 只听喷的一声 李天雄双膝落下直接跪在地上 哀嚎道 求求你饶了我 我真的不想死 这场面让所有的人都猛了 万万没想到之前 一直不可一世的李天雄 如今居然跪在我面前 要知道几分钟前 对方还在不断地挑衅 事情的转变来得如此之快 我却面无表情地再次举起刀 刷 一刀插进他的脑门之中 李天雄感到一股钻心的疼痛蔓延全身 紧接着身体抽搐一下 便彻底没了动静 叮 恭喜宿主斩杀三星舞者 奖励五十点气血值 下一秒我只感觉一阵暖流 在周身流流转 气血值赫然达到1098 突破1050的智骨 成功突破到六星舞者 不过我则已经早有预料 强行压制住突破时的气息 没有一丝一毫的外泄出去 这时裁判才颤巍巍地走上擂台 宣布道 这次比试是东场的陆云泽获胜 按照规则由他进行守类 一直挑战到半夜12点 当然 如果半个小时之内无人挑战 今天便守类成功 我忍不住问道 竞技场的奖励怎么算 裁判有些意外 林姐之前没有告诉过 陆云泽摇了摇头 我刚成为正式员工不到两天 裁判更加吃惊 幸好已经把话筒放下 不然整个竞技场 都会回荡他的惊讶之声 竞技场的规则如下 只要参加一次 就会奖励500公分 攻类成功的话 会额外奖励1000公分 当然 如果被发现恶意刷公分 会被一起取消比赛资格 我又问道 如果守类呢 裁判回答 守类成功一次是1000公分 联手成功 第两次是2000 第三次是3000 每连胜十次 可以获得不同的奖励 同时登上竞技场的虎榜 虎榜是什么 裁判解释 虎榜是荣誉的象征 会得到公司高层的关注 之前李天雄连胜16场 守类好几天 是虎榜第75名 我有些奇怪 好几天都没有虎榜其余高手挑战 裁判回答 其实是虎榜的流动性太大 而且有等级限制 突破成为五星舞者的话 便不能再参加 只能参加龙榜争夺战 龙榜的比赛 每月一次并不在竞技场举办 我嘴角一抽 原来虎榜是菜鸡护卓 真正的高手都不来 裁判诱到 守类者不能请假 如果第二天没来的话 便自动放弃守类 累积圣场清零 下次再来将会重新变成功类者 我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守类的话当然是累积圣场越高 获得的功分越多 裁判补充一句 不过 一般守类者不会守太长时间 主要是连续好几天不停地战斗 特别容易耗费体力又耽误修炼 所以好多人累积的圣场并不多 我听后却笑了 我可不怕影响修炼 对我而言 杀戮就是最好的修炼方式 与此同时 看台的某个角落中 一个戴着墨镜的中年男子紧握拳头 额头青筋抱起 忍不住破口大骂 东厂这帮蠢货 居然派出一匹黑马把李天雄给杀了 此人正是北厂的主管周连虎 他身边还有另一个长得薛瘦的人 是副主管成青 成青叹了口气 我们培养李天雄耗费不少财力和物力 以为他能多守几天 没想到这么快就输了 周连虎恶狠狠地说道 不行就让那家伙上吧 我本来还想留作杀手锏呢 成青有些犹豫 虎哥要不先等等 毕竟南厂和西厂的人还没有动作 我想他们也不会心甘情愿 看到东厂的人成为守累者 周连虎想了想道 行吧 原来北厂 南厂和西厂一直看东厂不顺眼 主要这些公司的中层领导 都有自己的圈子 林姐刚晋升主管没多久 傲气十足 从来不参加这些主管们的聚会 所以这三场的人 一直想杀莎林姐的锐气 此刻我依然站在擂台上等待挑战者 现在才八点半 距离十二点还很早 看台上的讨论声依然很激烈 话题基本都围绕陆云泽这个心愿 这小子不仅出手快而且狠 东厂这次崛起了 不一定吗 其余三场还有高手呢 确实 之前有好多连胜记录 特别多的虎榜高手 如果派他们上场 一定可以拿下陆云泽 很快人群中就走出来一个 无比强壮的武者 他体型高大宛如铁塔 浑身都是爆炸性的肌肉 光是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压迫 更可怕的是他手中还拎着一对双腹 不知道谁突然大喊一声 这不是虎榜高手潘越吗 全场瞬间沸腾 什么 居然是虎榜高手 终于又有大佬登场了 潘越之前的记录是连胜29场 在虎榜排名第52 潘越和李天雄一样 也是三星舞者 裁判看到又冒出一个虎榜高手 也是眼前一亮 原来是来自北场的潘越 此刻潘越一步步踏上擂台 盯着我冷笑道 刚才李天雄太轻敌 连武技都没施展 你的刀法虽然快 但是只能对付一些弱鸡 马上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手段 我有些无语 其实以我现在的实力 对付整个虎榜都是轻松拿捏 毕竟我的真实境界已经达到六星 只不过现在展现的实力为二星舞者 现在还不知道工厂最强者的实力 还是先低调一点 不能暴露太多实力 我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继续维持二星舞者的状态冷冷地说道 那就来吧 潘越大吼一声气势攀升 三星舞者的恐怖散发而出 他轮动双幅宛如一道旋风攻杀过来 劈天府 武技的名字十分响亮 为黄街中平武技 煞时间他的冲锋使得整个擂台 犹如刮起一道钢风 仿佛要撕裂一切 裁判早就吓得跳了下去 还忍不住吐槽道 这潘越出招太突然了 还好我跑得快 不然也会被波及 潘越的速度越来越快 堪比推土机 漫天都是浮影 但凡沾染一定会被砍得血肉模糊 我面对来势汹汹的双斧 慢慢举起刀 闪电五镰刀 刀身斩下的瞬间 恐怖的刀影被劈砍出来 一共有五道 每一道都犀利无比 砰砰 伴随着两道剧烈的声音 两枚斧子被刀影直接震飞出去 与此同时潘越发出一声惨叫 不 他整个人被剩余三道刀影淹没 鲜血泵射染红擂台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傻眼了 裁判更是目瞪口呆 太恐怖太残忍了 没想到陆云泽这么厉害 他拿着话筒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甚至不敢登上擂台来宣布比赛结果 倒是我对于杀人已经有些麻木 内心没有泛起一丝波澜 叮 恭喜宿主击杀三星舞者 获得气血值58点 看来潘越比李天雄要强一点 不过在大圆满的闪电五镰刀下 对我根本够不成威胁 再加上死亡一刀斩天赋的加持 我的刀法伤害非常可怕 至于看台前方的眼更是睁大眉目 口中难难道 没想到陆云泽的刀法这么厉害 和潘越的武器硬碰硬不仅震飞对方的双斧 还将潘越反杀 这也太强了吧 灵解面色微微凝重道 确实有点离谱 难道大圆满的闪电五镰刀如此强大 就算他见多识广此刻也是一头雾水 只能说我给他带来的震撼一次比一次强烈 其余的观众终于反应过来 那喊声冲天 陆云泽太牛了吧 这次潘越与其正面冲突都败得如此彻底 陆云泽还没有登上虎榜呢 就已经连杀虎榜两大高手 裁判这才颤巍巍的登上擂台 他拿着话筒宣布道 获胜者是来自东厂的陆云泽 下面还有没有挑战者 同一时刻 擂台的另一个角落里 一个本就长相阴狠的中年人 如今脸色更为阴沉 他是南厂的主管薛海云 潘越就这么败了 这个陆云泽到底是什么来路 实力竟然如此强大 身边的副主管方同回答 云哥 陆云泽据说刚来到公司 一个多星期 就是一个杀鸡的猪仔 只不过最近刚刚突破 猪仔 薛海云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公司的业务极其广泛 除了主营的屠仔生意 还有高利贷 而这个高利贷主要就是为了 骗高三的年轻人抓进来当孔利 看来陆云泽就是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 服用那个劣质品的低级觉醒药剂 气血下跌都很严重 可是这么短的时间 他居然突破到了二星五指 薛海云的心思活络起来 不得不承认陆云泽确实是个天才 方桐小心翼翼地问道 云哥 还派场区的虎榜高手来攻打擂台吗 薛海云摇了摇头 算了 今天我们南场已经派过人上场 而这个陆云泽 我看他还没有发挥出多少实力 什么 方桐瞪大双眼 云哥你的意思是 他连杀两个虎榜高手 都没发挥出全部的本领 薛海云分析 如果我刚才没有看错 陆云泽对付潘越时施展的闪电五镰刀 已经达到大圆满的境界 方桐差点尖叫出声 大圆满 他突破舞者的时间不长 才接触武技多久 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达到大圆满 薛海云叹了口气 我之所以判断出来 是因为曾经看过东场的上一任主管 使出大圆满的闪电五镰刀 方桐听后似乎回想到了什么 不禁说道 就是那个老主管 对 薛海云点点头 可惜啊最后败在一个女人身上 方桐有些义愤填膺 这个灵结只会耍阴谋诡计 真打起来的话 那就让西场的人来探探这个少年的身体吧 与北场主管周连虎相比 薛海云显得更加冷静 并不会被情绪冲昏头脑 由于一直等不到挑战者 裁判对着话筒说道 还有15分钟 如果一直没有人登台 那么我就宣布今晚的擂台挑战结束 这时人群中又站出一个人 只不过他浑身颤抖 脸上带着极大的恐惧 方桐见状有些无语 妈的 又是一个被逼上场的 西场那个老鹰笔 真是不舍得让自家的虎保高手送死 薛海云扫了一眼看开 西场那小子没来黑黑 又是远程发号失令 有点意思 方桐哑口无言 西场的主管非常年轻 比林杰早一年上任 手段更加恐怖 在他的统领下西场培养出的高手越来越多 堪称四个场区中最强 薛海云曾经和方桐分析 不出三年西场的主管可能会被调去公司总部 到那时候对方就是真正的地位超然 很快那名舞者便已经走上擂台 裁判看他这副摔样忍不住说道 你都吓成这样了要不还是下去吧 对方欲哭无泪地说道 我要是回去下场会更惨 一时间就连鹅都不免泛起同情之心 裁判只能按照流程说道 请选手自报姓名 场区和境界 我叫宋志远 来自西场 境界是一星舞者 对方哆哆嗦嗦地回答 我打量起宋志远 这个男子看起来二十六七的年纪 浓眉大眼 身材高大 只不过双目有些呆滞 有点像前世某个电影里的大小春 大哥 求你一会儿高抬贵手留我一条贱命 宋志远哀求道 我问道 你犯了什么错误 宋志远似乎有些羞于其耻 犹豫半天才缓缓说道 逃跑 什么 听到此话额微微一愣 裁判也惊呆了 全场观众的嘴同时一致 仿佛都陷入一种古怪的禁言魔咒 扮赏才有人喊道 咱们公司待遇和福利这么好 居然还想逃跑 打死他 紧接着又传来附和的声音 打死他 打死他 下时间整个竞技场都被同一句话包裹 我一言不乏 只是盯着宋志远 而对方也感到无边的恐惧 身体颤抖得更加厉害 但是口中却直言 你你动手吧 我好奇地低声问 你为什么想逃跑 宋志远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回答 要是我说 不自由无宁死 你信吗 好 我突然高喝一声 像你这样犯了弥天大错之人 根本不配让我出刀 下一刻我将手中的刀用力插在地上 当刀锋陷入地面 而刀身由于惯性不断地摇晃 可以想象我刚才的力道有多么大 宋志远有些心惊 紧张地咽了下口水 去死吧 我一拳狠狠打出来 拳头摩擦空气 发出痴痴的声音 宋志远面色苍白 下意识地举臂格挡 然而我的拳头太凶猛 只听砰砰两声 宋志远的双臂被砸断 整个人倒飞出去 狠狠地摔落在擂台之外 他艰难地想要半座而起 但是胸口异常疼痛 扑 呕出一大片血之后 他直接晕死过去 没想到战斗眨眼间便结束 观众却觉得有些不过瘾 宋志远这小子真是命大 居然没死 看来陆云泽也有失手的时候 哎 要是用刀就好了 可能是陆云泽觉得用刀 解决宋志远是便宜了对方 而擂台之上 我看见宋志远只是晕过去后 内心松了口气 但脸上却浮现懊恼之色 恨恨地倒 居然没死 下次还得用刀 看来我不擅长拳脚功夫 听到此话 其余观众神色微微一变 对方用刀的残暴画面 还历历在目 裁判走过来宣布道 获胜者是来自东厂的陆云泽 下面还有没有挑战者 本来还有一些 要赚公分的选手跃跃欲试 但回想起陆云泽刚才的话 却吓得止住脚步 他用拳脚的话 打不过还能活命 如果用刀百分百会被砍死 现在我给大家的印象 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砍头 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 由于一直没有人上台挑战 所以裁判宣告 今天的擂台赛结束 我作为手类之人 居然只打了两场 也是十分罕见 主要是我出手太狠 确实把这群人唬住了 等我回到看台后抱怨道 灵姐 我战斗的手段太少 赤手空拳 连一个一星舞者都打不死 你是不是应该再给我整几本武技 灵姐瞬间哑口无言 本来她还想指责对方几句 为什么明明用刀 就能解决的人却偏偏用拳头 但现在却被我抢先一步责问 搞得好像全是她的不错 贪多嚼不烂 灵姐只能这么回应 我又到 可我已经把闪电五镰刀 修炼到圆满境界 还怎么更进一步 灵姐终于忍不住靠了一声 你当武技是菜市场上的大白菜 是想弄就能弄来的吗 我却不慌不忙 淡定地说道 我刚才可是为东场赚足了牌面 灵姐再次沉默 对方说的话没错 如今东场被其余三场联合针对 小日子本来就不好 现在终于诞生一个能打的小天才 确实应该好好培养 灵姐似乎下定某种决心 缓缓说道 明晚擂台赛结束 我帮你找一个老师 专门传授你刀法 刀法 我无语 就不能教我一些拳脚上的武技吗 你在刀法上有天资 就要坚持走这条路 听我的 灵姐又补充一句 我点点头 那好吧 其实对于学习其余种类的武技 我也没什么信心 毕竟刀法进步这么快 全是靠死亡一刀斩的天赋 这天赋实在逆天 直接提升我自身对于刀法的悟性 我穿越来到高五世界的第一件事 不是在修炼 而是拿着一把杀猪刀 在养鸡场杀鸡 只因前身为了笑花柳如烟成为觉醒者 卖掉了父母留下的房子 给他购买了一瓶高级觉醒料金 然而当柳如烟成为强悍的觉醒者后 却开始嫌弃前身实力太弱 结果前身在柳如烟的建议下 办理了药剂袋 购买了一瓶低级觉醒料金喝下 结果就是觉醒失败 还不起药剂袋被抓去黑场打罗斯 然而当我举起杀猪刀挥向小记载时 却意外发现自己的气血值增加了一点 此时我在灵解答应会给我找一个刀法老师后 便以今晚想放松一下的名义与他们分开 毕竟我现在已经和东场同气连织 在离开了决斗场后 我先是环顾四周 附近全是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 然后再确认了一个地方后 静止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那一瞬间 我有一种重新回到前世的错觉 帅哥过来玩会儿 有女人在招手 我侧头看过去 只见这女人衣衫蓝褶 由于长期吃不饱 已经受得有些脱象 我没理她转身向另一处房子走去 门口站着一个有些风鱼的年轻姑娘 她看到我过来忐忑地说道 我可不便宜 我笑道 就这里吧 年轻姑娘受宠若惊急忙说道 好的 尊敬的舞者大人 砰的一声 门被关上 我和年轻姑娘已经走进去 年轻姑娘紧张地说道 舞者大人你先坐 她说完把手放在自己的衣服上便要脱去 我见状急忙让她停下 并跟她说自己约了人在这见面 年轻姑娘这才恍然大悟 然后有些尴尬地退到一边 没过多久 一个熟悉的人引从外面走进来 来人正是之前被我从擂台打飞的宋志远 宋志远进来后竟然直接跪下 只听她感激涕零地说道 拜见恩公 那女人被对方的动作吓了一跳 我扶起宋志远道 快快请起 当时打断你的双臂也是迫不得已之举 宋志远却笑道 没关系 我是舞者 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如初 没想到恩公对力量的掌控如此精妙 我看在场没人怀疑你留情 我哈哈笑道 你的演技也不错 原来当初在擂台上 宋志远在我问他为什么逃跑时 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 告诉我回头到这个地方等他 我闪电班的分析之后选择赌一把 便陪对方演了一出戏 因为我也很渴望自由 宋志远介绍道 路哥 这是我的班长杨小芳 我们当初是一起被抓来的 我安排他在这里纯粹是掩人耳目 不然只能去干杀鸡的苦力 我点点头 看来他们同学的感情不错 想讲你逃跑的事吧 我对这个最感兴趣 宋志远点点头将事情的经过 巍巍到来 原来他自从几年前突破到舞者 就开始一直谋划如何逃离 成为正式员工之后 宋志远拥有自己的宿舍 他想到的唯一办法便是挖地洞 只可惜挖了几年却搞错方向 直接挖到西厂主管的卧室下面 接下来的事便是被主管抓个正着 本来是要被当即处死 不过西厂主管自从上任之后 从来没有弄死过手下 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宋志远便被安排到竞技场打擂台 如果遇到像李天雄这样的人 那和被判的死刑没什么区别 而我听到这一系列的事也有些惊恶 挖地洞 这不是现实版的越狱吗 也太玄化了 没想到身边还真有人做 我心中直呼着宋志远绝逼是个人才 这时宋志远接着说道 路哥 你之所以没杀死我 愿意在这里相见是不是也想逃出去 我顿时沉默 说实话两人刚认识没多久 相互之间并不了解 我也怕说错话被宋志远抓住把柄 我还有逃离的办法 宋志远见我不说话 又补充一句 我有些吃惊 耐着性子问道 说说看 一个小时后 我表面平静地从那个房间走出 但内心早就翻江倒海 宋志远说的逃跑方案确实可行 不是挖洞那种笨方法 而是一种更适合我的新手 但前提是我要在下周到来之前进入古堡 才有资格实施这个方案 接着我回到自己的宿舍倒头便睡 第二天我照常去杀鸡 干到傍晚的时候 气血值增加了200米 等级顺利突破到七星五指 这升级的速度也太快 我暗暗心醒 以前老是藏着掖着不敢杀太多 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五指 不多杀点反而不正常 可惜每天每个车间的机数量有限 我更不可能去帮别的组杀鸡 试出反常必有妖 我可不想引起有心人的注意 慢慢来 这么稳定的气血来源不多 我召唤出面板 姓名 陆云泽 静剑 七星五指 功法 基本修炼法三层 武技 闪电五镰刀圆满 天赋 无限杀戮 SSS级 死亡一刀斩S级 气血值 13561600 综合评价 现在的你在武者阶段 比上不足比下勇 和灵姐对战的话 会被对方一整拍死 终于我发现 平价的参照物又坏了 没想到灵姐的实力居然这么强 哪怕我突破到七星五者 在对方面前 依然连一招都挡不住 不过既然参照物 已经换成灵姐 说明我隐隐有了追赶的趋势 继续努力 吃过晚饭 我如约来到竞技场 看到我到来 灵姐笑道 今晚也要好好加油 争取进入虎榜 我淡淡一笑 我进入虎榜的话 你给我什么好处 灵姐瞬间无语 你为我办事 为什么总想得要好 身为我的助理 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我嘿嘿一笑 我只是你的助理 又不是你的男朋友 灵姐一听瞬间来了精神 眨了眨眼柔声道 如果你想当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 拉倒吧 我撇下这句话之后 直接走上擂台 只留下灵姐在原地一脸猛逼 此刻全场观众看到我 出场不由的兴奋起来 擂台上 裁判看到我后也有些激动 陆云泽你终于来了 现在我宣布 挑战擂主正式开始 谁上台来和陆云泽较量一下 观众们也都激动的怂恿起来 希望有高手出战 不过他们喊得喉咙都冒烟了 也不见全场有人站起身来 裁判有些无语 难道今天晚上的擂台比赛 就这么结束了吗 现在开始计时 如果半个小时之内 还没有人上台就宣布结束 没过多久 就有一个人颤颤巍巍的走上擂台 裁判见状不由的大喜道 报上姓名 场区和境界 对方有些胆怯的回答 我叫孟轩 来自北场 是一心无者 话音刚落周围的观众 就不禁大笑起来 又是一个被迫上场的 和昨天宋志远的情况一模一样 宋志远没被击杀完全是侥幸 我觉得陆云泽这次肯定下狠手 不会给对方第二次机会 孟轩死定了 看台上 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 看死人的目光看着孟轩 陆大哥 一会儿能不能饶我一条狗命 孟轩哀求道 裁判无语 别求了 马上开始打吧 观众们喜欢看精彩的 最好见点心 说完他就走下台去 此刻我看向孟轩 脑海中又回忆起 宋志远昨天说过的逃跑技 接着我抬起一只手 五指并拢紧握成拳 狠狠地轰杀出去 孟轩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只是被击中的一瞬间 本能地惨叫一声 我的妈呀 下一刻 他就直接被砸到擂台之外 砰的一声 身体摔落在地 然后整个人晕了过去 速度之快 所有人都没有看清 十秒钟之后 才有人惊呼起来 这就结束了 陆云泽为什么没用刀划 孟轩这次捡了一条命 陆云泽为什么不杀人 我听到这些问题 淡淡地说道 就这种菜鸡 一点也无法激发 我杀人的欲望 众人听后瞬间语塞 什么时候菜都能成为活命的灵 接下来南场的薛海云 也派出一名犯了错误的一心无止 同样被我一掌轰下擂台 你们其他场区的人 如果派人上场就大得方方 老整一些菜狗有什么意思 我挑衅地说道 南场的副主管方同有些无语 转身向薛海云说道 云哥 要不要派高手出场 薛海云摇了摇头 昨天我们已经损失攀岳 今天就不让高手上场了 看看西场的家伙怎么安排吧 他昨天就消极应付比赛 如果今天还那样做的话 就有些说不过去 毕竟竞技场是四大场区联合组织的 不能光让南北场出血 果然如薛海云所料 西场真的派出一名高手 实力为四星五指 名叫几长青 此刻看到几长青出场 所有观众都异常地抗目 我的天 西场的高手终于来了 他是谁 这是虎榜第十二名的高手 已经连胜四十九场 而且他是四星五指 比陆云泽要高两个小境界 一定可以轻松碾压 看来陆云泽的手类之旅今晚就要结束 几长青长得并不高大 甚至可以撑得上有些矮险 估计在一米六五左右 只是身上隐隐带着一丝杀气 他的武器是一根合金铁棍 此刻全场的目光都汇聚在擂台之上 几长青看向我嘴角微微扬起 我听说你在刀法上有一定的天赋 不过你的境界太低 这一战注定是你失败 我笑了笑 还没打过怎么就知道 境界有时候并不代表一切 几长青微微一愣 接着眼路凶光嘲笑道 你说的没错 境界不能代表一切 但是在我这里 境界高就是能欺负你 只见几长青双手持棍施展出武器 降龙棍 他一棍踢出 煞时间漫天都是恐怖的棍影 我见状笑道 你这武器修炼的境界挺高 几长青冷亨 确实已经达到小城的境界 受死吧 在他的手臂轮动之下 无数棍影狠狠地抽打过来 若是被击中估计身体会崩溃 毕竟四星舞者的力量已经达到四千公斤 下一秒 只见我再次施展出大圆满的闪电五连刀 五道刀影斩出劈在棍影之上 煞时间粉碎所有的棍影 同时将几长青的铁棍震飞出去 什么情况 几长青的双手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下一秒铁棍便不翼而飞 他傻眼了 从来没见过这么快的刀法 下一刻鹅的刀又迎了过来 看到我杀气腾腾的样子 几长青心中暗呼一声 我命休矣 然而接下来我只是用刀面拍在对方的肩膀上 几长青感觉一股恐怖的力量由上至下 直接将他拍倒在地 砰的一声 倒地后的几长青感觉浑身疼痛 颤巍巍地说道 你的力量怎么这么大 我淡定地回答 我有刀法的加持 力量怎么会小 其实是因为我拥有天赋死亡一刀斩 每次出刀力量都会放大五倍的原因 几长青有些不理解 你为什么不杀我 我反问 我为什么要杀你 只是比武较量 又不是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听到这话几长青有些吃惊 他缓缓爬起来 众人见到这一幕以为对方还要打 可几长青却深深地鞠了一躬 表情真挚地说道 我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说完他走到一旁 捡起地上的铁棍默默走下擂台 裁判有些激动地跑上来高升道 获胜者是来自东厂的陆云子 他击败了几长青 全厂瞬间沸腾 一个小时之后 我依然屹立在擂台之上 刚才我又一连打败四个虎榜高手 都是三星舞者 分别来自南厂和北厂 如今我已经连胜九厂 仅仅差一厂就能登上虎榜 不过等了半天还是无人挑战 那三个厂区似乎商量好了一样 谁也没有派人出场 我有些无语 还真是好事多么 裁判也大声道 没有人挑战了吗 马上计时就结束了 很快 今晚的擂台赛宣布结束 我来到林姐跟前 准备向她请假出去逛逛室 林姐白了我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还有重要的事呢 今晚先别逛了 我顿时来了兴趣 好奇地问道 还有什么事 难道你真想让我当你男朋友 林姐听到这话气得直翻白眼 翠道 你想得美 你忘了我说过要给你找老师吗 我这才想起来 一拍脑门说道 哎呀 年纪大的记性就是不好 很快三人一路来到林姐的别墅 别墅一层的隐秘角落里 竟然还有一个地下室 这次的铁门比之前的那个更加坚固 看起来简直是牢不可破 林姐对耳说道 你先回去吧 有人点点头直接告退 接着林姐将门锁打开 我有些奇怪地问道 这是干嘛 难道我要在这里接受老师的指导 林姐懒得解释 进去就知道了 说着便推开地下室的门 一股发霉的味道从里面扩散出来 你确定老师会住在这种地方 我捂着鼻子嫌弃地说道 这里的环境比史真祥 他们住得还差 林姐瞪了我一眼低声说 你就不能学学影 少问点不该问的问题 我淡淡一笑 我这不是好奇吗 林姐意味深长的冷笑 好奇心害死猫 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两人走进地下室 昏暗的光线中 我隐约看见对面的墙壁上 似乎有道人影晃动 林姐啪得一声打开灯 煞事间整个地下室亮如白昼 我定睛一看 对面果然坐着一个人 那人一头花白胡子 衣衫破就不堪 看起来就像个落魄的流浪老头 更惊人的是 他的双腿和手臂 都被粗大的镣铐紧锁 镣铐与锁链相连 锁链的另一头 深深地嵌在墙壁里 我惊得瞪大眼睛 心想这哪里是普通的囚犯 史真祥那仨人都没被锁着 这是重刑犯吧 那老者似乎很久 没见过这么亮的光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缓过神来 慢慢抬起眼皮 露出一对浑浊的眼珠 灵姐见状笑盈盈的道 师父您醒啊 老者却一言不发 看起来就像一个行将救目之人 气息微弱的几乎感觉不到 灵姐见对方不搭理 自己也不气馁 继续笑道 我这次给您带来一个好瞄子 他在刀法上很有天赋 您看看能不能教导他一下 老者终于缓缓开口 声音无比嘶哑 教导 我可不想再交出一个 像你这样的徒弟 灵姐听了也不生气 反而笑着说道 师父 您整天待在这种地方 也挺无聊的吧 我给您找个徒弟姐姐妹 这不是好事吗 我听到这番对话 心中大概猜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暗暗吐槽 这老人家被关在这里 还不是你害的 老者听完灵姐的话 又沉默下来 估计心里也是气得够强 灵姐却不管这些继续劝说 师父您看这个少年 他的闪电五镰刀 已经修炼到大圆满的境界 这样的天资 难道还不值得您亲自教导吗 像两颗明亮的星星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感觉就像被X光扫了个遍 从头发撕到脚趾头 似乎什么秘密都被看得一清二楚 顿时心中掀起滔天骇浪 灵姐目睹后嘴角一扬 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师徒俩了 说完他转身就走 还特意将地下室的门给锁得严严实实 此刻屋里就剩下我和这位老者 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诡异 就像两个初次见面的相亲对象 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是老者先开口 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回师傅 我叫陆云泽 我很老实地回答 别叫我师傅 我可不想收什么徒弟 老者没好气地说道 那叫老师 我试探着问 老师也不行 我的名字是胡涂涂 你叫我胡老吧 老者叹了口气 看来收徒这件事 给他留下不小的心理阴影 胡涂涂 你老人家确定这名字是认真的 我差点没绷住笑出声 我努力别笑 公公静静静俱了个公说道 接下来还要麻烦胡老知道一下 胡涂涂点点头道 你把闪电五镰刀施展一遍 我随即手持长刀开始展示 只见我长刀舞动 如同闪电一般 看得人眼花缭乱 下一刻一刀劈出 煞内间 五道刀影呼啸而出 砰砰砰 地板被刮出一道道浅浅的痕迹 我有些无语 这地面也太结实了 刀都砍不动 胡涂涂则是一脸震惊 宛如看怪物似的 口中难难 你之前学过刀法吗 还是来自哪个刀法师家 胡涂涂则是一脸震惊 宛如看怪物似的 口中难难 你 你之前学过刀法吗 还是来自哪个刀法师家 陆云泽摇了摇头 解释 胡老 你别开玩笑了 我就是刚被抓进来 十天的小猪仔 听到这话 胡涂涂静地 直接从地上跳起来 身上的锁链 哗啦啦地响 什么 你才被抓进来十天 这怎么可能 陆云泽健壮 也不隐瞒 将自己的遭遇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毕竟 他如今在东场 会和胡老说一些关于他的事 索性大大方方的交代 还显得有诚意 胡涂涂听完 叹了口气 哎 你的经历在咱们这地方 也见怪不怪了 还有你报仇的事 还是放下吧 想离开工厂是不可能的 陆云泽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然而 胡涂涂的目光 却再次落在他身上 眸光闪烁起来 不过 我很好奇 你被抓进来时 连舞者都不是 怎么过了十天 就已经是七星舞者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什么 陆云泽听到这话 心里咯噔一下 暗道不妙 字已明明一直隐藏得很好 七星舞者的气息 也没有外显 平时展现出来的 都是二星舞者的实力 怎么会被这胡老一眼 就看出来了 他心中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 甚至有一种 想把对方面口的冲动 似乎看到对方被吓住 糊涂涂黑黑一笑 在舞者阶段 如果不施展力量的话 别人很难看出你的境界 除非去咽气血 可我和别人不一样 我是舞者之上 舞师 什么 听到这话 陆云泽更加惊讶 万万没想到 糊涂涂的境界这么高 竟然是更为强大的舞师 他如今被人洞穿秘密 便善善一笑 胡老 像我这种伪装 瞒不过所有的舞师吗 你们的感知如此强大 谁料 糊涂涂却摇了摇头 飞也飞也 舞师的感知力 虽然强大 但是没有强大到 那么变态的程度 顶多能感受到 你气血充盈 肯定不是低星舞者 但具体什么境界 也无法准确地判断出来 我之所以知道 你是七星舞者 那是因为我有一种特殊的天赋 天赋 陆云泽有些疑惑 但随即反应过来 你是觉醒者 糊涂涂回答 对 我觉醒的天赋 叫探查之眼 探查之眼 陆云泽眼睛一亮 这听起来像是个了不起的天赋 糊涂涂继续道 不过 我这天赋只是一级 只能看到 比我境界低的人的具体修为 原来如此 陆云泽点了点头 还以为这个天赋很厉害呢 但是一想到 只能看到比自己境界差的 貌似也没什么用处 对方比你实力差 本来就打不过你 所以持有这个天赋 更适合当考官 但是危机时刻还没有解除 现在胡老肯定怀疑自己身上有秘密 陆云泽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起来 孩子 别担心那么多 糊涂涂突然开口道 每一个天才都有秘密 这些不必向外人透露 如果被有心人知道 会对你造成危险 陆云泽心里一暖 胡老的话 让他感到一丝安慰 他苦笑道 胡老 其实 我也怕被别人知道 已经是七星五者 万一被人抓去研究怎么办 胡涂涂闻言 哈哈大笑 你这孩子 真是杞人忧天 虽然你不说 你升级快的原因 但我也能猜到 你肯定是觉醒了某种天赋 觉醒者 本来就比普通人升级快 这是常识 你根本不用担心 陆云泽顿时眼前一亮 对啊 他怎么没想到这个借口呢 胡老已经帮他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只需要顺水推舟就行 于是 陆云泽赶紧说道 胡老 其实我就是觉醒者 觉醒的天赋 是C级天赋 刀法精通 胡涂涂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如此 怪不得 你刀法如此精湛 原来是有天赋加成 陆云泽心里暗息 没想到自己随口边的一个理由 竟然这么顺利地被接受 看来 他以后得多用这种方法 来应对各种情况才行 然而 胡涂涂的脸上 又浮现出一丝困惑 不过 你这小子 不是服用低阶觉醒药剂之后 觉醒失败了吗 怎么 突然又诞生出天赋 陆云泽又胡周到 我的天赋觉醒比较迟钝 就像那蜗牛爬树 慢得要命 服下药剂后 过了好久 才终于冒出点动静 胡涂涂听后 摸了摸下巴 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这种情况 以前也有过 不过像你这样 倒也算是奇迹 C级天赋啊 要是公司的人知道 你小子这么有潜力 估计得把你当宝贝供起来 陆云泽顿时汗颜 胡老 我只想低调点 不想太张扬 谁料 胡涂涂哼了一声 你这小子 性格真不像我 话音刚落 他似乎又想起什么 突然变得颓废起来 哎 想当年 我就是太高调 结果被那个逆途算计 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 陆云泽十分好奇 灵姐到底是透过什么手段 将胡老囚禁在这里的 按理说 对方可是武师 多么强大的存在 不过胡老肯定觉得 这是非常丢脸的事 不会讲出来 行了 不提这些往事 我气血衰败的厉害 现在的境界 早就跌到武师之下 也无多 临死前能亲眼看见 一个天才的崛起 也很有成就感 胡涂涂说话的同时 表情也变得和蔼起来 陆云泽前世 就明白一个道理 很多功成名就的大佬 不缺钱 不缺权 但是 如果他们看到 自己栽培的小辈 不断地成长 也会感到无比满足 所以玄幻小说中 那么多宗门老祖会 不遗余力地培养晚辈 胡涂涂道 这段时间 你就待在这里 我传授你一套武技 奔雷刀法 陆云泽有些尴尬地说道 胡老 我白天要杀鸡 晚上还要打类台赛 只有半夜 才能来你这里学习 胡涂涂一听 忍不住骂道 靠 你小才挺忙 怎么把杀鸡的活都揽过来了 光是半夜学习 你能学个毛线 陆云泽立刻乖巧地说道 我一定会挤出时间 多多练习 胡涂涂很无语地说道 这样吧 我今晚先传授 你奔雷刀法的第一招 看看你能领悟多少 陆云泽顿时静下心来 也是我的成名绝技 第一招 雷无拒 看好了 胡涂涂拿着陆云泽 递过来的合金刀 开始慢慢地施展起来 不过 有镣铐和锁链的束缚 他做出动作非常吃力 雷无拒 虽然只是一招 但是却包含十八刀 一刀比一刀快 要求这十八刀 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砍完 胡涂涂虽然气血衰败 但是无起刀来 也是虎虎生风 空气中刀影缭乱 响彻奔雷之声 看起来气势十足 轰的一声 当胡涂涂的十八刀砍完 地板直接被他 劈出一道深深的沟壑 比陆云泽施展的 闪电五连刀威力强太多 怎么样 厉害不 胡涂涂见对方沉默 以为被他的风采吓住 心中有些得意 随即 他又不禁自嘲起来 唉 我这个老头子 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待久了 心态怎么变得这么幼稚 陆云泽回答 胡老 你的刀法非常灵力 要我说 并不是刀法本身的品阶高 而是你对刀法的造诣更高深 听到这不留痕迹的马屁声 胡涂涂立刻变得高兴起来 甚至多说了几句惊艳之谈 这一招虽然包含十八刀 但是这十八刀 也可以看成是一次施展出来 如果够快的话 相当于瞬间批出十八刀 威力肯定不弱 你一会儿先练习一下吧 他把刀还给陆云泽 接着又重新坐在墙角 表情疲惫 开始变得昏昏欲睡 毕竟陪人练刀 开始赵猫画虎地演绎起来 第一遍 第二遍 第三遍 砰的一声 地面出现一个巨大的沟壑 陆云泽激动地说道 胡老 我成了 什么 本来糊涂涂都快睡着了 看到这一幕 直接傻眼 我靠 他吓得直接站起来 扫了一眼地面上的刀痕 惊呼道 你打出来的效果 居然不比我的差 这怎么可能 陆云泽心中暗道 我的死亡一刀斩天赋 可是有对刀法的加成 威力自然不会弱 但他还是开口道 是胡老你教得好 胡图图却有些怀疑 你确定你之前没练过奔雷刀法 陆云泽苦笑道 我是来到公司之后 才突破到五者 之前怎么可能学过五级 胡图图这才从震撼中反应过来 口中难难 你他那样的 真是一个天才 陆云泽又道 胡老 那么 接下来再教 我奔雷刀法的第二招吧 看对方迫不及待的样子 不知道为何 胡图图就觉得气不打一出来 他大手一挥 刚学会第一招 就开始骄傲自大 赶紧回去多加练习 明天 我再教你第二招 我看你刚才那一击 也是偶然成功 别在下次施展的时候 直接使不出来 滚滚滚 说完 胡图图又坐回墙角 闭上眼睛 不再理睬陆云泽 砰的一声 胡图图睁开眼 瞬间猛逼 因为地面上 又多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比之前陆云泽第一次造成的 还要严重 只听陆云泽笑道 胡老 你看我第二次也能施展成功 并不是偶然 而是我真的掌握了 嗓子喊道 快滚 陆云泽轻轻一笑 跑到门口 用力敲了几下门 很快 林姐便降门开启 看到陆云泽站在门口 有些好奇地问道 怎么 师父没教你吗 陆云泽回答 教了 而且教得非常棒 林姐忍不住 看向墙角的胡图图 笑一凝地说道 师父 辛苦你老人家了 我给你找的这个苗子不错吧 滚犊子 胡图图猛地睁开眼睛 大声吼道 林姐也没想到 对方生这么大的气 她不仅没有休闹 反而笑眯眯地说道 那我就不打扰师父 您老人家了 早点休闲 碰 重新锁上门后 林姐有些奇怪地 对陆云泽问道 你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了 把我师父记成那个德行 陆云泽很无辜地说道 没干什么 就是在他面前砍两刀罢了 林姐点点头 嗯 看到他对你这么有意见 我就放心了 为什么 林姐笑嘻嘻地说道 我怕他把你交成之后 再反过来对付我 虽然他笑起来很好看 但是陆云泽却觉得 心中咯噔一下 似乎有不好的预感 接下来 林姐却伸出手 捏了捏他的脸蛋 不过 我觉得 你是我的助理 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 不会帮他来对付我吧 陆云泽有些紧张 但表情 还是十分淡定 甚至调侃道 你当我是傻子吗 会帮一个囚禁的老头子 来对付我领导 再说了 你长得这么漂亮 万一我有机会成为你男朋友呢 听到对方的话 林姐的眼睛 都快笑成月牙 把嘴凑过来 声音甜地地说道 还是你会说话 看对方离自己这么近 陆云泽的厚脸皮 又要发挥出来 不过 他强忍住自己的小头 知道眼前这个女人 是变态杀人魔 所以一定要忍耐 那我就先回去了 陆云泽扛起合金刀 便要离开 林姐娇媚地说道 怎么这么着急走 陆云泽转身 笑了笑 你还要我事情 林姐的脸 瞬间变得通红 娇称道 快走快走 陆云泽哈哈一笑 离开别墅 回到宿舍之后 她又开始 一刀一刀地练习起来 不得不说 玄阶武技就是强大 而且 奔雷刀法 还是玄阶武技中 最顶尖的存在 品阶达到极品 但她这宿舍的地板质量 明显不如囚禁胡老的地下室 被劈砍出一刀又一刀的刮痕 这时 陆云泽看向宿舍的铁门 突发奇想 之前我觉得 自已无法破门而出 但是现在 我掌握奔雷刀法 第一招雷无拒 试试能不能劈开这道门 陆云泽是实干家 有了想法 就要马上实施 对准铁门 直接劈砍下去 十八刀狂涌而出 连绵不绝 最后汇聚成一招 轰的一声 大铁门瞬间被冻穿 响声在整个楼道里回荡 怎么回事 周围站党的打手都吓梦了 急忙跑过来一探究竟 结果 却看到破损的大铁门 以及门后站立的陆云泽 陆哥 出什么事了 其中一个打手问道 现在陆云泽在东厂的地位很高 几乎所有员工都认识他 反而是那些被抓来的可怜学生 知道他的寥寥无几 陆云泽淡淡一笑 没事 我只是在修炼武技 打扰到大家了 什么 修炼武技 居然能把这么厚的铁门打穿 所有打手都吓了一跳 不愧是陆哥 就是牛逼 大家称赞不已 深更半夜 陆云泽也不想引起什么骚乱 便遣散众人 重新回到屋里睡觉 只不过那扇铁门 有了一个大窟窿 半夜会漏风 第二天 陆云泽照常杀鸡 傍晚的时候 气血值达到156 反斜杠1600 很快又能突破 接着 陆云泽前往竞技场 就差最后一场 我就能进入虎榜 据他所知 虎榜并没有数量的限制 不存在取钱100名之类的说法 只要能连胜10场 便可以成为虎榜的成员 这样 陆云泽就能施展宋志远提出的计划 想到未来有很大几率 能逃离这个鬼地方 他的心情隐隐有些激动 不过在此之前 必须要进入虎榜才行 不然一切都白打 此刻 竞技场之中 北场的主管周连虎 问向旁边的副主管成青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成青回答 虎哥放心 都已经安排妥当 周连虎的嘴角 挂着一道残忍的笑容 今天不仅要终结陆云泽的连胜 更要让他在擂台上丢掉性命 成青点了点头 我看东场那帮人 这几天有些嘚瑟 必须给他们沉重的打击 没多久 陆云泽便出现在擂台上 裁判刚要介绍 突然感觉不对劲 不由地问道 你是不是突破了 陆云泽笑道 对 我现在已经是三星舞者 昨晚听了胡老的一番话 他觉得不要太低调 还是一点一点的 把实力录出来比较好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是个天才 此刻 陆云泽的话 引起全场的轰动 我靠 陆云泽已经成为三星舞者 这速度也太快了 他是怎么修炼的 肯定是这几天赚够公分 买了很多汽血单 陆云泽现在肯定更加强大 估计实力已经是胡绑第一 不好说 胡绑的前几名 目前都没有出来挑战 我就不幸其余三场 会让东场的人 一直这么嚣张下去 与此同时 前排那个熟悉的座位上 林姐两条长腿 交叉地坐在那里 竟显优雅的姿态 叶尔则恭恭敬敬地坐在他旁边 依然是面无表情 只不过听到陆云泽 突破到三星舞者的时候 他微微有些惊愕 陆云泽突破得这么快 林姐露出一丝耐人寻味的笑容 我现在怀疑他和你一样 叶尔的美眸瞪大 难道他也成为 林姐笑了笑 对 我觉得 他也成为了觉醒者 不然突破速度不会这么快 叶尔点了点头 他是在服用低阶觉醒药剂之后 过了一个多月 才成为觉醒者 不过那时候 自已 已经被抓到公司 幸好觉醒天赋 被林姐留在身边当助理 不然叶尔的命运 一定和那些凄惨的女人一样 生不如死 要是我的天赋早一点觉醒 就能在官方注册 每月有政府补贴 这样的话 就不愁贷款还不上了 叶尔经常暗自懊恼这件事情 幸好林姐对她还不错 这让叶尔 在这囚龙之中 感到一丝丝的慰藉 每一个办理药剂代的学生 家庭条件都很差 之所以想成为觉醒者 也是为了搏一搏 希望单车变摩托 但结果往往以失败告终 林姐轻笑 先是有你 现在有陆云泽 看来 我们公司的这种劣质药剂 还是有一点点作用 叶尔配合地点点头 此刻 全场的目光 都汇聚在陆云泽的身上 展露出三星舞者的他 现在气势更加强大 裁判更是忍不住激动地说道 现在陆云泽变得更强大 难道真的没有人来挑战吗 你们都怕了吗 那些虎榜高手呢 他开始用语言煽动气氛 观众们也很激动 虎榜高手呢 赶紧来几个教训一下陆云泽 不要让他一家独大 就是 三个大厂都派不出一个高手 这也太难看了 唉 被陆云泽骑在头上 还要看他在你们头上拉屎 卧槽 你这是什么比喻 不过很有道理 而沙马特和燕南 也在人群之中 燕南 你要不要上场去挑战一下 沙马特提议 喂 我现在 已经是五星舞者 进入龙榜之中 竞技场规定 龙榜舞者不能参与擂台赛 难道你忘了 燕南很无语地说道 沙马特切了一声 你升级太慢 我早把这事忘了 龙榜的排行与较量 并不在竞技场内举行 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每个月安排一次 而且活动赛事相当隆重 十分浩大 就在这时 人群中终于站出一道人影 对方长得十分鲜瘦 穿着一袭黑色的景深连体衣 犹如古代的夜行衣 就连脸上都戴着一个口罩 不过 从发型和恶娜的身材能判断出 对方是个女人 尤其是那双眼睛 长得很动人 但却流露出一股冷意 慕容宁兵 她开始还在看台上缓步的前行 片刻后就加快速度 几个纵跳之间就跃上擂台 众人被对方针一手灵活的身法惊带 纷纷喊起来 好快的速度 光是看速度 对方的应该实力不差 这是哪个厂区的小姐姐 看着身材不错 咱们公司的舞者小姐姐太少 劝你不要惦记 能成为舞者的女人 都是狠人 在场好多人都不认识此女 包括裁判在内 这位女士看起来很面生 先自报一下家门 裁判说道 那女子冷冰冰地说道 慕容宁兵 来自北厂 四星舞者 什么 裁判有些忙 四星舞者 实力这么高 你居然一次没参加过竞技场的擂台赛 他在这里待了十年 见过不少舞者 对方实力这么强 如果参加的话 裁判肯定有印象 而四星舞者这句话 传入到观众耳畔 看台立刻炸了 北厂什么时候 又蹦出一个四星舞者 最近的高手 还真是层出不穷 高手对决才有意思 五十公分的门票花得值 周连虎咧嘴笑道 慕容宁兵 是我建国的最狠的女人 比当年的灵还狠 成青也跟着笑道 陆云泽的连射 马上要被终结了 此刻 擂台上 慕容宁兵气质轻朗 一双眼睛 紧紧地盯着陆云泽 陆云泽有些无语 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 怎么像看杀父仇人似的看着我 道歉了 慕容宁兵语气平静 但说出的话 却令人不寒而栗 你的生命 在今天就要画上句号 画上句号 陆云泽先是一愣 随后调侃道 你语文学得不错 在哪所高中读的 不会是事意中吧 慕容宁兵不再言语 下一刻 他身形一闪 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陆云泽只觉得眼前一花 就看到对方 直接在眼前消失 身后却传来猛烈的杀迹 他扭头一看 只见慕容宁兵 不知道何时出现在背后 手上更是多了一道圆月弯刀 斜斜地劈砍下来 看台上的观众 也都梦了 好快的速度 此女不简单 我感觉陆云泽的人头不保了 而燕南更是激动地站起来 低声道 觉醒者 沙马特的反应也很剧烈 没错 肯定是具备 关于速度方面的天赋 燕南点点头 怪不得看他年纪轻轻 升级这么快 沙马特黑黑一笑 看来陆云泽死定了 一个天才 刚出现两天 就陨落 子泽 真是可惜 你话说早了 燕南淡淡一笑 此刻 陆云泽面对来势汹汹的一刀 脖子轻轻一歪 竟然无比灵活地躲过 慕容宁兵见一击落空 微微皱眉 只是手上的动作并未停止 再次一刀砍来 陆云泽举刀迎去 两把刀在空中 狠狠地碰撞在一起 砰的一声 慕容宁兵只觉得 一股恐怖的反阵之力袭来 顿时被阵的虎口发麻 连弯刀都差点握不住 好大的力气 他有些惊疑 虽然陆云泽把力量 控制在三星五者的程度 但有死亡一刀斩的天赋加持 随便一刀便是无倍伤害 接下来 慕容宁兵再次变招 圆月弯刀的刀身 忽然绽放出奇异的光芒 月光斩 他用力隔空一批 刀身竟然迸发出 一道银白色半月状的光芒 当真如同一轮弯月 横扫来 这是什么 陆云泽也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招式 竟然能隔空发动攻击 有点像电视剧里的特效 更如同传说中 武侠小说中描绘的内力外放 绝 觉醒者 这次 连擂台附近站立的裁判 也忍不住惊呼起来 他见过形形色色的比赛选手 眼界自然不同 其余观众听到 同样被震惊 我靠 小姐姐居然是觉醒者 看来 北场这次挖到宝了 陆云泽 这次要玩犊子 燕南有些羡慕 月光斩 速度又快 看来 他觉醒的天赋 是关于光的 真是令人极度啊 沙玛特点点头 觉醒者之中 元素类的天赋 本来就罕见 每一个顺利成长之后 都能成为一方大佬 至于能不能顺利成长 两人对视一眼 不由地默契地笑起来 在这个工厂 每年都有很多人 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死去 无者也罢 觉醒者也罢 在领导者眼中 都和任人宰割的身处无异 此刻 面对来势汹汹的攻击 陆云泽不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 奔雷刀法 雷无惧 他将气血之力 灌注在刀身上 狠狠批出 一刀又一刀 连绵不绝 最终斩出十八刀 化为一刀 冲杀过来 哄 半月状的光芒 被直接打碎 在雷无惧面前 当真连一点抵抗之力都没有 一瞬之间 化为星星点点的碎片 消散在附近 看到这一幕 全场震惊 半天鸦雀无声 前一秒 他们还沉浸在 慕容宁兵的手段之中 下一秒 全部傻眼了 只因为陆云泽的刀法 更加凌厉 最终 还是裁判忍不住拿起话筒 大声吼道 卧槽 陆云泽牛逼 在他的带动下 全场观众沸腾 纷纷呐喊起来 陆云泽是我偶像 还得是陆云泽 不败战神陆云泽 燕南更是目瞪口呆 他被这场对决 震惊的肾上 线速飙升 直接原地起立 气血之力运转开来 大吼一声 陆云泽虎榜第一 其余观众听后 也复合开来 虎榜第一 虎榜第一 旁边的沙马特都猛了 小声嘀咕 卧槽 谁家好人加油的时候 还要往嗓门灌注气血 此刻 慕容宁兵也有些惊恶 原本冰冷的眼神 出现一丝茫然 他平时在场区训练切磋 一向是无往不利 由于是觉醒者 一些五星 六星的高手 都被他轻松打败 可现在 得意一击 却被陆云泽一招轻松化解 心中的挫败感 可想而知 看台的前方 眼的美眸闪烁 陆云泽又变强了 灵姐微微笑道 看来 我那师父 还真是大方 我就知道 他看到好苗子 会忍不住 就像当初看到我一样 眼看竞技场的气氛 达到高潮 北场的周连虎 终于坐不住了 他看向擂台 气愤地骂道 慕容宁兵你这个贱人 劳资 花了这么多钱培养你 到头来 却连的三星五者 都打不过 我现在命令你 不惜一切代价 任何手段来击杀陆云泽 不然回头我就宰了你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 虽然慕容宁兵戴着口罩 看不到表情 不过脸色肯定很难看 一双眼睛 更是透露出冷意 陆云泽却笑道 看来 你在北场的日子 并不好过 被抓进来之后 就是如此 就算你是觉醒者 又如何 对方一句话 你还是会死 你的生命 并不是掌握 在自己手中 要你管 慕容宁兵冷哼一声 陆云泽叹了口气 你的嘴真硬 他再次持刀 十八刀狠狠斩出 当真如刀神附体 无往不利 慕容宁兵释放月光斩 银色半月状的光芒 异常耀眼 但还是被打碎 这一次 他遭到巨大的力道冲击 郊区掀翻在地 甚至连口罩也死碎开来 露出原本的容貌 只是看到他的样子 全场人大吃一惊 原本以为是一个美女 太可惜了 哎 亏我刚才还在赢 这也太吓人 原来 慕容宁兵的本来面目 长得俏丽娇俏 只是脸颊上 却有一道长长的刀疤 看起来有些争鸣丑陋 就像精美的瓷器上 突然出现一道裂纹 就是因为这道缺陷 让价值连成的瓷器 都变得十分廉价 陆云泽也看到对方的模样 却有些吃惊 慕容宁兵 像极了某位故人 你是不是湘南高中的学生 陆云泽突然问道 慕容宁兵听到此言 有些诧异地抬起头 你怎么知道 陆云泽轻轻一笑 我们是校友 其实两人的缘分 远不止于此 前世 慕容宁兵与陆云泽 可是有一段陆水情缘 只不过陆云泽对女人的喜爱 每次都停留在退房之前 甚至 由于伴侣太多 他都有些记不住对方的名字 直到看到慕容宁兵的样子 陆云泽才回想起来 那时候 对方清冷 而不识人间烟火的样子 可是给他留下不少深刻的印象 在学校期间 两人还互相不认识 步入社会后 一次偶然的邂逅 他才与慕容宁兵结识 并且知道对方的母校 也是湘南 甚至是校花之一 于是 陆云泽便展开疯狂的追求 所谓猎女怕蝉狼 一个月后 便被拿下 只是 慕容宁兵性格传统 是奔着结婚 才答应交往的 可惜遇到陆云泽这个海神 结局可想而知 此刻 陆云泽再见故人 表情有意思复杂 他现在成为舞者之后 隐隐有从良的打算 没想到 竟然在这里遇到老情人 缘分 真是妙不可言 你脸上的伤 陆云泽当初爱极了对方这张脸 如今在看 心中觉得很惋惜 慕容宁兵回答 我自以华德 什么 听到这话 陆云泽有些惊愕 或许因为是校友的缘故 慕容宁兵 愿意再多说一句话 他自嘲道 若不是因为这道疤 或许我就和那些可怜的女孩子一样 陆云泽隐隐猜到什么 以慕容宁兵刚烈的性子 被抓过来 肯定不会妥协 所以 会划伤自已 他转过头 目光与坐在看台的周连虎队 撞在一起 周连虎冷冷地说道 臭婊子 当初本来想献给一位大佬 没想到自已动手破相 现在又杀不掉陆云泽 回头我就把你处死 当然 死之前 我不介意让兄弟们快活一下 澄清听到这话 有些吃惊 真的吗 虎哥 他一直惦记慕容宁兵 虽然脸上有疤 不过关了灯斗一样 妈的 陆云泽心里很不痛快 就算这一事 他和慕容宁兵毫无关系 但他就是不爽 喂 你回去也是死 留在东场吧 给我当侍女怎么样 陆云泽又低下头 脸上带着玩世不恭的笑容 他隐忍心中的怒火 这一刻又变成 前世花花公子的样子 听到这话 周连虎哈哈大笑 小子 你现在就想拉人 也太早了吧 这女人性格很倔强 怎么可能会给你当侍女 他宁可死都不会 慕容宁兵皱了皱眉 当侍女 怎么可能 然而 陆云泽又低声道 活下去 才有希望让那些混蛋下地狱 慕容宁兵的眼中 闪过一丝亚色 接下来 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 他点点头 我愿意给你当侍女 好 很好 陆云泽伸出手 摸了摸对方的头 宛如主人一样 此时 擂台的一幕 被全场看在眼里 所有人都无比震惊 我的天 什么情况 这个小姐姐 居然同意 给陆云泽当侍女 可能是想活命吧 我觉得 她应该不怕死 要不怎么会破相 还是陆云泽牛逼 又赢比赛 又收美人 周连虎健壮 却丝毫不慌 反而讥讽到 公司有公司的规矩 想去哪个厂区 可不是你们用嘴巴 说说就算的 慕容宁兵生 是北厂的人 死了也要为北厂的凶兽 确实 众人表示同意 不然 就乱套了 然而这时 又一道声音打破宁静 如果我也同意她 来东厂呢 大家看过去 只见说话的人 正是林姐 她此刻端坐在座位上 举止优雅 嘴角擒着一抹 若有若无的笑意 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周连虎一愣 随后怒道 林 你明目张胆地拉人 不合规矩 十万公分 我买她的命 林姐淡淡地笑道 周连虎不怒反笑 你打发要饭的呢 虽然工厂的十万公分 比十万块钱的价值 要高得多 但她身为主管 真的不差这点公分 林姐笑盈盈地说道 你本来不就是要杀她吗 不如卖给我 你还白得十万公分呢 周连虎顿时沉默 不得不说 对方的话 貌似有点道理 成亲这个狗头军师 在旁边小声道 虎哥 十万呢 不是笑说 周连虎很无语 怪不得这家伙 只能当个副手 格局太小了 她想了想 道 卖给你 也不是不行 但是 得加钱 林姐果断地说道 十五万 成交 这次 周连虎没有犹豫 如林姐所说 反正是白来的公分 不要白不要 陆云泽向林姐投去 感激的目光 道 多谢 林姐呵呵笑道 这钱 我先帮你垫上 回头你记得还我 陆云泽 擦 这个女人 谢不了一点 谢谢你 陆同学 忽然 一道声音 传入到陆云泽的耳畔 她转头一看 说话的人 正是慕容宁兵 此女现在卸下轻了 眼神充满感激 陆云泽承认 之所以帮助对方 也是因为有愧疚之心 毕竟 曾经是自已的女人 哪怕两世为人 也不想眼睁睁地 看着对方 在面前被杀掉 不用谢我 我之所以帮你 一是孝友 二是因为 你是觉醒者 对我有点用而已 别多想 陆云泽语气轻飘飘地说道 谁料 慕容宁兵的眼神 变得更加复杂 表情凝重地点点头 我一定会努力 当好你的侍女 侍女这个词 放在现代 本来就让人想入非非 尤其是从慕容宁兵 这个大美女口中说出 更容易让人血脉喷胀 陆云泽有些无言 怎么感觉 剧情有点像前世发展的趋势 哎 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 接下来 慕容宁兵就来到林姐身边 林姐倾笑 以后来了东厂 就是自家人 不用拘束 陆云泽听后 心中忍不住翻个白眼 自家人 和他一样 都是自家的工具人 一二 你先去点宁兵安排宿舍 林姐吩咐 等一等 陆云泽出言阻拦 林姐奇怪 怎么 陆云泽笑道 她可是我的侍女 是不是要和主人住在一起 什么 听到此话 周围的观众都梦了 接着露出羡慕的表情 陆云泽真是厌浮不浅 侍女有什么用吗 洗衣做饭 当然是暖床了 虽然此女眼上有一道疤 但是戴上口罩也不影响 一二听到陆云泽的话 冷哼一声 竟想美事 宁兵 我给你找宿舍 谁料 慕容宁丁的脸上 出现一道罕见的红玉 低声道 要不 我还是和她住在一起吧 毕竟是她的侍女 什么 听到这话 一二和林姐都瞪大双眼 完全不敢相信 而慕容宁兵之所以这么说 也不是因为陆云泽有什么魅力 而是觉得 自己能留在东场 全靠陆云泽 因此 要履行当事女的义务 林姐面露骨怪之色 你确定 她严重怀疑 眼前这个看起来清冷的小丫头 是不是看上陆云泽 毕竟客观来说 陆云泽的身高 长相等综合素质 在男人群中 都是最顶尖的存在 少女怀春也正常 谁料 陆云泽却摆了摆手 算了 我习惯一个人睡 好吧 慕容宁兵松了口气 她也担心 对方半夜 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 但却感到一丝奇怪 这种好失落在哪个男人身上 都会忍不住 陆云泽为什么 我会拒绝呢 其实 陆云泽的理由也很简单 就你一命 是看在前世的情分上 但是绝对不能因为你 影响她以后的计划 她秘密太多 同居容易暴露 现在慕容宁兵 能在东场安置下来 也算偿还了之前的情侦 陆云泽可以安心 准备逃跑事宜 至于带不带对方一起离开 如果条件允许 她自然不介意帮一把 可这个黑宫场里危机四伏 陆云泽连自身都难保 怎么可能再会管别人 还是自己先逃出去再说 很快 影儿便带着慕容宁兵 先行一步离开 擂台上 裁判激动地宣布 获胜者依然是来自东场的陆云泽 他不仅上演了一幕 越级战胜觉醒者的精彩战役 还现场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侍女 真是让我们大开眼见 接着 他顿了一下 继续大声说道 更重要的是 陆云泽手类 已经达到十连胜 荣灯虎榜 位列第九十九位 另一边 南场的副主管方 同忍不住低声骂道 周连虎真是一个虎逼 这一次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白白送给东场一份大礼 那可是觉醒者啊 就这么拱手让人了 主管薛海云的嘴角一抽 忍不住道 没白送 加了钱的 方童的表情瞬间僵硬 叹了口气 可我还是觉得亏了 薛海云笑道 亏什么 那个觉醒者小丫头的心 都不在北场 即便留下来 也不会为周连虎卖面 不如叼出去 再说了 十五万公分 真的不守 与此同时 燕南起身 准备离场 沙马特奇怪 怎么不看了 燕南回答 我感觉不会再有人挑战陆云泽 他已经虎榜无敌 沙马特点点头 确实如此 四星舞者 加上觉醒者的双重 Buff都打不过陆云泽 燕南的目光 落在擂台上 那道高大的身影 口中喃喃 三天之后的赛事 才是重点 我也想看看 他到时候和龙榜的高手们 同台静静 和龙榜的打 沙马特冷笑 他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再次等待半个小时 无人挑战 陆云泽走下擂台 灵姐立刻催促 还钱 陆云泽无语 看着员工卡上的 五万六千三百五十点公分 含横滑过去五万 灵姐收款后 笑迷迷地说道 男人就要努力赚钱养女人 陆云泽笑道 怎么 现在就迫不及待地 想当我女人 灵姐清脆一口 你的脸皮越来越厚了 这时 他想到什么 你也要好好帮我 过几天便是龙榜争夺战 在场区所在的白虎山举行 虎榜的选手 也都会参加 如果你能取得不错的名次 对我东场 也有很大的好处 龙榜争夺战 陆云泽装作很吃惊的样子 但大脑却闪过一道灵光 果然如宋志远所说 龙榜争夺战 是登上过虎榜 境界又超过四星的舞者 参加的大型赛事 最重要的是 他的举办地点 是在白虎山 这就给了陆云泽逃跑的机会 龙榜较量 为什么让虎榜的这些低星舞者参加 陆云泽问道 林姐淡淡一笑 什么比赛都需要炮灰吗 陆云泽的嘴角微微抽搐 林姐又道 当然 如果你到时候 比龙榜选手还优秀 那你就不是炮灰 而是大炮 陆云泽点点头 嗯 我的大炮不同反响 林姐白皙的脸上 立刻出现一道红韵 到 到时候 公司的高层管理会悉数到场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 陆云泽拍了拍胸膛 保证道 放心吧 林姐 说话的同时 他心中一沉 高层悉数到场 和宋志远说的一模一样 这就是逃跑时 会遇到的最大阻碍 听其所说 那些公司高层 全是武士境界 如何在他们眼皮底下 神不知鬼不觉的逃离 是陆云泽到时候 最需要解决的难题 林姐兴奋地说道 如果你到时候名次高 我会给你一些奖励 什么奖励 陆云泽好奇地问 林姐羞涩地回答 秘密 反正我没给过别人 这个回答 容易让人浮想连篇 不过 林姐想的是名次问题 而陆云泽 却一门心思在考虑逃跑 他的愿望 注定要落空 接下来 两人重新回到别墅 陆云泽再次被锁进地下室 重新面对胡涂涂 胡老 你叫我的奔雷刀法非常强 他直接开门见山地夸奖道 胡涂涂坐在墙角 气息似乎比昨晚还要微弱 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折磨 气血衰败的厉害 恐怕时日无多 当然 毕竟是玄阶极拼武技 胡涂涂有些得意 陆云泽递过来合金刀 刀 胡老 接下来叫我第二招吧 可是 胡涂涂却迟迟不肯接刀 陆云泽感到奇怪 胡涂涂却变得有些尴尬 轻咳一声 其实 学习第二招 不需要我掩饰 陆云泽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下意识地说道 胡老 你是不是不会第二招 胡涂涂 场面顿时变得安静 几秒之后 他破口大骂 胡说八道什么 我怎么可能不会第二招 陆云泽哈哈一笑 胡老 我可不信胡 不会胡说八道 刀给你 给我掩饰一遍 把刀拿走 为什么 刀太破 会有如我的人格 两人僵持一会儿 胡涂涂才说道 你自己学吧 我把刀谱给你 陆云泽 胡老一身乞丐装 还有地方藏刀谱 难道灵姐在关押他之前 没搜过身吗 这不科学 接下来 胡涂涂的一句话 彻底让他震惊 帮我把上衣脱了 什么 陆云泽有些猛 难道这老头 还有古怪的癖好 此刻 见对方迟迟不动手 胡涂涂才看出一些端倪 顿时又气炸 我让你帮我脱上衣 我有镣铐 不方便 刀谱纹在我后背 你那脑袋瓜子里想什么呢 陆云泽这才呕了一声 急忙反应过来 帮对方把上衣翻到领口处 果然 胡涂涂的后背上 闻着一幅图案 一个无整无恙的人 手持长刀 傲然而立 周围还有闪电状的纹路 陆云泽感慨 别的不说 光是这幅图的艺术造诣 绝对很高 胡涂涂叹了口气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师父帮我闻的 并不是用普通的颜料 陆云泽又仔细看了一番图案 也没发现什么特殊之处 不禁问道 胡老 这到底怎么学 胡涂涂回答 我师父说过 图案中灌注了他 关于第二招的感悟 如果有人能领悟成功 那么图案的颜料 会自动脱落 这也太神奇了 陆云泽忍不住说道 所以说 您老人家并没有领悟成功 胡涂涂老脸一红 脆到 别特谋废话了 快点感悟 陆云泽点点头 继续观摩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胡涂涂背对着他 搭了脑袋 呼噜声都响起来了 但是陆云泽依然没看出 图案有什么特殊之处 甚至动用死亡一刀斩的天赋 可依然没什么卵用 早上的时候 胡涂涂伸了个懒腰 打了得哈欠 回头看去 瞬间吓了一跳 卧槽 你居然还在 只见陆云泽一双眼睛 瞪得像同龄 还在死死地盯着他的后背 糊涂涂无语 感悟得怎么样 陆云泽有气无力地回答 一点头绪没有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刀和闪电 糊涂涂黑了一声 哪有那么容易 我感悟几十年 不是依然没领悟出来 忽然 门外响起开锁的声音 糊涂涂见状 急忙到 快帮我把衣服穿好 别被逆途发现 陆云泽眼疾手快地 将对方的衣服再度穿好 接着豁然起身 低声道 我晚上还会再来的 糊涂涂笑而不言 他这么多年 都没有学会第二种 自然也不看好陆云泽 此刻 灵姐推开门 正好看见陆云泽 扛着大刀走来 他面露古怪 你居然学了一眼 陆云泽没好气地说道 我早就想回去 没人开门 我怎么出去 灵姐笑嘻嘻地道 我十二点就回房间了 睡眠是一种艺术 哼了一声 我去杀鸡 拜拜 真敬业啊 这次 连灵姐都不禁佩服起来 陆云泽眼中的红血丝 很明显 一看就是整晚没怎么休息 如此缺窖的状态下 他还坚持去杀鸡 灵姐只能称之为老魔 他哪里知道 杀鸡可是陆云泽 提升实力的重要来源 哪怕不学武技 也要坚持杀鸡 傍晚时候 陆云泽的气血值 达到1756 直接突破到八星舞者 力量 速度和体魄再度增强 姓名陆云泽 年龄 18 身高 185厘米 体重 70千克 境界 八星舞者 功法 基本修炼法 三层 五界 闪电五镰刀 圆满 奔雷刀法 大称 天赋 无限杀戮 SSS级 死亡一刀斩 S级 气血值 1756反斜杠2000 综合评价 掌握奔雷刀法第一式的你 18刀进出的情况下 可击杀灵姐 前提是 能打中对方 看到最后一句评价 陆云泽格外振奋 妈的 终于有何灵这个女人 一较高下的本钱了 她心中激动地想到 由此 也能推断出 灵姐的境界 一定是九星舞者 距离舞师 只有一步之遥 接着 陆云泽看向面板中 五技一项 奔雷刀法的境界 为大成 这门玄阶极拼五技 有两招 陆云泽只掌握第一招 看来 只有彻底学会第二招 才能达到圆满 她现在对第二招 有很强的执念 甚至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都觉得饭菜索然无味 孔文等人 看到对方愣神的样子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自从陆云泽搬走后 他们之间的交流 越来越少 虽然白天也在一起工作 但陆云泽杀鸡时很专心 沉默寡言 哎 陆哥的实力越来越强 在场区的地位 也越来越高 孔文在最开始 还不太服气 但随着陆云泽成为舞者后 一切都变了 他甚至听到走廊里 站岗的打手们 也在讨论陆云泽有多么强大 如何在竞技场大杀四方 此刻 哪怕陆云泽就坐在三人旁边吃饭 孔文也觉得 他和大家的距离 变得更加遥远 忽然 一阵相风飘来 陆同学 你也在吃饭 随着一道清冷 而动听的声音入耳 孔文三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 下一刻 全都目瞪口呆 只见一位穿着蓝色长裙 身姿窈窈的女孩站在面前 不看脸的话 光是对方的身材 和路在外面白皙的手臂 便能判断出 对方肯定是一个美女 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 她现在 戴着蓝色的口罩 看不见容貌 可那双眼睛 确生得极为好看 气质更是超凡脱俗 不识人间烟火 找不到戴口罩的图承飞 更是一脸诸葛像 擦了擦鼻血 激动地说道 我靠 美女 这个鼻眼还要漂亮 孔文有些无语 小胖子 你别告诉我 你又要换白月光了 承飞之前 可是一直对影念念不忘 此刻 她无奈地说道 不不 一二还能接触一下 这个美女一看就是天线 注定与我们凡人无缘 这突如其来的女生 便是慕容宁兵 陆云泽看到此女 奇怪地问道 有事 慕容宁兵指着门口 到 你能出来一下吗 陆云泽点点头 跟着对方朝门外走去 两人光从外形上看 十分般配 可谓是俊男靓女 哇 陆哥他们 好像电视剧里 走出来的男女主角 刘堂堂忍不住赞叹道 承飞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道 哎 还是陆哥有魅力 居然能让大美女 专程来找他 孔文却默默无言 他感觉陆云泽接触的圈子 和三人已经完全不同 或许用不了多久 便会和他们 彻底脱离关系 陆云泽和慕容宁兵 来到门外 我还没好好地和你道歉 慕容宁兵首先开口 陆云泽淡淡一笑 现在的打扮 才更像平时的你 慕容宁兵有些奇怪 以前在学校 你真的见过我 其实陆云泽并没有见过 主要慕容宁兵 不怎么离开教室 他之所以这样说 主要是想起 前世两人在一起的时光 当然见过 笑话嘛 谁不认识 陆云泽撒谎的时候 脸部红心不跳 慕容宁兵狐疑地说道 我怎么总感觉 我们之前认识 而且还很熟悉的样子 要不你为什么 我会平白无故地帮我 陆云泽目光一正 他万万没想到 女人的直觉竟然正魔准 之前两人确实很熟 称得上是知根知底 可现在是 另一个平行时空 难道昨晚表现得太明显了 所以让他怀疑 陆云泽暗暗思考 随即笑道 绅士怎么会拒绝一个 帮助女生的机会 慕容宁兵哼了一声 昨晚听叶尔说 你可不是什么绅士 还经常欺负林姐 陆云泽无语 叶尔 这小丫头 居然在背后诋毁她 欺负林姐 她怎么不记得 算了 总之你救了我 按照之前所说 我以后再东场 便是你的侍女 慕容宁兵说到这 有些害羞 虽然戴着口罩 看不见脸蛋 但是耳根 已经变得通红无比 她顿了一下 又补充道 所以我的主人 你有什么吩咐 像慕容宁兵 这种等级的美少女 说出这种话 对男人造成的杀伤力 很大 陆云泽却具有 很强的免疫力 说道 好好修炼 注意安全 以后别再伤害 自己的脸了 慕容宁兵 瞪大美眸 有些难以置信 就这些吗 陆云泽点点头 就这些 不是 你还真以为 侍女就要事情吗 慕容宁兵 翘脸微红 道 当然不是 可我觉得 你要我做的 也太简单了 她开始真以为 成为侍女后 要被对方安排 做一些过分的事 比如洗衣服 喂饭之类的 没想到陆云泽的要求 居然这么简单 一时间 令慕容宁兵 有些看不透眼前的男生 就这么简单 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陆云泽潇洒地摆了白手 她今天不准备去竞技场 而是直接去找糊涂图 毕竟进了虎榜 就能执行计划 连胜多几场 也没什么用 而且 一旦逃跑成功 什么公分 场区荣誉 都会烟消云散 慕容宁兵一眼不眨地 盯着对方离去的背影 站在原地 久久没有离开 同一时刻 赵妹竹在家中 她看着眼前拆开的快递盒 露出一丝心血 那位好心的恩公 又寄来这么多气血丹 从上高中开始 每隔一段时间 赵妹竹便会收到一盒快递 里面装的都是气血丹 自从母亲病逝 父亲入狱之后 她的生活一直很拮据 要不是快递带来的气血丹 高中三年 赵妹竹的气血值 不可能达到这么高 由于快递上没有署名 所以 她一直不知道寄贱人的身份 只是在心底里称之为恩公 这件事 便是连陆云泽都不知晓 忽然 赵妹竹眼前一亮 为什么这次的气血丹多了好多 难道恩公知道 我快高考 所以多记了一些 除了气血丹 还有一本封面 微微泛黄的书籍 上面赫然写着 九阴神兆 这是什么 难道是传说中的五级 赵妹竹想到这点 心脏不由地 砰砰地狂跳起来 她昨天测试气血 赫然已经达到139 距离舞者 只有一步之遥 不得不说 觉醒者修炼的速度 就是快 现在又有这么多修行资量 高考前达到舞者 是板上钉钉的事 如今的赵妹竹 在湘南高中的名声 更加响亮 已经有不少男生在示好 不过 她还在犹豫 毕竟 选择一个优秀的楷子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既要舍得为她花钱 又不会要名分地守护天使 大傻子 实在太少 哼 主要是陆云泽太穷酸了 要是她的钱再多一点 本仙女至于这么费脑子吗 赵妹竹越想越气 忍不住又骂了一遍陆云泽 这年头 骗子太多 傻子太少 当猫女也不容易 谁在骂我 陆云泽打个喷铁 有些不爽的自语 此刻 她已经来到别墅地下室 正对着胡涂涂的后背感悟 本来灵姐不同意对方放弃手来 毕竟东场才风光三天 时间太短 陆云泽却以无人挑战为由 表示拒绝 现在的她 是东场的香伯伯 而且 灵姐 还要指望对方 在龙榜争夺战上好好表现 只能同意 我看你还是放弃吧 胡涂涂忍不住劝说道 陆云泽叹了口气 我只是想尽快提升实力 胡涂涂奇怪 你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陆云泽回答 龙榜争夺战要开始了 放心 以你的实力 肯定能碾压他们 胡涂涂淡淡一笑 在她一级天赋探查之眼的观察下 陆云泽八星舞者的境界 暴露无遗 陆云泽当然知道这点 可他总不能告诉对方 自己并不想出风头拿名刺 而是要逃跑 如果逃跑的时候受到阻碍 陆云泽面对的 可不仅仅是这些参赛的舞者选手 而是那些真正的公司高层大佬们 不过面对胡涂涂的疑惑 他还是一本正经的解释 像这种战斗 多一些手段 总归是好的 底牌越多 拿到好名刺的几率就越大 胡涂涂听到后 目光突然闪烁起来 直到陆云泽都被盯在心里发毛了 他才感慨道 我当初要是有你这种想法 估计就不会落到这般下场 陆云泽突然有些好奇 趁机问道 胡老 你的实力这么强 怎么会输给林姐呢 几天的接触 两人的关系也算变得熟络 有些扎心的往事 也可以聊一聊 胡涂涂叹了口气 缓缓讲述起来 林是我见过的最狠的女人 当初刚被抓来的时候 我安排 她和其余人关 在一个房间 像看好戏事地提出 这些人之中 只能有一个人活下来 最终 是她走出房间 那个时候 林长得很柔弱 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三学生 但是求生欲 和那股狠劲 让我觉得 对方是一个可塑之才 便收为徒弟 可是后来我发现 她的野心越来越大 已经拥有自己的小团体 而且发展得很快 而那些本来忠于我的老部下 贝林以各种理由逐一整死 后来 我发觉事情不对劲的时候 已经为时过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她在我的饭菜 中下了慢性毒药 我每天进食 居然没有一丝察觉 后来的下场 也如你所见 听到对方的故事 陆云泽有些同情 虽然胡老也是一个大坏蛋 但是 被自己亲手培养的徒弟 送进监牢 确实很可悲 胡老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陆云泽突然开口 胡图图没好气地瞪她一眼 不知道的话 就不要讲了 可我憋得难受 陆云泽轻轻一笑 林姐为什么 没有直接弄死你 还把你关在这里 胡图图听到这话 也有些迷茫 其实 我也不知道 或许是为了当时的知遇之恩 又或者是因为后来的师徒之情 也可能是她觉得 我已经气血衰败到这种程度 活着和死了 没什么区别 便没有放在心上 听了这番话 陆云泽陷入沉默 只能说 人心是复杂的 难道林姐不弄死胡老 也是因为 还存在一部分善良 突然 一道灵光在她脑子里闪过 不 像林姐这样的人 一路爬到场区主管 是不可能还有良善之心 之所以不杀掉胡老 是更加恶毒的表现 因为胡老失去自由 每天见不到光 活着还不如死了 一刀杀掉的话 反而 让对方觉得痛快 胡老虽然和林姐有师徒的情分 但也是让他被抓进工厂 还差点死掉的元凶 若解心头恨 顿刀斩仇人 不知道为何 陆云泽又想起赵妹竹 心中的戾气更胜 必须要让这个绿茶表 临死前品尝一下各种哭刑 胡图图讲完自己的故事后 心扉也被慢慢开启 他露出和蔼的笑容 小陆 你是我见过的 最有天赋的年轻人 这样吧 先不要再琢磨 奔雷刀法的第二事 我教你点别的 陆云泽又惊又喜 眼中带着期待 毕竟胡图图的境界 达到武师 肯定掌握很多强大的本领 这门武技叫流星赶月 属于玄机下品 虽然比不上奔雷刀法 但它是一门身法 可以让你在野外 更加如鱼得水 提升速度 敏捷 胡图图站起来 气血之力灌注双腿 缓缓地挪动脚步 虽然他被镣铐和锁链束缚 活动空间有限 但施展武技之时 身体却显得异常灵活 陆云泽一边观察 一边嘖嘖称奇 此刻 胡图图的步伐竟显精妙 行走之间 彭腐拉出一道道幻影 让人的肉眼难以捕捉 看清楚了吗 我再走一遍 陆云泽摇了摇头 回答 不用 我先试试 下一刻 他就开始照猫画虎地施展起来 一遍又一遍 直到第三遍的时候 胡图图的眼神彻底变了 他一脸惊恶地说道 我的天 你这悟性够高的 不仅仅限于刀法 陆云泽刚才最后一遍 施展流星赶月的时候 已经完整地走下来 并且每一步都无比精准 这门5G的境界 已经达到入门的程度 我平时脚步就很灵活 可能这门神法天生就适合我 陆云泽解释 其实 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按理说 死亡一刀斩天赋增幅的 只是对刀法的领无力 又不包括神法 难道自以两世为人 脑容量也被开发得更强了 胡图图摸着下巴的胡须 欣喜地说道 你的天资 比我那个逆徒强多了 关于这门5G 你一定要多多练习 至少也要达到小城的境界 这样才能在野外 助你一臂之力 陆云泽点点头 正要继续修炼 谁料 胡图图大手一挥 你既然已经掌握步法的要领 那就回去练习吧 不要打扰我 老爷子休息 见对方送客 陆云泽只能表示同意 他敲响铁门 很快 林姐便开启门 陆云泽却有些惊讶 因为对方裹着浴袍 看起来刚刚沐浴完毕 身上还徐徐地冒着蒸腾的热气 碰 林姐见他走出来 又将门锁好 冷哼道 看什么 没见过洗完澡后的女人吗 小厨男 陆云泽淡淡一笑 穿玉袍 有什么好看的 我才不稀罕看呢 林姐背对得哑口无言 在这个十八岁的少年面前 他屡屡碰壁 甚至最近感觉 对方越来越肆无忌惮了 林姐的直觉没错 陆云泽如今在他面前 越来越有底气 一切都源于实力的提升 虽然 他是八星舞者 但是在舞者阶段 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这时 林姐眼珠一转 狡黠地说道 穿玉袍不好看 但是 我现在里面什么都没穿 轻轻敞开衣领处 隐约可见一片白皙 哼 你要是回答想看的话 我就以你耍流氓的理由 趁机揍你一顿 林姐心中恶毒地想到 只要不打死 还能顺利参加龙榜争夺战就行 可是接下来的一幕 让林姐这个位 高权重的女人都傻眼了 只见陆云泽将合金刀扛在肩上 连头也不回地说道 欧巴桑有什么好看的 你要是再年轻十岁 我或许有点想法 林姐顿时如遭雷击 她听不懂欧巴桑是什么意思 但是对方后面的话 让其整个人都不好了 靠 陆云泽 你给我回来 林姐气坏了 一点也顾不得会不会走光 伸手就要抓陆云泽的后衣领 她速度很快 但是陆云泽的速度更快 隐约感觉到背后的危机 她立刻将气血之力 蔓延到双腿上 脚步迅速腾挪 竟然施展出刚刚学会的流星改月 林姐的御手抓过来 却扑了个空 她有些猛 怎么也没想到 自以堂堂九星舞者 居然没碰到一个三星舞者的衣精 而就在林姐愣神的一秒钟时 陆云泽已经身形矫健地离开别墅 她的速度怎么这么快 林姐这才发觉 对方又掌握一门身法类的武技 不得不说 陆云泽的进步实在太快 甚至让林姐觉得恐慌 等龙榜争夺战结束 我一定要宰了你 林姐的声音逐渐变得阴冷起来 在她看来 东场培养高手并不重要 清除潜在的威胁 才是重中之重 当然 林姐还有一个私人想法 杀你之前 我会再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愿意成我的面首 就可以活下来 在她心中 没有任何男人 有资格成为自己的男朋友 顶多是个男宠 并非林姐犯了色眼 而是想彻底掌控陆云泽 不得不说 此女的野心极为庞大 哪怕在场区 也想过得像女皇一样 权力至上 陆云泽回到宿舍之后 开始马不停蹄地修炼步伐 她之所以对流星感月 如此上心 主要是这门武技太实用 打不过的话 一定要学会跑 而且还要跑掉 一夜没休息 到了清晨的时候 陆云泽的精神微微一震 这门武技 赫然已经达到第二层境界 熟练 我果然 是一个逃跑奇才 以后改名叫陆跑跑吧 她淡淡一笑 虽然一晚上没合眼 但依旧精神抖擞 八心五指的气血十分强悍 精力无比旺盛 就算几天几夜不睡 也没有大碍 陆云泽持刀前往车间 开始一天的工作 等到傍晚的时候 气血值赫然达到一九五六 距离突破不远 明天周日 也是龙榜争夺战前的最后一天 肯定能达到九星 陆云泽心满意足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深夜 别墅地下室 糊涂涂看完陆云泽的步伐之后 又随口指点几句 使陆云泽受益匪浅 谢谢胡老 我现在感觉 对这门武技的理解越来越深 陆云泽口中说着感激的话 接着又画风一转 到 还有没有更加实用一点的武技 什么 胡图图目瞪口呆 彭扶第一次认识陆云泽似的 上上下下地打量起来 你还真是贪心 非要把我诈钱不可吗 他没好气地哼道 陆云泽叹了口气 哎 我就怕这次去白虎山 万一由于学术不经 出现什么意外 就再也没机会 回来看狐老 行了行了 胡图图很无语 看你那可怜样 那我就再教你一点 陆云泽文言大喜 连连道喜 胡图图沉阴片刻 这才缓缓说道 其实 这门武技 是我年轻时无聊学着玩的 几十年都没用过 但是对于你 应该很有用 陆云泽一头雾水 无聊 学着玩 没用过 怎么听起来很不靠谱的感觉 可就是这么不靠谱的东西 却对自己有大用 一时间 陆云泽眼中的疑惑 越来越盛 胡图图笑道 我也不知道 它是什么品阶的武技 是我在师父的藏书阁里翻出来的 名教练西数 可以让你更加容易地伪装 低心武者 哪怕武师感知在敏锐 也绝对察觉不出来 什么 陆云泽一听 顿时大惊 这门武技 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怪不得胡老说 对其有大用 胡老 你真了解我 陆云泽有些兴奋 胡图图瞟了他一眼 无奈地说道 果然是一个老六 很快 陆云泽便得到一套口诀 在念动口诀的同时 调节气血之力 胡图图叮嘱 陆云泽点点头 开始练习 口中默默送念起来 气血之力也在控制下 慢慢收敛 接下来 神奇的一幕发生 陆云泽展露出的气息 真的变成三星五者 不像之前那样 只是简单的自我调节 而是一种更加高深的联系手段 周身游走的气血 也变成相应境界的状态 胡图图哈哈笑道 学得真快 我刚才不动用天赋探查之眼 也察觉不到 你在隐藏境界 陆云泽十分满意 莫非真如胡老所说 我是一个天生的老六 可实际上 陆云泽 还是想当一个大击霸猛男 只是碍于实力不够 无奈化身老六 但他相信 凭借一身天赋 以后绝对会猛 忽然 陆云泽眼前一亮 似乎发现不得了的事 面板上 居然多出一项 姓名 陆云泽 年龄 十八 身高 一百八十五厘米 体重 七十千克 净剑 八星五者 功法 基本修炼法 三层 五戒 闪电五镰刀 圆满 奔雷刀法 大成 流星感月 熟练 术法 脸稀数 入门 天赋 无限杀戮 SSS级 死亡一刀斩 S级 气血值 1956 反斜杠2000 综合评价 距离九星五者 只有一部门槛的你 在五者阶段已经无敌 你的极限 就是你自以 术法又是什么 脸稀数不属于五级 陆云泽心中暗暗嘀咕起来 他完全没听过这个新名词 在课堂上 龚老师也没有讲过相关的奇闻异事 不过 陆云泽没有立刻向胡涂涂 询问术法的事 因为对方直到现在 都以为脸稀数属于五级 如果陆云泽提出来 肯定会引起胡涂涂的怀疑 不得不说 谨慎也是陆云泽的一大优点 毕竟前世在万花丛中国 能够做到骗也不沾身 和敏锐的反侦查能力 防止女扮查岗 脱不开关系 与此同时 陆云泽发现 面板上的评价也变了 原来评价是 实时变更的 开始他以为 只有每次突破的时候 才会产生变化 如今拥有大圆满的闪电五连刀 奔雷刀法第一招等 灵力攻击手段的我 在趋近于九星舞者的时候 已经在舞者阶段无敌 陆云泽有些兴奋 但是并没有自满 他知道 这只是在单挑的情况下 后天的龙榜争夺战 自己的目标 不仅仅是那些龙榜高手 而是要逃离这个工厂的管辖 到时候 大几率会直面那些武师 如何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来 去自如 才是最大的挑战 当晚 陆云泽回到宿舍 直接入睡 大战将至 养精蓄锐 陆云泽起床吃完饭后 照常前往车间 只是隐隐感觉有些奇怪 刚才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就没碰见成非等三人 现在到了工作时间 他们还是没有出现 怎么回事 难道遇到了什么麻烦 陆云泽暗暗嘀咕起来 他可不会单纯地认为 三人起碗了 忽然 车间的铁门被撞开 只见一个小胖子 惊慌失措地跑进来 差点摔在地上 陆 陆哥 不好了 救命 陆云泽回头一看 闯进来的人 正是成非 他身后还跟着流堂旁 唯独没有孔文的身影 发生什么事了 陆云泽急忙问道 成非喘着粗气回答 孔文被抓走了 陆云泽皱了皱眉 他现在有实力 又有职位在身 当然不介意帮助同伴一把 边走边说 一路上 陆云泽听他们两个人的描述 才明白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 之前抽走他们的血液 并不是为了防范疾病 也不是检测气血 而是销售器官 孔文的血液透过检测 恰好与一个大佬 配型成功 于是悲剧便降临 你的意思是 孔文要被嘎腰子 陆云泽有些吃惊 万万没想到 这公司还有器官的买卖生意 成非点了点头 惊恐地说道 怪不得他们叫我们猪崽 果然是圈养的猪 随时都要被宰割 刘堂堂也很后怕 我们现在安全也只是暂时的 一旦发现 将来与客户配型成功 便会把我们的妖子嘎了 陆云泽心中越想越凉 妈的 这地方果然是龙坛虎穴 片刻都不安全 但是如果突破五者 成为正式员工后 应该不会再被嘎腰子吧 他只是猜测 毕竟自己也不懂 腰子在这个世界的市场下 而公司又没怎么把 正式员工的性命当回事 所以突破五者以后 并不保险 三人很快就来到目的地 这是一间办公室 成非道 孔文就是被带进这里的 他话音刚落 便听到里面传来杀猪般的叫声 不要啊 雅迈迭 三人嘴角一抽 看来是这里没错了 刘堂堂无言以对 牢孔怎么叫得这么惨烈 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嘎了吧 陆云泽拧动门把手 发现被反锁 情急之下 一脚飞出 砰的一声 大门轰然倒塌 竟然直接被踹翻在地 看到这一幕 成非和刘堂堂都吓傻了 还是陆哥吗 而办公室里面的人 也吓了一跳 陆云泽抬头望过去 只见孔文被绑在一张病床上 附近有很多医疗装置 旁边正是当初抽他们血的 大兄女护士 除此之外 还有第三个人 陆云泽也认识 正是东厂的副主管 高森 刘堂堂还以为 嘎起来没那么快 但是满屋子的装置 让他猛了 不得不说 黑工厂的效率就是高 现在孔文就像是砧板上的鱼 随时要被宰割 孔文看到陆云泽出现 如同看到亲人 尸声喊道 陆哥救我 我不想没有妖子 就算失去一个也能活下去 高森阴沉着脸 道 陆云泽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擅闯我的地盘 陆云泽回答 孔文是我的朋友 能不能放了他 高森冷笑道 我看你最近是不是有点太招摇 什么事都想插一手 器官的买卖 本来就是公司的重要业务之一 你阻挠 我知道会让公司损失多少钱吗 陆云泽微微皱眉 如果你不答应 我就去找林姐 高森面色一慌 没想到 对方竟然把林姐搬出来 在东厂很多人看来 陆云泽和林姐的关系并不单纯 甚至有传言 说她是林姐包养的小白脸 就算林姐知道又如何 孔文的圣源和那位客户配型成功 而且对方出价很高 高森硬着头皮地说道 陆云泽似乎听到一些端倪 忍不住问道 原来林姐不知道客户的事 那你们到时候分钱怎么分 是不是你拿大头 还是说一分钱都不会给林姐 高森一听 额头顿时冒出冷汗 其实 林姐极少插手器官的买卖 东厂的这项业务 都是由高森负责 虽然到时候会得林姐分一部分 但大部分还是落在高森的口袋 如今被陆云泽直白地说出来 高森有一种被人揭开遮羞布的感觉 陆云泽倒是笑起来 断人财路 犹如杀人父母 你放心 我不会告诉林姐 这样吧 咱们个退一步 造成的损失 回头从我的公分上扣 什么 听到这话 高森有些吃惊 接着讥笑道 没想到你们的友情还挺深厚 陆云泽顿时沉默 说实话 他和孔文等三人的交情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深 只是从一开始被抓进来后 就一直在一起工作 也算是难兄难弟 如今孔文有难 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也愿意帮助对方一把 要知道 孔文自来 就缺少一颗门牙 再丢一个腰子 那估计连死的心都有了 陆云泽伸出手 便要解开孔文的绳子 谁料 高森眼神冷冽 到 先转公分 一共五万 陆云泽回答 先欠着吧 我的工资都在林姐那里存着呢 高森顿时瞪大眼睛 我靠 你还想空手套白狼 说完 抬起一只大手 直接抓过来 想要阻止陆云泽救人 陆云泽随意一挥 碰 高森袭来的手 就被他轻易地弹开 与此同时 一股追星的疼痛 蔓延过来 疼死我了 高森发出痛苦的惨叫 低头一看 陆云泽的随手一击 竟然让他的手 变得红肿起来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 一股无边的怒意 在其心中点燃 老子不要公分 今天必须嘎了这小子腰子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都不好使 高森挤眼后 也顾不得那么多 直接大吼一声 肌肉骨胀 气血之力涌动 竟然施展出武器 开山拳 巨大的拳头 很快便轰击过来 陆云泽冷笑 这可是你先动的手 高森只是区区三星舞者 陆云泽连躲都懒得躲 任凭拳头如雨点般 砸在自己身上 砰砰砰 他的身体 甚至没有晃动一下 高森见到这一幕 彻底傻眼 颤巍巍地说道 你的肉身承受能力 居然这么强 这阵子 陆云泽的名声响亮 尤其是在竞技场的光辉事迹 已经传遍东场 甚至还拉过来一个侍女 境界比高森还要强 这让高森愈发地觉得 地位不保 要知道 副主管这个职位 可是有很多油水可以捞 比如这个腰子的买卖 而且 本来就是因为 林姐上任时间不长 才让三星舞者的高森 担任副主管 现在陆云泽的实力越来越强 也让高森产生一种不安之感 他害怕失去副主管的职位 正当高森被震撼的同时 看到陆云泽抬起脚 对他狠狠地踹过来 不 高森发出一声惨叫 巨大的身体 宛如皮球一样 整个人倒射出去 最后狠狠地装在墙壁上 接着像死狗一样 慢慢地滑落在地上 脑袋以外 竟然晕死过去 那么高大威猛的副主管 在陆云泽的面前 竟然比肌还弱 看到这画面 女护士也尖叫起来 陆云泽皱了皱眉 啪的一声 直接给了对方一巴掌 女护士被扇吗 流露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陆云泽冷哼道 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下面我问你一句 你答一句 女护士本来还抖了抖大雷 想要诱惑对方 但是看到陆云泽冷漠的样子 急忙回答 放心吧 我肯定如实回答 这器官的买卖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陆云泽问道 女护士回答 我其实也不太清楚 但每次都是高主管负责的 陆云泽问道 你的意思是 林姐从来没插手过 女护士点了点头 对 客户也是高主管联络的 至于他们之间如何交易 我不知道 陆云泽看向晕过去的高森 骂道 骂的 和我猜的一样 果然是拉得丝活 还想要公分 毛线都不给你 此刻 承飞等三人 还沉浸在震撼中 要知道 当初几人被抓了 亲眼目睹 高森将那个女生的脖子扭断 那杀人的恐怖一幕 至今还停留在心中 甚至 还一度成为阴影 没想到 如此强大 又高高在上的高森 居然被陆云泽 一脚就踹飞 一场战斗 完全是一面倒 果然还是陆哥牛逼 承飞由衷地赞叹道 刘堂堂的眼中 光芒闪烁 陆哥实在太帅了 陆云泽随手 就将孔文身上的绳子扯断 这画面再次引得女护士惊呼 要知道 这种麻绳 是由特殊的材质制作 纤维非常硬 如果绑住武者的话 对方都无法挣脱 没想到会被陆云泽轻松 撕扯开来 孔文脱困后 第一件事 就是跪在地上 激动地说道 陆哥 多亏你 要不然 我就完蛋了 陆云泽淡淡一笑 别客气 就算真的少了一个事 也不影响你活着 孔文表情认真地回答 陆哥 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以后上刀山下火海 我都只听你一个人的 看他眼神透露出的坚决 竟然有一种 一言祭出四马难追的气感 陆云泽点点头 那现在 陪我去杀鸡吧 成非三人目瞪口呆 按理说 陆哥都已经成为 林姐身边的红人 又有这么强大的实力 但是依然把工作放在手外 果然是不忘初心 四个人回到车间 开始一天的劳作 傍晚的时候 陆云泽的气血值 已经达到2156 反斜杠2500 早早地突破 成为九星五者 力量比之前暴涨一倍 实力变得更加恐怖 而嘎妖子事件 就这么翘无声息地结束 也没有人再找过他们 本来孔文还有些心慌 生怕高森对他秋后算账 不过如此看来 他还是安全的 还是陆哥的太厉害 让高森畏惧 孔文想到这一点后 对陆云泽更加感激 忽然 车间的铁门被推开 赵铁和王英龙 满面春风地走进来 这阵子 他们一直没有出现 其实是害怕陆云泽 毕竟对方如今 在场区里如日中天 无论是名声 还是实力 所以 两个组长几乎每天 都不敢来车间 生怕与陆云泽撞见 陆哥 恭喜 赵铁开门见山地说道 咱们36组 又是这周评比的第一 众人这才想起来 原来今天是周日 又到了每周评 比揭晓结果的时刻 承飞笑道 陆哥每天雷打不动地 斩杀2000只鸡 天天都是上线 我们组肯定能拿第一 现在 随着陆云泽的实力提升 两个组长也都看得出来 所有的鸡 几乎都是对方一个人杀的 组内之间已经没什么好隐瞒的 而且 这是小组自身的利益 除非赵铁两人的脑袋 被驴踢了 才会说出去 陆云泽听到这所谓的喜讯之后 表情很淡然 又要陪灵姐吃饭吗 实在太无聊了 众人顿时表情僵硬 这话也就陆云泽敢说 赵铁善善地笑道 陆哥 身为灵姐的助理 自然天天有机会和他吃饭 只是兄弟们想改善下伙食 而且 我和银龙还没有学过武技 陆云泽淡淡一笑 很随意地丢出一本书 道 给你俩的 什么 赵铁急忙接过 看向书的封面 赫然写着 闪电五镰刀 我的天 这不是陆哥的成名绝技吗 他的声音都在颤抖 王英龙也有些激动 陆哥 您这是 陆云泽回答 下周我就要 去参加龙榜争夺战 估计咱们组也拿不了第一 所以先把武技给你们 公司规定 小组连续三次评比 拿第一 才能赏赐组长一部武技 如今 他们才拿到两次 而没有陆云泽在 第三次是说 什么也拿不到了 众人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陆哥是要去打比赛 赵铁有些担忧 但是私自赠于武技 林姐会同意吗 陆云泽笑道 我去和他说 一下就行 好歹我也是他的助理 这点小要求 都不能满足吗 谢谢陆哥 喷喷两声 赵铁和王英龙 竟然不约而同地跪下 陆云泽 今天是什么日子 怎么这么多人向自己下跪 难道 他长得像个祖宗 其实 陆云泽获得武技 实在太容易 不知道这些场区的打手们 吃过的苦 试想一下 如果换成他们自己杀鸡 还能完命拼一拼 但现在 是让他们当组长 指挥组员来杀鸡 这些组员 基本都是服用过 低解决醒药剂的学生 气血衰败的极其严重 在恢复气血之前 连杀一只鸡都费尽 更何况还要争夺名次 还要连续三次拿第一 困难程度难于上青天 所以 小组之间非常绝 有的组长甚至拿鞭子 在后面抽打组员来干活 而陆云泽的小组 有他这个高手在 没有经历过这种惨事 武技可不是 让你们白拿的 陆云泽突然开口 赵铁和王英龙顿 实心中一戈灯 急忙问道 陆哥 您还有什么吩咐 陆云泽看向承飞等三人 缓缓说道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替我照顾好他们 什么 听到这话 承飞三人的脸上 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甚至有滴滴湿润 模糊眼眶 陆哥 你对我太好了 孔文感动地说道 他今天刚被对方 从简陋的手术台上救下来 正感恩戴德呢 谁料 又来了一波大惊喜 欠陆哥的实在太多 下辈子都还不完 陆哥 你就是我轻殿 承飞更是夸张地嘶吼 陆云泽无语 这就从当初的义父 升级到轻爹了 刘堂堂抹了一把眼泪 说道 陆哥 我要为你减肥 我要自已变瘦之后 好好地伺候你 陆云泽急忙摆手 这个就算了 你还是多吃点吧 健康第一 以他阅览无数的经验 估计刘堂堂就算瘦下来 也不会太好看 毕竟杨玉环就算胖胖的 也很可爱 这时 赵铁插话道 放心吧陆哥 有我一口饭吃 就绝对有这哥萨一口酒喝 王银龙也拍着胸膛保证 陆云泽点点头 如此一来 我就放心了 虽然何成飞三人 注定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感动之余 却也察觉出一丝异样 陆哥今天 怎么有一种交代后世的感觉 他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随即暗暗呸了一句 妈的 我真是乌鸦嘴 像陆哥这样的好人 肯定怀揣大气韵 一路顺风顺水 四人来到林姐的别墅 这次不用照铁他们带领 毕竟陆云泽对此地 已经轻车熟路 砰的一声 陆云泽连敲门都省略了 直接推门而入 成飞三人都目瞪口呆 现在陆哥这么好横吗 简直是把林姐这里 当成自已家一样 陆云泽带他们 又来到那个房间 林姐正在这里等待 令人奇怪的是 他今天并没有穿滑柜的晚礼服 而普通的居家衣裳 桌上放满可口的饭菜 不过却没有酒 陆云泽问道 今天怎么没有盛装出席 林姐发了个白眼 都是老 同事 还装什么白莲花 陆云泽笑道 你其实是想说老夫老妻吧 什么 听到这话 孔温三人都梦了 陆哥的胆子也太大了 连林姐的玩笑都敢开 他们脑海中 不约而同地闪过这个念头 身体甚至忍不住颤抖 毕竟林姐在三人的心目中 就是一个女魔头的形象 前一秒可能还对你微笑 后一秒就会直接宰了你 只是听到陆云泽的话 林姐脸色微微一红 清脆道 就会耍嘴皮子 陆云泽道 我倒是想动真格的 可是 你不给我这个机会 谁料 林姐一听 挺起胸膛 不服气地说道 那就来啊 谁怕谁啊 我擦 细致挂瘦果 没想到对方的身材这么好 陆云泽微微一愣 但他可是前世海神 怎么会退缩 那就来 说完 两个人进 只走出房间 砰的一声 离开的时候 还不忘把门关上 此刻 偌大的屋子里 只剩下孔文三人 他们面面相去 孔文问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们怎么办 承飞大咧咧地坐下 拿起一个鲁鸡腿 倒 他们肯定是切磋武艺去了 我们还是吃我们的饭 吃完就回去 毕竟以后可吃不到这么好的饭了 大家都明白他的意思 下周陆哥打比赛 他们肯定拿不了第一 甚至大鸡帅连前十都进不去 到时候 连在食堂用餐的资格 都被取消 只是赵铁 曾经承诺 吃喝管够 就是不知道 他能否说到做到 所以 眼前这顿饭 就是他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 吃过的最好的一顿 一定要吃个痛快 而另一边 陆云泽快步跟上林姐 伸出手 很自然地挽住对方的腰肢 你 你急什么 林姐吓了一跳 急忙挣脱出来 那一瞬间 他突然觉得陆云泽的力气好大 陆云泽轻笑 怎么又耸了 林姐的脸色微微一红 随即正色道 先说正事吧 你知道龙膀争夺战比的 是什么吗 陆云泽想了想 回答道 莫非是打野战 嗨嗨 野外大作战 战场不是在白虎山吗 林姐极度无语 什么打野战 我真是服你了 是比赛杀凶兽 看谁杀得多 看谁杀的凶兽等级高 陆云泽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是狩猎 可他连凶兽的影子都没见过 这段时间接触的最多的 就是昆昆 我知道进场以来 一直在杀戒 但是这种变异机 和真正的凶兽 完全比不了 林姐语重心长地说道 陆云泽又问道 这凶兽又是什么来练 林姐表情古怪 你们上课时 老师不讲这些吗 陆云泽回答 只是偶尔穿插一下科普小知识 毕竟我们这些学生的气血值很低 连过一百的都寥寥无几 更别说有机会接触凶兽 林姐似乎也陷入回忆 许久才耐心地解释 据说在千年之前 世界各地突然冒出很多冲动 这些凶兽 就是从里面走出来的 而且 他们的繁殖能力极强 没多久 就占据蓝星大部分地区 除了这些凶兽之外 还有更危险的物种 也同时降临蓝星 或许是受到这些外来物种的刺激 蓝星也发生灵气潮汐 导致表面积扩张上百倍 诞生无数的机缘之地 比如灵脉 逆境等 从那之后 舞者和觉醒者 纷纷涌现 从此与这些外来物种 开始长达一千年的拉锯战 千年之战 陆云泽这才恍然大悟 他穿越到这个世界以后 虽然融合前身的记忆 但毕竟不是全部的记忆 也有一些片段 在融合的过程中被遗忘 毕竟大脑的容量是有限的 一瞬间的融合危险性极高 可能会承受不住 造成痴呆 所以 为了规避风险 大脑自动选择一些 对眼前有利的资讯保留下来 至于龚老师上课讲的 那些奇闻异事 他差不多忘得一前二进 忽然 陆云泽忍不住冷笑 也就是说 那些真正的下国舞者 如今都在保家卫国 为了全人类的自由浴血奋战 根本就没有时间搭理你们 所以 你们才会这么无法无天 灵解顿时表情一僵 随后脸色不善地说道 你知道凭你刚才那些话 我就可以直接杀掉你们 陆云泽当然知道 不过 他就是没忍住 妈的 一群狗东西 真正的下国舞者 在外面玩命战斗 你们却在这里坑蒙拐骗字以人 什么玩意 更何况 现在两人单条 陆云泽已经不畏惧对方 甚至可以轻松拿下灵解 毕竟 他的实力 已经达到九星舞者 武师之下我无敌 不过 即便打败 他又如何 还是逃不出去 甚至会影响接下来的行动 所以 为了长久打算 陆云泽突然拿起他的手 柔声道 哎 我就和你开个玩笑罢了 多了解一下咱们工厂的情况 这不是很好吗 不然 我也怕外面有武者打进来 我还想和咱们公司共存亡呢 听到此话 林姐的心情才稍微变好一点 他说道 接下来 我就去让你见识一下凶兽 什么 听到这话 陆云泽微微有些吃惊 这才想起来 厂区内部 确实豢扬很多凶兽 那些犯了错的武者 大部分成为他们的口粮 陆云泽没有恐惧 反而隐隐有些兴奋 击杀武者就能获得大量的气血值 如果击杀凶兽的话 能获得多少 很快 林姐就带他来到一个新的区域 这里只有一栋像是大仓库一样封闭的高楼 给人一种压抑质感 墙体外围 全是密闭的铁丝网 陆云泽甚至看到 其中还有电火花在流窜 光是墙外都布满高压电网 也太夸张了 与之相比 他们工作区的布置 就有些小屋见大屋 防御真够严密的 陆云泽感慨 林姐点点头 那当然 万一有凶兽跑出去 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些低心舞者 在他们面前 就如同纸片一样 两人走到楼前 林姐用钥匙 开启一道又一道铁门 很快便来到一楼大厅 这里有很多巨大的笼子 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见到林姐 急忙停下手中的工作 纷纷打招呼 林姐好 林姐微微汗受 同时介绍到 这是我的新助理陆云泽 今天带她来参观一下 你们继续忙吧 不用管我们 新助理 其余工作人员 看到陆云泽 有些惊奇 这也太年轻了吧 不过这些人了解林姐 所以 不会往暧昧的方向去联想 但凡换个女领导 他们都会以为 是对方新包养的小男友 林姐转头 对陆云泽说道 这些员工平时负责饲养凶兽 这些生出的食量很大 以肉食为主 口味挑剔得很 最爱吃人 吃人 陆云泽顿时沉默 她想起那些九组的成员 估计都已经成为 这些凶兽的食物 不知道是什么生物的残肢 投放到食槽之中 场面异常残忍 随即 两人来到一个笼子面前 这里的光线很暗 据说是为了 模拟外界的自然光 24小时都会随时变化 如今正好是傍晚 所以光线暗淡 陆云泽目利惊人 一眼就看出 笼子中关押的凶兽 是一只鸡 不过 这只鸡的体型也太大了 堪比一头健瘦的老黄牛 一对翅膀虽然收拢 但是也能想象到 展开之后有多么夸张 看起来更是锋利无比 此刻 这只鸡正握在地上 闭着眼睛休息 身上总是若有若无地 散发出一道威压 这就是凶兽 陆云泽有些吃惊 光是视觉上造成的冲击力 就已经足够大了 如果真的要与这些凶兽 进行一对一的话 还真有些范畜 只是不知道 它们的实力如何 灵姐介绍到 这是一阶凶兽 狂暴鸡 相当于人类中的武者阶段 别看它只是畸形凶兽 看起来很弱的样子 但是一旦发起狂乱 可是很恐怖的 陆云泽点点头 光是这副长相 我可不会觉得踏弱 对了 一阶凶兽 还有具体的小境界划分吗 灵姐回答 当然有了 一阶凶兽会再细化为一道九重 分别对应一道九星的武者 不过 同级的凶兽 一般会比武者厉害 那和觉醒者比较呢 陆云泽又问道 灵姐想了想 回答 是一个不好判断 因为每个觉醒者的天赋种类 和天赋等级都不一样 所以造成的实力 也是天差地扁 不过一般觉醒者 都比武者要厉害 而且 他们升级会很快 这时 他看了一眼陆云泽 不经意地问道 你应该也是觉醒者吧 对 陆云泽很坦然地回答 自从接触过糊涂涂之后 他索性不装了 摊牌了 给自己设定一个觉醒者的人设 那你觉醒的天赋是什么 灵姐有些好奇地问道 陆云泽故意眨眨眼睛 你看不出来吗 灵姐无语 天赋除了你自已 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 也检测不出来 陆云泽这才放心 主要是不知道 这个公司有什么手段 万一知道自己是 SSS级天赋 估计灵姐会直接下晕过去 C级天赋 刀法精通 C级天赋 灵姐忽然一愣 然后满意地笑道 不错不错 对了 银儿也是觉醒者 她觉醒的是元素类天赋 B级 暗影之力 B级天赋 那她的天赋很强 陆云泽恍然大悟 怪不得 当初面板评价 说眼的偷袭能力非常强 原来具备暗影之力 这种天赋 能大幅度提升速度 每一个暗影系的觉醒者 都是天生的刺客 两人正在聊天的时候 可能是声音太大 那只狂暴鸡 猛然睁开眼睛 狂暴鸡睁开眼之后 硕大的瞳孔 滴溜溜地转动起来 紧接着变得锋锐无比 她从地上立起 看向陆云泽两人 发出一声尖锐的鸡鸣声 然后恶狠狠地冲过来 碰 鸡嘴从笼子的两个栏杆之间穿出 那一只鸡嘴 可狂暴鸡 还是拼了命地挤压头部 一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样子 陆云泽有些无语 还真是狂暴 不过他这脑子 是不是有点傻呀 灵姐笑道 所以他才更容易被活捉 智商太低 陆云泽无语 哎 就这智商 我真替你捉鸡 接着 两人不再理会 这只被卡住嘴的鸡 继续往前走 陆云泽这才发现 这里清一色的 都是狂暴鸡 于是便问道 附近就没有 长得更凶残的凶兽吗 他从来没想过 自以何鸡这么有缘 工作时杀的就是鸡 参观凶兽 也都是鸡 纵观穿越以来 自以至如履薄冰的一生 肯定是真爱粉无疑 灵姐摇了摇头 我们东场养殖的是鸡 凶兽也是鸡型凶兽 至于其他种类的凶兽 别的场区有 不过那几个老灯 肯定不会让你参观 这一周在竞技场私混 陆云泽也隐隐知道 四大场区的关系 并不和睦 再说 这几天没少杀三个场区的人 如果去参观 那真是如同 深入龙潭虎穴 两人当即决定返回 回到别墅的时候 那三个人 竟然都已经吃完离开 而且是盆干碗 净 一滴油水都没有留下 灵姐有些无语 他们这是饿疯了吗 把你那份都给吃了 哎 无所谓 看到这么多凶兽 吓都吓饱了 陆云泽半开玩笑地说道 灵姐白了他一眼 你可不像那么胆小的人 陆云泽眉毛一挑 哦 何处此言 灵姐双手抱胸 哼道 你可是连我都敢调戏的人 陆云泽笑道 明天我就要上战场了 要不今晚留下陪陪你 说完 便又要动手动脚 灵姐有些无语 快滚快滚 臭流氓 陆云泽哈哈一笑 转身离开 同时说道 一会儿我接着来找你师父 你可别来了 灵姐没好气地嚷道 陆云泽心中暗道 哎 陪你 老子还不至于这么 不过 这种半真半假的演技 还是成功地在灵姐面前 把自己的人设立起来 流氓怎么跌 一味地迁徙你 只会让你更加无法无天 我就是要让你不爽 陆云泽想先回宿舍拿刀 然后再去找糊涂涂 谁知在半路上 却碰到慕容宁兵 对方一袭蓝色连衣裙 美轮美奂 脸上的蓝色口罩 遮住容貌 更增加一种朦胧美 让人看到 心痒痒的 只是陆云泽 早就锻造一副 尖如磐石的心脏 嗨嗨 主要是曾经探秘很深 一切都了解 所以没那么好奇 不过 再见一人 还是让人心生愉悦 他笑道 怎么 不让我过去 此刻 慕容宁兵挡在其面前 明显是有事 他忽然低声道 傍晚在食堂吃饭的时候 我碰到一个人 他给你带了一封信 哦 陆云泽有些奇怪的 结果那封信 信被秘封 显然没有被开启过 他开启后 看了一眼内容 便直接捏成一团 是宋志远 信的内容很简单 只有六个字 老时间 老地方 没想到对方的本事还挺大 居然能自由出入两个场区 估计他是想在傍晚时 就和陆云泽聊一聊 只是 陆云泽晚上没有去食堂 而宋志远 能找上慕容宁兵 显然也是打听到 对方是陆云泽侍女的缘故 所以 才把信放心地交给他 那我就先走了 慕容宁兵交出信之后 便想离开 陆云泽欲言又止 如果顺利逃出去之后 这便是他们最后一次相见 前世的秦宅 因为今生的拯救 已经还清 那么这辈子 大几率不会再纠缠了吧 似乎看对方在愣神 慕容宁兵有些奇怪 你在想什么 陆云泽突然鬼使神差地说道 没什么 你相信有伤辈子吗 慕容宁兵目光一鸣 随后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相信 好吧 陆云泽耸了耸肩 没说什么 只是语气沉重地说道 再见 他转身离开 这才是慕容宁兵的风格 冷傲的女人 只是在陆云泽离开的时候 慕容宁兵那 丝毫没有波动的眼神变了 他自语道 上辈子 那是骗小女孩的把戏吧 我又不是小女孩 可我为什么还是觉得 我们之前很熟悉的样子 陆云泽离开场区 轻车熟路地来到娱乐场所 很快 他便看到站街的那个风雨女子 杨小芳 陆哥快进来 对方招个招手 流露出一丝风情 不明真相的人 见到这一幕 还真以为杨小芳性格有点烧 陆云泽点了点头 跟着对方走进房间 而那个邻居兽女人 却产生极度之心 毕竟自己的生意太差 他冷哼一声 妈的 长这么帅 居然喜欢坦克 这小子什么口味 此刻 杨小芳的屋子里 还坐着一个人 正是和大傻春 有七八分相似的宋志远 他看到陆云泽 激动地说道 陆哥 你终于来了 陆云泽开门见山地问道 有什么事 宋志远回答 明天就要进行龙榜争夺战 我买到一份白虎山的地图 说完就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折叠好的图纸 然后摊开在床上 陆云泽一看 这个白虎山的地图 居然描绘得很清晰 甚至连最佳逃跑的路线 都被标注出来 你这是从哪里搞来的地图 他谨慎地问道 宋志远回答 陆哥 我在公司这么多年 也不是白混的 有自己的人脉 好多龙榜强者 都去过龙虎山好几次了 陆云泽这才放心下来 宋志远指着地图 开始讲解起来 陆云泽仔细聆听 觉得这条路线可行 必须穿过白虎山的中间地带 不过路线的途中 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凶兽 唯一危险的地方 就是这里的神规坛 有一只一阶八重的凶兽守护 但此兽大部分时间都在休眠 只要不把对方吵醒 就能顺利地逃走 一阶八重 相当于八星舞者 陆云泽心中没太在意 或许对于别的舞者有困难 但凭他的实力 就算吵醒对方 也可以轻松拿捏 你说的我都清楚了 不过 陆云泽突然开口 宋志远奇怪 什么是不明白 陆云泽表情严肃 一字字地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竭尽全力地帮我 到时候 真正能逃跑的 只有陆云泽一人 宋志远又无法参加龙榜争夺战 这一切计划 完全是为陆云泽做嫁衣 宋志远苦笑 其实 我是想等陆哥逃回滨江城之后 给我老爹老妈捎一句话 告诉他们 其实 我还活着 只是因为工作缘故 在外地定居 不然这么多年 他们肯定以为我死了 杨小芳也附和道 也希望陆哥到时候 同样告诉我的父母 说 我只是在别的城市打工 一时间无法回来 听到两人的一番话 陆云泽的心情 微微有些沉重 像他们失踪这么多年 父母肯定很担心 行 如果我真的能逃出去 我就帮你们把话带到 多谢陆哥 宋志远和杨小芳激动不已 然后分别将家庭地址告诉对方 陆云泽用心记下 将地图贴身收藏后 便悄然地离开房间 片刻后 他再次前往别墅地下室 开始与胡涂涂最后一次的学习 就在陆云泽走后 杨小芳有些期待地 看向宋志远 问道 志远 你说陆哥这次真的能逃离吗 逃离 宋志远嘿嘿一笑 颇有些耐人寻味 但愿吧 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同样离开房间 杨小芳却依然兴奋着 甚至暗暗为陆云泽祈祷起来 宋志远回到西厂的厂区 但他并没有去员工居住的区域 而是静止前往领导所在的院子 很快便来到一栋叠树面前 推开门走了进去 客厅的中间沙发 正坐着一个青年 他长相俊朗 有一种阴柔之美 身穿西装革履 看起来就像上层人士 光是这副气质容貌 谁也无法想象 对方竟然是一个黑工厂的主管 世人命如草剑 手中沾满鲜血 这便是西厂主管 汪藏天 砰的一声 宋志远直接跪在地上 拱手道 天哥 事情已经办妥 汪藏天此刻微闭着眼睛 姿势有些慵懒 也不知道是在休息 还是在修炼 他听到此言 连眼睛都没有睁开 只是口中淡淡地说道 地图已经交给那小子了 宋志远点了点头 突然意识到 对方没有睁眼 便急忙又补充一句 是的 他现在已经完全信任我 汪藏天这才睁开眼睛 眸中闪过一丝金芒 兴奋地说道 看来 明天举办的龙榜争夺战 一定会上演一出好戏 这时 宋志远却有些疑惑地问道 天哥 我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 引诱对方逃跑呢 汪藏天贴了他一眼 不嫌不淡地回答 明天的龙榜争夺战 有些特殊 因为会有公司总部的人来观赛 如果比赛途中 突发什么变故 比如 有人逃跑这种大事 宋志远脸色大变 公司总部的人要来 这就像是下属机构 要举办一项盛大的活动 本来是长脸的事 如果突发意外 那可是狠狠地打脸 而且还是当着公司总部的面 到时候 脸一定会丢光 所以 我们西场的人 要在那小子逃跑的路途上 将他抓回来 汪藏天淡淡一笑 虽然 这笑容很平和 但宋志远却瞬间觉得毛骨悚然 可怕 真的是太可怕了 汪藏天不愧被誉为 有史以来最强的场区主管 一旦陆云泽逃跑成功 那就成为四大场区最丢脸的事 对方很可能会将这里的事 传播到外界 到时候 场区就会面临重大困难 如果此事被西场轻飘飘地解决 那么不仅能化解所有的危机 而且 还在公司总部的人面前 狠狠地表现了一把 这是立大功啊 宋志远感慨道 汪藏天道 行了 你先回去吧 一会儿我安排一下 那小子恐怕万万不会想到 逃跑路线的终点 不是什么自由 而是我们西场布置的天罗帝王 宋志远点点头 然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天哥 那你答应我的事 汪藏天不耐烦地说道 你那点小事 我轻轻松松就给你办了 无论是武技 丹药还是美女 都能轻松搞定 不过 副主管的位置 暂时还不能给你 毕竟 你现在实力太差 难以服众 这段时间 你先闭关修炼 好好地提升实力 到时候 我也能名正言顺地 给你安排副主管的职位 听到此言 宋志远顿时大喜 急忙又磕了三下头 激动地说道 谢谢天哥 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说完就离开别墅 关上房门的一刹那 宋志远用只有自以 能听到的声音 低声道 对不住了 陆云泽 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拼了命地想逃出去 但我发现 只是从一个坑里 跳到另一个坑里 他们的势力 实在太庞大 我打不过 只能加入 不过请放心 你死之后 我每年一定给你烧三炷香 就在半小时前 宋志远还在哀求陆云泽 给他的亲生父母 烧句话 半小时之后 他就把汪藏天 当成再生父母 不得不说 真是一种讽刺 别墅内部 汪藏天平静的目光 突然又闪烁起来 他嘴角上扬 轻声说道 三年 我每天做梦 都想晋升到总部 你们知道 我这三年要怎么过 我真的是等不起 只能出此下策 至于那个姓陆的小子 对不住了 你就当做我 成功路上的一个垫脚石吧 此刻 陆云泽万万想不到 竟然有两个人 对自己说对不住 他现在已经来到 林姐别墅的地下室 表示要好好的 在赛前进行恶补一番 所以嘱咐林姐 明天早上再来开门 林姐还穿着性胆的蕾丝睡衣 想等陆云泽修炼完毕出来后 引诱一下对方 然后 趁着少年血气方刚之时 再好好打击一下 没想到陆云泽直接决定 在地下室锁一晚上 林姐顿时期的交哼道 我明天早上才不给你开门 你就和我师父一起锁着吧 陆云泽只是淡淡一笑 他才不信呢 毕竟整个东场 只有他一个人 参加龙榜争夺战 如果到时候 东场真的没有派出一个参赛选手 肯定会遭到群嘲 接着 陆云泽来到胡涂涂的身边 胡涂涂打了个哈欠 倒 你今天来得够晚的 陆云泽有些无奈 他今晚确实很忙碌 先是和林姐一起参观凶兽狂暴机 然后 又与宋志远交流逃跑的事宜 所以耽误很久 胡老 我就是在想 赛前再找你特训一番 胡涂涂有些无语 我能教的都教完了 真的是一滴都没有了 你不要想 诈钱我这个老头 陆云泽展颜一笑 流行感越与脸稀数 我都已经学会 但是还差一招呢 最强的一招 胡涂涂顿时目瞪口呆 显然 他已经猜到什么 急忙说道 你还惦记着奔雷刀法第二招呢 我琢磨几十年 都没有学会的招式 你还妄想用最后一晚上就学会 简直太天真了 不 你不是天真 你是无邪 陆云泽确实还想掌握奔雷刀法第二招 毕竟自己有S级天赋死亡一刀斩 对刀法的领悟力本身就强 而且施展刀法能放大五倍伤害 简直就是天选的西瓜贪砍王 如果遇到牛逼的刀法 不学一学 就是暴殿天物 我还是试试吧 陆云泽的目光异常坚定 我看你是不跳黄河不死心 不见棺材不落泪 胡涂涂继续保持无语 这时 陆云泽又想到什么 忍不住问道 对了 胡老 你应该很了解白虎山吧 胡涂涂摸了摸胡须 倒 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是龙绑强者 自然去过白虎山 陆云泽笑道 明天我去比赛 你能给我讲讲山上的一些注意事项吗 胡涂涂看了他一眼 倒 那你可是问对人了 我去过白虎山很多次 可谓是活地图 是吗 陆云泽眼前一亮 两人开始乐此不疲地交流起来 一个小时之后 胡涂涂竟然睡着了 陆云泽嘴角一次后 上了年纪 这么容易犯困吗 其实 对方是因为身中慢性毒药 气血衰败严重 所以容易犯困 陆云泽也不吵醒糊涂涂 轻轻地撩开对方的上衣 开始观摩起那道图案 这个图案和第二照 到底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 我完全看不懂 哪怕有刀法天赋的加持 也没有一丝效果 就在陆云泽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 一道机械的声音 在脑海中响起 叮 新的一周来到 开始发放第三个五道天赋 那一刻 陆云泽直接清醒 时间不知不觉 来到凌晨十二点 现在已经是周一 这次会是什么天赋 又是什么等级 陆云泽十分期待 叮 恭喜宿主 获得SSS及天赋 灭食神类 下一秒 他感觉自己的腹中 涌现出一股强大的能量 暴虐 沙发 恐怖 以及极致的破坏力 这就是雷电的力量 不知道过了多久 陆云泽再次睁开眼睛 毛子中竟然有电光在流窜 元素型天赋 又是破坏力最强的雷系 而且 我这还是雷电之中 最高阶的灭食神类 陆云泽感到无比亢奋 恨不得现在就释放出树道雷霆 但是 看着面前熟睡如猪的糊涂图 只能强忍下来 万一把对方吵醒 就麻烦了 毕竟胡老已经知道 自己的天赋 是关于刀法的 如今突然冒出来的雷电 怎么解释 这也太离谱了 陆云泽好不容易压制住激动的心情 然后继续观看第二招的图案 只是看了一眼之后 他的脑海中 突然灵光一闪 咦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感觉图案中的闪电 活了过来 陆云泽似乎明雾什么 变得更加亢奋 我明白了 原来这就是第二招的奥妙 下一刻 他举起合金刀 就要施展出来 一股无比狂暴的能量 在刀身中孕育而出 周围的空气 也产生强烈的波动 但陆云泽 还是硬生生地忍了下来 这是今天第二次 算了 要尊老爱幼 别吵醒对方 陆云泽现在格外开心 不仅觉醒一个新的SSS级天赋 而且 还学会奔雷刀法的第二招 原来 领悟第二招的前提 是要具备雷电型的天赋 胡老的师傅 一定有雷系天赋 所以 才能学会第二招 搞清楚一切的陆云泽 有一种毛色顿开的感觉 怪不得胡老一辈子 都没有领悟成功 他的天赋长在眼睛上 对于学习这一招 没有任何帮助 就算他看出花来 也学不会 想掌握第二招的必要条件 就是能释放雷电 本来陆云泽打算回到宿舍休息 但是一想到铁门被反锁就放弃了 要不破门而出 不过他随即摇了摇头 放弃这种荒谬的想法 虽然陆云泽觉得 现在有能力砸破铁门 但是这样的话 就会暴露出自已的真实实力 让凌桀产生怀疑 还是不要因小事大 陆云泽靠在距离 胡涂涂两米处的墙壁上 闭上眼睛开始休息 大战在即 养精蓄锐 一夜无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 凌桀在开门 陆云泽顿时惊醒 急忙窜到胡涂涂旁边 被陆云泽拼了命地摇醒 他睁开朦胧的睡眼 迷迷糊糊地问道 怎 怎么了 陆云泽催促道 胡老 快告诉我奔 雷刀法的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糊涂涂都被他摇得翻白眼了 口中哆哆嗦嗦地说道 雷 雷神怒 就在他把名字爆出来的一刹那 铁门被开启 门外传来 灵解急切的声音 陆云泽 快点 随我去比赛现场 而陆云泽 听到雷神怒三个字 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 第一声道 雷神怒 好名字 真是好名字 然后 他站起身 对胡涂涂深深地鞠了一躬 道 胡老 多谢这几天的教导 我一定给所有人 献上一场终身难忘的比赛 胡涂涂显然还没有完全清醒 只是呕了一声 又垂下脑袋 灵解很无语 快点吧 一会儿要是迟到 你就真的让我终身难忘了 陆云泽急忙跑出门外 砰的一声 铁门又被他重新关上 胡涂涂被这一声爆响吓了一跳 终于惊醒 口中骂咧咧地说道 妈的 臭小子 大清早就让人不得安宁 突然 他感觉坐着的位置后面 湿漉漉的 怎么回事 难道我都老年痴呆到这种程度 失控了 对于这种事 胡涂涂显然更为恐惧 虽然他年纪很大 但也不想有一天 变成各种湿静的地步 他回头一看 顿时愣住 因为身后的地面 出现一片颜色奇怪的弧状物 显然是凝固的液体 这是什么 胡涂涂伸手碰了一下 然后 放在鼻子前纹了纹 接着 他面色大变 然后用手抚摸后背 发现 面板变得光滑无比 卧槽 我的纹身去哪了 还能离家出走不成 此刻 胡涂涂一头雾水 他做梦都想不到 有一天 自己后背上 带了几十年的纹身图案 会突然消失 对了 不应该说是消失 准确地说 是脱落 脱落 他终于想到什么 妈的 我真是老胡涂 差点忘了 我师父曾经说过 如果有一天 奔雷刀法的第二招 被人领悟成功 那么颜料 便会自动 从我后背上脱落 看来是被人学会了 那么此人 胡涂涂不自觉地 看向门口 两只眼睛 顿时瞪得老大 我的天啊 这小子 真的学会第二招了 此刻 带给胡涂涂 最大的震撼出现 几十年 没领悟出来的东西 居然被陆云 则花几天的时间学会 煞世间 一股强烈的挫败感 涌上心头 糊涂涂叹了口气 瞬间感觉老了好几岁 哎 真的是年纪大了 被这个后浪拍死 在沙滩上 和他相比 我这把年纪 算是活到狗身上了 他随即又想到什么 刚刚还颓废的眼神 又变得明亮起来 不过这小子 也得到过我的指导 等我去了地府报到 也能和我师父吹吹牛逼 就说我交出来一个小子 比他交出来的徒弟厉害 哈哈 如红中大吕一样的笑声 在地下试回荡开来 同一时间 陆云泽和林姐疯狂地奔走 林姐 我早饭还没吃呢 陆云泽低声抱怨 林姐很无语 吃你个头 等到山里 随便打几只野兔吃 山上有野兔 陆云泽有些奇怪 林姐笑道 普通的野兔没有 不过有很多凶兔 陆云泽面色微变 连凶兽鸡都和老黄牛那么大 那么凶兽兔子 肯定也小不了 终于把你小子打击到了 就在林姐有些得意的时候 陆云泽却舔了甜嘴唇 那么大的凶兽兔子 弄死一只 就能吃好几天 不错不错 期待 林姐脸上的笑容 瞬间冻住 这小子 要不是我东场无人 真希望他在比赛中死翘翘 很快 陆云泽和满脸幽怨的林姐 便来到集合地点 就是在娱乐区域的大院里 此刻 这里已经人声鼎沸 聚集不少舞者 浓郁的气血之力 充斥整个院落 至于TTV 健身房等场所 由于时间太早 都没有开门 而那些花枝招展的女子们 也都因为晚上操劳过度 没有在街边站立迎客 陆云泽匆匆地扫了眼 发现有一些舞者气血充盈 实力不弱 看来就是传闻中的龙榜高手 负责竞技场比赛的裁判 竟然也站在前方 此时 他换了一身崭新的西装 梳着大背头 看起来人模狗样 甚至戴了一副墨镜 越来越像龙珠动画中的那位裁判 四大场区的选手们 现在按照各自场区进行战队 主管们站在前面 裁判一声令下 很快 乱糟糟的阵型 立刻变得井然有序起来 而这一次排列之后 尴尬的事情发生 东场这边 仅仅有陆云泽一个参赛选手 他的前面分别站着林姐和高森 主管的数量 竟然比选手还要多 看起来有些可怜 对比之下 其他三个场区的人数 却十分可观 都有几十人 人数最多的便是西场 超过百人 整个队伍犹如一条长龙 论综合实力 西场也是最强的 陆云泽隔着数米 都能感受到 西场队伍中 选手的气血无比旺盛 可谓高手云集 忽然 他眼前一亮 竟然看到西场的主管 对方长得过分年轻 有几分阴柔 西场主管年纪不大吧 陆云泽冷不丁问道 林姐点点头 他叫汪藏天 比我早一年上任 是一个非常有能力 且恐怖的家伙 他眼中闪过一丝敬畏 陆云泽第一次听到 林姐这么评价一个人 不过 事实就是如此 光是看着参赛的队伍 高下立判 只比他早接手场区一年 便笼络这么多强者 当然 也有可能是因为 上一任西场主管的地基 打得牢固 而东场的胡涂涂旧部 全被林姐害死 从头开始 总归要慢些 此刻 高森再次与陆云泽相逢 表情微微有些窘迫 不过陆云泽也没有说什么 甚至 还对他微微点头示意 今天加油 我们东场的门面 就靠你了 最终 高森还是忍不住 说了一句话 毕竟 陆云泽现在是 全场唯一的希望 而且 实力确实强悍 那天 高森被踹晕过去之后 一直躺到半夜 才迷迷糊糊地醒来 事后 越想越是害怕 若是陆云泽痛下杀手 恐怕他当时 就已经丢掉小命 至于再打孔文的主意 他可没这个胆量 放心吧 高主管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 陆云泽突然伸出手 轻轻搭在对方的肩膀上 啊 高森突然吓得 发出一声尖叫 顿时引来附近人的围观 灵姐皱了皱眉 有些不满地问道 你叫什么 本来东场的队伍人少 就很丢脸 对方还在这里当显眼包 高森这个壮汉 十分尴尬 急忙解释道 早上没吃饭 有些未进来 陆云泽看着到这一幕 有些好笑地低声道 高主管 我都没用力 你叫什么 别人听到 还以为我把你怎么了 高森善善一笑 这不是后遗症吗 而紧挨着东场的队伍 便是北场 周连虎与副主管成青 正好站在他们旁边 哟 这不是我林大妹子吗 你们东场没人了 周连虎像的老地痞似的 口中吹着口哨调侃道 灵姐吃笑 你们人多又如何 还不是送分的 周连虎哼道 就凭一个陆云泽 连五星都没达到 我们这里龙绑的高手 都有十个以上 随便哪个拎出来 都能碾压他 到底是谁送分 成青也附和道 慕容宁兵那个小娘 曼尔没参加吗 哦 我忘了 他根本就没有资格 连虎绑都没进去 周连虎哈哈大笑 十五万公分 买了一个没用的棒锤 两人一唱一和 像说相声似的 而高森面对这两位主管 连个声都不敢吭 毕竟他实力太低 这个副主管 当的也是名不负实 只有灵姐毫不畏惧 他正想用什么话反驳 谁知道 身后传来一道冷冷的声音 北场的是吧 当初想杀我的人 就是你 众人回头一看 说话的人 正是陆云泽 此刻 他正用冰冷的眼神 盯着周连虎 是我又如何 本来我是想让 慕容宁兵杀你 没想到这女人 当叛徒当得这么快 周连虎带着不满的情绪说道 陆云泽冷不丁地问道 你参加争夺赛吗 周连虎一愣 下意识地说道 我是主管 参加个毛线 陆云泽叹了口气 哎 那太可惜了 可惜什么 众人感到疑惑 周连虎也没懂 对方什么意思 陆云泽解释 如果你参加 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弄死你了 卧槽 瞬间 北场队伍中的所有选手 都目瞪口呆 万万没想到 陆云泽居然敢说出这种话 虽然两场之间有矛盾 私下会互相问候双方父母 明面上也同样针锋相对 但是 这样直白地说出 想干死一个主管 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周连虎气的脸皮直抽搐 连鼻梁上的墨镜 都快要掉下来 你 你太过分了 北场所有的兄弟们听好 进入比赛之后 给我先宰了陆云泽 谁把他的脑袋带回来 我直接奖励他十万公分 不 二十万 北场的那些高手 听到这话 顿时变得精神抖擞起来 太好了 陆云泽的人头 我先预定了 各位不要和我争 拿倒吧 谁杀陆云泽 全凭本事 凭什么让点念 就是像这种猎物 当然 有我这种天才拿下 看他们一个个 争先恐后的样子 如果不听说话的内容 还以为要争什么 爵士大美女呢 而这些人的目标 却是要杀陆云泽 林杰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 你小子这次危险了 还是一个低心舞者 居然敢挑衅整个北场 陆云泽故作惆怅地说道 我还不是为了你 林杰感到奇怪 眸光中带着疑惑 咱们东场的脸 被对方按在脚下摩擦 我身为场区的一员 一定要为东场争取荣誉 更重要的是 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陆云泽斥果果地说道 言语大胆而热恋 高森听到这话 顿时目瞪口呆 他早就感觉到 两人之间有女干情 果然一点也不清白 林杰的脸色微微泛红 很无语地说道 大哥 你闭嘴吧 说完就伸出手 狠狠地捏了一下陆云泽的腰 陆云泽吃痛地叫了起来 这行为在高森看来 更无异于打情骂俏 我他妈干嘛来观看比赛 真是遭老罪了 他在心中痛苦地呻吟起来 这时 裁判高举话筒 大声宣布道 让我们欢迎公司的经理入场 经理 陆云泽有些奇怪地张望起来 很快 便看到一位穿着武道服的老家伙 从远处走过来 看似步履轻盈 实则每迈出一步 都能横跨十米以上距离 速度非常快 林杰解释 这是公司的高层领导 境界为武师 武师 陆云泽盯着这个精神绝朔的老人 果然能从他身上 感受到强大的威压 林杰到 像他这样的经理 公司还有九个 什么 陆云泽有些吃惊 那岂不是说 一共有十个 林杰点点头 他们每一个都实力超凡 不过其余人现在已经进入山中 也就是比赛场地 陆云泽心中咯瞪一下 到 这些经理进去干什么 林杰笑道 当然 是为了保护你们 如果有人自愿淘汰 他们会第一时间把你们带出去 这种体贴的行为 落在陆云泽眼中 无异于增加计划的难度 不知道我和他们 究竟相差多少 他心中暗生警惕 如果到时候执行计划 恐怕就要与这些经理发生摩擦 如今 只希望在逃跑的过程中 不要发生什么意外 很快 裁判便要将话筒 递给那位老者 谁料 对方拒绝 直接开口 声音如同雷音 滚滚来 震慑全场 各位 老夫柳如龙 今天是我们每月一次的龙榜争夺战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实力 好好表现 一会儿 我们还要 迎来一位贵宾 现在 大家先前往参赛的入口 接着 大家按照队伍的顺序出发 柳如龙坐进一辆大型皮卡 由裁判当司机 除此之外 还有三辆皮卡 车上都是满满当当 不知道装的什么 西场紧随其后 走路前行 然后是南场 北场 最后是东场的三个人 周连虎临走时 还不忘讥讽一句 吊车尾的家伙 跟上队伍 别被甩掉 林杰懒得搭理他 这时 陆云泽眸光闪烁 仔细地盯着北场的队伍 高森奇怪地问道 你在看什么 陆云泽回答 我在记他们每个人的向往 高森猛然想起 一开始 他和北场的对话 不禁说道 你不会是真的要在比赛过程中 与他们打架吧 打架 陆云泽冷笑一声 我是要他们的命 高森听后 顿时觉得 背后冒出一股寒气 他突然觉得 陆云泽这家伙 完全就是变态 自己顶多就是杀一杀普通人 而对方要杀的 全是舞者 可是 北场有很多龙榜高手 你怎么对付 高森并不看好对方 毕竟境界的差距 不是靠技巧就能弥补 陆云泽的嘴角微微上扬 并没有回答 龙榜高手 对于他而言 这些高手算什么 嗯 武师之下我无敌 至于武师之上 没打过 还真不好说 这时 林杰忍不住插嘴 比赛的时候 机灵一点 不要莽撞 打不过就跑 记得要捡落单的杀 陆云泽点点头 放心吧 我就擅长偷袭 高森听到这番对话 差点摔倒在地 这两人居然 开始交流起杀人的经验 他们难道忘记 这只是一场比赛吗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一行人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才离开工厂 来到外界 陆云泽也没想到 原来工厂这么大 如果没人带领 真的很容易迷路 不过 外面的空气非常清新 陆云泽已经感受到 一点自由的味道 当然 等到真真正正地离开白虎山 才是自由的开始 此刻 呈现在陆云泽眼前的 是一望无际的山脉 茂密的山林 鸟兽的叫声 完全是原始的大自然景象 林姐看着这一切 似乎也很久怀念 开口道 工厂的位置 就在白虎山的半山腰 陆云泽点了点头 之前她曾经在厂区内 见到过山体的轮廓 只是工厂实在太大了 如此秀美的自然风光 如果不走出工厂的话 根本看不到 这时柳如龙又发话道 大家先等一等 贵宾很快就到了 众人开始原地休息 陆云泽问道 贵宾是谁 林姐回答 公司总部的人 什么 陆云泽有些吃惊 总部 难道现在这个工厂 只是一个分公司 林姐笑道 当然 公司的势力很庞大 遍布全国 我们身后的工厂 只是在滨江城的一个据点罢了 陆云泽顿时沉默 同时 心情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这公司的势力这么大 到底是怎么 发展起来的 她发现 自已知道的越多 越感到疑惑 二十分钟之后 柳如龙的声音又响起 贵宾到来 全体起立 一些本来坐在地上的选手 全都像触电一样 猛然站起来 毕竟要来的是总部之人 每个人都有一些紧张 大家望向一条 人工开辟出来的秘密山路 如果有公司的人上山 肯定会走这里 陆云泽知道 如果离开的话 这条路 才是最省事的快捷方式 但听宋志远说过 此路不满大寿 甚至还有武士作战 非常危险 所以 她只能选择参加比赛 进山选择另一条逃离路线 最为稳妥 没多久 附近便传来脚步声 只见几道人影 有远即近 古怪的是 这些人的走路方式 居然是一蹦一跳的 十分诡异 而他们的肩上 还扛着一个大轿子 很像古代有钱人 出门的场面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脸色微微一变 幸好是白天撞见 不然晚上看到 高低要下个半死 那些人 在距离柳如龙五米的地方 停下来 随后 将轿子小心翼翼地 放在地上 柳如龙倒吸一口冷气 这些轿夫的境界 竟然全是武士 散发出的气息 甚至比自己还要强大 而这些武士 在总部 是一个小小的教夫 这让柳如龙 对总部更加敬畏 他急忙拱手道 领导好 其余人健壮 也齐声喊道 领导好 陆云泽也照猫画虎地坐起来 不过 上百人一起参拜 一个诡异的轿子 怎么看怎么有些滑稽 轿子之中 很快传来回应 诸位勉礼 这声音乃声乃气的 宛如六七岁的志同 众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时候 轿子的帘子被掀开 只见一个 梳着朝天边的小孩 从里面跳出来 身高不过一米二 一脸稚气未脱的样子 搞笑的是 居然还穿着红色的肚多 一时间 全场鸦雀无声 这就是总部的领导 陆云泽有些诧异 明明就是小学生 但是 对方长得却不像柯南那么可爱 反而有一种阴侧侧的感觉 小孩哥 看到眼前出现这么多人 不禁咯咯地怪笑起来 哈哈 好热闹 我的外号叫火童子 不是什么领导 只不过是老爹 让我过来玩的 但柳如龙的态度 却更加恭敬 他知道总部有领导 外号中同样带一个伙子 原来对方是少爷 此番来游山玩水 柳如龙满脸皱纹都挤在一起 亲切地笑道 欢迎火少爷来冰江分部 今天我们正好举行 每月一次的龙榜争夺战 还请您一起观赛 龙榜争夺赛是什么 火童子好奇地问道 柳如龙回答 就是我们分部舞者境界的员工 一起进山猎杀凶兽 看谁杀的凶兽多 杀的凶兽等级高 最后按照收获的大小 进行榜单排名 被称为龙榜 然后赐予奖励 火童子又问 奖励有什么 柳如龙说道 有武技 丹药 武器和公分 武技 火童子似乎很感兴趣 什么品贴 柳如龙急忙到 前五名奖励的武技 都是玄阶品质 火童子顿时一脸不屑 连地阶武技都没有 那这比赛有什么意思 听到此言 柳如龙立刻大汗淋漓 迅速解释 火少爷 我们分公司是穷乡僻壤 没见过地阶武技 火童子眼珠一转 嘿嘿笑道 这样吧 既然我都来了 不拿一份见面礼 也说不过去 我个人出一本地阶武技 作为第一名的奖励 什么 柳如龙瞪大双眼 其余参赛选手 更是十分欣喜 天哪 竟然是地阶 火少爷当真豪爽 我还没见过地阶武技呢 很快 火童子从怀里摸索出一本书 丢到柳如龙手中 柳如龙激动地双手颤抖 定睛一看 只见书的封面上 赫然写了三个字 火都长 他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这可是地阶武技 柳如龙贵为武师 也没有接触过 感激地说道 多谢火少爷 对我们比赛的大力支援 谢谢火少爷 大家齐声说道 而陆云泽 却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 火童子是赞助商 那以后龙榜争夺赛 会不会被冠名 变成火少爷悲争罢赛 火童子看到大家的反应 又发出一阵怪笑 别急 我还没说完呢 柳如龙双手一抖 差点没拿稳 以为对方要收回去 火童子笑道 这比赛听上去十分有趣 我也要参加 什么 所有人听后 都大吃一惊 柳如龙一脸陪笑 火少爷 您的实力这么强 参加比赛 岂不是大才小用 火龙子切了一声 我一点也不强 只是舞者境界 难道我的条件 不符合参加比赛的标准吗 柳如龙吓得慌忙说道 符合符合 火少爷可以参加 他这才注意到 对方是九星舞者 那就行 放心 就算我拿了第一 也不会索要任何奖励 火童子的嘴角微微上扬 就是好久没活动 手脚发痒 柳如龙宫为盗 火少爷出马 第一肯定守到亲爱 其余参赛选手 则面面相去 什么情况 火少爷也要参加 我看他就是想玩玩罢了 大城里的少爷 突然来我们乡下 肯定是看什么 都觉得新鲜 不知道他实力如何 火少爷是九星 我们这里 也有好几个九星舞者 怕什么 接着 柳如龙给裁判 使了一个眼色 裁判立刻瞄懂 同时举起话筒 扬声道 我们的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 虽然有很多老选手 但是也有几名 新晋黑马参赛 下面我再说 一遍规则 所有选手注意 他的目光 有意无意地 落在陆云泽身上 似乎这个规则 是专门说给对方听一样 陆云泽竖起耳朵 仔细聆听 裁判道 在猎杀凶兽的时候 只取对方脑门中的 兽精即可 方便我们换算积分 一阶凶兽中 一重是一分 二重是二分 以此推类 但是二阶凶兽中的一重 是110分 九重是190分 当然 不建议大家去招惹他们 低心舞者 也就是虎榜上的选手 尽量在白虎山的外围活动 这里相对安全 附近的凶兽等级不高 龙榜上的选手 可以去中间地带 至于白虎山的深处 千万不要去 十分的危险 被称为禁忌之地 以前总有员工 在比赛时不听话 擅闯境地 再也没有出来 除了猎杀凶兽 还有一种获得积分的方式 还有什么方式 陆云泽面带疑惑 裁判又到 这种方式适合那种本身实力不计的选手 那就是采药 优点是能避免大部分危险 不过缺点也很明显 有的人辨别不出 哪种草药珍贵 所以经常采集一大包垃圾 这时柳如龙补充道 我插一句 极其贵重的草药 身边会有凶兽守护 和猎杀他们的困难程度差不多 采集之前一定要多观察 裁判点点头 我们公司有九名经理在山中 如果遇到危险 可以求助 放弃比赛的话 也可以直接呼喊 他们会将你们带出去 比赛一共持续七天 每个人在我这边领一个书包 装着一天的食物 这就是你们比赛用的所有物资 夜晚 白虎山非常危险 我们在山中建立很多安全物 里面还有补给 如果你们无法找到 那就做好在野外过夜的准备 大家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众人齐声道 火童子打了个哈欠 感觉有些无聊 裁判道 下面开始发放物资 那些物资 都装在开来的皮卡上 很快 每个选手都领到一个书包 陆云泽开启 看了一眼里面的东西 发现有两袋面包 和两瓶水 看来这就是一天的食物 虽然不多 但是省着点用 还是足够 至于其余六天的活法 只能各显神通 这时 柳如龙亲自将一个书包 递给火童子 低声道 火少爷 这是您的物资 然后他巧声道 我在您的包里 多放了一些食物 火童子哥哥的怪笑道 我不需要什么物资 柳如龙微微一正 急忙反应迅速地说道 火少爷神通广大 是刘某唐突了 他心中暗自感慨 看来少年天才都很有傲气 只是不知道为何 柳如龙突然觉得 火童子刚才的笑容 有些古怪 这时 裁判继续说道 现在比赛马上开始 所有五星 及以上的龙榜高手 先进山 火童子盯着裁判 眼中带着玩味之色 那我呢 裁判被对方看得浑身发抖 颤巍巍地回答 您是九星无者 自然也是这个时候出发 火童子笑了笑 那我就先走了 说完 一个纵跳 向山中掠去 几膝之间 便彻底消失 看到这一幕 其余参赛选手 脸色微变 好快的速度 不过 龙榜高手们 也不甘示弱 纷纷冲进山中 速度也不慢 离开的大概有八十多人 此刻 原地只剩下虎榜的选手 大概有百人左右 灵解到 别着急 之所以 让他们先走 是因为这些龙榜选手 要去白虎山的中间地带 那里路程稍远 凶兽等级更高一些 方便他们获取积分 陆云泽点了点头 裁判道 现在释放无人机 很快 这些皮卡中的工作人员走出 将车上的无人机 依次搬下来 罗列在地面 足足有上百架 看起来十分壮观 在他们的操作下 无人机很快便飞上高空 向山中飞去 陆云泽脸上产生一道 不易察觉的变化 低声询问 怎么 还派无人机呢 灵解理所应当地说道 当然是现场直播比赛 不然我们看什么 陆云泽无语 还要直播选手的日常 万一有上厕所之类的行为呢 灵解有些好笑地说道 工作人员才不会这么 无聊地拍那些呢 再说了 你要是全力奔跑 哪个无人机能追得上 而且 他们航拍的 主要是龙绑选手 会进入中间地带 陆云泽皱了皱眉 他也是要进入中间地带的 没办法 到时候 如果有无人机跟拍 那就甩掉 或者砸掉 妈的 这些细节 宋志远和胡老怎么都没说呢 陆云泽在心中吐槽 他心念急转 开始思考计划的可行性 又过了一小时 裁判看了一眼手表 然后说道 现在 其余选手出发 刷刷刷 诸多舞者站起来 他们开始活动拳脚 胡绑选手 本来就是凑数的 他们对于争夺名次 并不上心 到时候猎杀几只低阶凶兽 能拿到的奖励 一般都是公分 往届比赛 只有少数几名 胡绑舞者非常卷 比一些龙绑选手 杀的凶兽还多 甚至以低薪实力 登上龙榜 不过 这种实在是凤毛麟角 而且 下一次比赛 容易被针对 狩猎再厉害 终究也是手段 实力才是根本 可是 林杰显然把这种希望 放在陆云泽身上 叮嘱到 记得能多杀就多杀 物资能抢就抢 反正胡绑舞者 没几个能打得过你 嗯 其余胡绑选手都猛逼了 大姐 你特谋小点声行吗 我们还没走呢 高森更是单手服了 真是大无语 陆云泽黑黑一笑 放心吧 杀人这种事 我最擅长了 林杰顾做娇羞状 附在他耳边 低声道 等你回来 我要给你私人奖励哦 陆云泽笑道 我很期待 他深深地看了对方一眼 如果不出意外 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林杰还以为这小子 想和他深情对视 脸色浮上一层红蕴 周连虎不合十一地插嘴道 陆云泽 你死定了 他又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 此刻 北场其余选手 也都用不怀好意的目光 盯着陆云泽 陆云泽皱了皱眉 看什么看 有一个叫苏永亮的青年道 你还不跑 一会儿被我们赌上 你想逃都逃不掉 接下来陆云泽的一句话 却令全场人震惊 逃什么 我跟着你们一起进去吧 什么 听到此话 众人目瞪口呆 苏永亮先是一愣 随后哈哈笑道 你疯了吧 我们有四十多人呢 北场一共有六十名左右的选手参加 其中 龙榜有十几名 已经先行离开 现在剩下的狐榜舞者中 实力强的不在少数 四星舞者 有将近一半 毕竟能进入狐榜 必须要在竞技场 连胜十场以上 没有弱者 最差也是三星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陆云泽淡淡一笑 苏永亮看他这富无所谓的样子 就觉得很不爽 说道 那就一起走 陆云泽甚至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这勾肩搭背的场面 令很多人都目瞪口呆 如果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 还以为他们是要好的伙伴 谁能想到 这伙人其实是去约架 甚至玩命的那种 高森这次是真的服了 借他几辈子的胆量 都做不出这种事 虽然要和四十多人打群架 而且陆云泽还是单挑 林姐也有一些发猛 他看见陆云泽 随那四十多名北场选手 一起进入山中 不由得咬了咬薄唇 无语道 这小子把我教他的全忘了 我是让他找洛丹的啥 他尼玛 这是反过来了吧 洛丹的只有他自己 周连虎相 是看好戏似的 催促道 裁判 赶紧带我们去看直播 裁判点了点头 看向周围的人 到 各位主管先上车吧 这时 柳如龙看向跟随火童子 一起来的四名教夫 恭敬地说道 各位 现在我们转移到场外的 临时营地 在那里可以尽情地欣赏比赛 四名教夫面 无表情地点点头 柳如龙这才发现 他们面板比较僵硬 眼神也没有一丝灵动 心中还在纳闷 对方究竟练的什么起功 是把脑子都练成肌肉了吗 完全不像活人 而这些教夫 也没有选择坐车 毅然抬着轿子 跟随车队 虽然一蹦一跳 但速度也不慢 高森坐在皮卡的车厢里 忍不住说道 林姐 这四个家伙 也太诡异了吧 林姐低声道 不该说的少说 不该问的少问 高森顿时语色 低下头 强忍着不去观察他们 其实 林姐 也是第一次见到总部的人 她加入公司的时间 也有七八年 曾经听胡涂涂说过一些 关于总部的奇闻意识 似乎整个总部的背后 有邪恶的宗教在操控 而眼前这些教夫 确实够邪门 很快 他们便来到临时营地 附近并没有什么凶兽 早在几十年前 就被清理干净 十分安全 营地大门被开启 他们走进去 营面便是一个 超大的显示器萤幕 占据整面墙壁 工作人员开启后 萤幕上 依次闪烁出很多幅画面 柳如龙对教夫们介绍道 您看 这就是我们无人机拍下来的现场 一会儿就切换到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其中一名教夫 粗暴地打断 别拍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家少爷不喜欢上镜头 对方的声音很嘶哑 而且并不像是 从嗓门里发出来的 反倒是腹腔中的声音 让听闻者 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好好好 我马上派人切换镜头 柳如龙吓了一跳 急忙吩咐下去 大萤幕最多智能容纳 二十个分镜头 也就是说 展现出来的 只有二十名选手的视角 如果想专门看一个人 就要进行切换 这时周连虎忍不住说道 有在入口附近的无人机吗 我想看看 我们北厂的虎榜选手 工作人员问道 你想看哪个选手 叫什么名字 哪个都行 周连虎笑道 工作人员一时不解 北厂的副主管 澄清解释道 现在 我们北厂的虎榜选手 应该聚集在一起 工作人员这才明白过来 急忙远端控制无人机 开始寻找目标 很快 他眼前一亮 说道 有了 所有人都抬起头 盯向大萤幕 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时时播放出来 只见四十多名舞者 聚集在一起 而他们的对面 则站着一名高大的少年 柳如龙有些奇怪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工作人员再次点选 小画面瞬间放大二十倍 此刻 整个荧幕上 只展示这个视角的直播 周连虎解释道 柳经理 他们要打群架 什么 就连柳如龙听后 都感到有些吃惊 这几十人要打一个 那小子是谁啊 周连虎回答 他叫陆云泽嘛 是东场的 和我有一些私人恩怨 所以 要在比赛中解决 柳如龙嗷了一声 对于各个场区之间的小摩擦 也略有耳闻 但是 他不管这些 公司的风格 就是以杀戮为主 员工之间有矛盾 也可以私下解决 只要大方向不乱套 他们这些经理 就不会插手 之前东场内乱 林姐上位的时候 这些经理一个吭声的都没有 毕竟现在东场有人接管 还正常经营公司的生意就行 虽然东场大部分高手 都被林姐争死 但是总体人数 并没有下降多少 那些一星和二星的 舞者数量依然很多 所以 不影响东场的日常运转 这些经理主要的任务 就是修炼 变强 给公司当后盾 此刻 林姐也盯着荧幕 他现在真的很想知道 陆云泽的脑回路 究竟是怎么长的 这小子不会天真的以为 自己可以单挑四十多人吧 小说看多了 林姐觉得 陆云泽不是那种会吃亏的人 接下来肯定先装一顿逼 然后扭头就跑 与此同时 陆云泽刚穿过路口没多久 便被四十多人包围起来 苏勇亮乱哼道 你小子刚才肩膀搭得还挺自然 想跑近乎 晚了 另一个叫李风铃的人 有些骄狂地说道 听说你前几天 在竞技场大出风头 接连打败四星舞者 是不是有说得那么厉害 我想见识见识 陆云泽面对四十多人的虎视眈眈 丝毫不慌 反而淡淡地笑道 你确定 想和我一对一吗 不知道为何 看到对方的笑容 李风铃心中莫名产生一种恐慌 苏勇亮急忙说道 别学葫芦啊 李风铃也是四星舞者 面对如今 展现出三星舞者实力的陆云泽 自然一点也不畏惧 毕竟他并没有亲眼见过对方出手 几乎所有舞者 面对比自己境界低的人 都不会害怕 就算外面吹得天花乱坠 他们也不相信 因为强大的人 心中都有一股傲气 就像前世那些 学习特别好的同学 只有考试成绩出来后 他们才会认清现实 但我想试试 李风铃不听劝阻 冷哼一声 拔出腰间的配道 就要动手 俗勇亮健壮 更加焦急 别冲动 这小子确实牛逼 李风铃有些无语 他再厉害 也是一个三星舞者 就算能阅极战斗 又如何 我也不是一般的四星舞者 他话还没说完 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此刻陆云泽的头发 竟然无风自飘起来 半个多月没理发 此刻变长不少 看起来有些飘逸 而他眼中眸光大闪 似乎有电光在流窜 这小子在公司 还能用敌眼眼 李风铃心中 忽然冒出一个想法 而下一秒 对方的想法 便彻底消失 只见陆云泽的右掌中 竟然涌出一道流窜的光芒 紧接着 他轻轻一挥手 那道光宛如利剑一般 冲杀过去 李风铃连用刀抵挡都来不及 因为那道光实在太快 眨眼之间 他就被轰中 整个人弹飞出去 老李 苏永亮悲愤地大吼一声 等李风铃从空中摔下来时 浑身已经变得焦糊 彻底没了声息 这凄惨的画面 让在场的四十多名 北场选手都猛了 此景似曾相识 这不就是咱们 把犯了错误的猪仔 丢到高压电网之后 出现的场景吗 老李都被叹化了 我靠 刚才那小子手里释放的是什么 是闪电 大家瞬间觉得 好慌 毕竟 他们第一次见识到 这种元素性的天赋 而且 威力还如此之强 陆云泽看着自己的右手 淡淡地自语道 随便一击 就有如此强大的效果 不愧是灭视神类 真不知道 我将它施展到极致 会造成什么样的破坏力 定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四星武者 获得气血值71点 伴随着一道机械声音响起 陆云泽感到无比兴奋 不愧是四星武者 斩杀一人 相当于载了七百多只鸡 就在陆云泽 还在为不能工作 而产生小小的失落时 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强心计 杀武者 就是爽 此刻 临时营地 所有人看到这一幕 都十分吃惊 周连虎张大嘴巴 半天都合拢不上 颤声道 这小子 居然是觉醒者 成亲也猛了 还是元素型的天赋 雷电属性 这也太牛逼了吧 高森同样傻眼 他还是第一次知道 陆云泽是觉醒者 之前在竞技场擂台上打比赛 对方居然一次雷电 都没施展 还能保持连胜 我靠 陆云泽藏得也太深了吧 一想到自己曾经 只是被对方踹晕 高森就感觉无比幸运 妈的 总比那个被电弧的 李风琳好多了 高森同样认识李风琳 如果两人单挑 他肯定是被完全吊打的一方 现在 这个能轻易碾压 他的四星武者 居然被陆云泽 随手一击就弄死 果然 惹谁都不能惹陆云泽 此刻 柳如龙也感到无比震惊 他亚然道 看这小子施展的雷电 品级不低 林 他这是什么等级的天赋 所有的目光都汇聚过来 林姐顿时感到苦不堪言 擦 他也是第一次知道 陆云泽的天赋 是关于雷电的 对方之前告诉自己的 C级天赋 刀法精通 看来完全是瞎变的 这个小兔崽子 居然骗我 此刻 林姐在心中 把陆云泽的十八代祖宗 都给骂遍了 怪不得当时对方问他一句 天赋能不能检测出来 自已 甚至还单纯地告诉他 除非本人亲口说出 不然外人是绝对不会知道 对方的真实天赋 现在想想 这家伙 明显就是在斗字一玩 林姐越想越气 而这时 其余人的目光 还在紧紧地盯着自己 等待答案 林姐善善一笑 应该是A级 或者B级吧 她也不知道 柳如龙皱了皱眉 到底是 还是B啊 别老是吉巴吉巴的 你以为血型呢 难道还有AB型的天赋 林姐无奈地说道 她上次告诉我一次 但是 我当时喝多 完全忘记了 哦 高森又发现盲点 告诉的时候 你居然喝多 两人果然不清白 柳如龙皱了皱眉 哎 反正肯定是B级以上 等那个叫 叫什么来着 陆云泽 林姐急忙补充道 对 柳如龙道 叫陆云泽的家伙回来之后 让他来找我 听对方的意思 似乎要对陆云泽 进行重点栽培 周连虎有些尴尬 柳经理 我们还在打架呢 到时候 如果他死了 我会把他的尸体送给您 滚犊子 柳如龙瞪了他一眼 这才重新望向大萤幕 如果陆云泽真的死了 确实有些惋惜 他现在甚至开始祈祷 陆云泽能将北场的 这些舞者打败 不过 就算陆云泽单挑无敌 可是同时面对 四十多名舞者 能赢吗 营地内的另一个角落 西场的主管汪藏天 眉头紧锁起来 这可棘手了 没想到陆云泽 还有这样的天赋 对方葬得确实很深 但是 一旦他开始逃跑 就会触犯公司的底线 哪怕天赋再强 也会被弄死 所以 西场的方案依然不变 看来 要加派些人手 汪藏天心中嘀咕着 然后 从口袋里 拿出一个不知名的 微型对讲机 悄然走出营地 开始低声发号施令起来 这时 苏永亮等人 还愣在原地 谁也没敢动 主要是刚才的画面太吓人 好好的一个大活人 前一秒还在叫嚣 下一秒直接叹话 这谁受得了 陆云泽笑道 别怂 刚才你并不是这么说的 苏永亮硬着头皮 大吼一声 兄弟们 为了二十万公分 冲啊 俗话说 重赏之下必有莽夫 为了大量的公分 苏永亮带着十几个人扑上来 至于其他二十多人 则处于观望状态 第一是 刚才陆云泽展现的实力 过于强悍 将他们震慑住了 第二是 前面有人冲锋 他们只需要在后面补刀就可以 第三 也是主要原因 人实在太多 根本就挤不进去 陆云泽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 连刀都没有拔出来 直接伸出双手 提那一股狂暴的能量涌来 蔓延到两掌之上 很快变化为无数雷电 冲杀出去 轰轰轰 一道又一道雷霆 宛如长蟒狂舞 将冲上来的舞者 全部击飞 那些人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 在恐怖的雷电面前 人的生命 犹如只做的一样 异常脆弱 苏永亮万万没想到 这雷电的威力居然这么强大 近距离观察 更为恐怖 他见状不妙 刚要转身逃跑 但是身后却有一股佩然距离 直接将其推送到半空之中 伴随着一道高亢的惨叫声 苏永亮瞬间化为一枚焦炭 在空中就失去生命体质 重重地砸落在地 而陆云泽在攻击他时 特别照料一番 加大雷电的力度 所以摔下来后 苏永亮的尸体 最成千块万块 连全尸都没有留下 丁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四星舞者 获得气血值75点 丁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四星舞者 获得气血值69点 丁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三星舞者 获得气血值52点 很快 十几道提示声 在耳边连绵不断地响起 陆云泽的气血值 一下子增加1052点 总气血值也摇身一变 达到3277点 境界更是直接突破到50 力量刹那间暴涨10倍 这就成为50了 陆云泽感受着体内律动的气血 犹如熔炉一般 沸腾狂暴 一星舞师 到了舞师境界 要经历脆骨 才能不断地提升境界 如今陆云泽是一星舞师 上只骨全部被淬炼完成 双臂骨骼坚韧 力量更为恐怖 只是陆云泽并不知道 如今自己的实力 究竟达到什么程度 不过 他早就感知到 附近有无人机在飞行 在突破的时候 施展脸稀数 牢牢地控制住气息 所以 外界并没有看出他的变化 此时 其余二十多名北场舞者 看到一地的叹化尸体 全都傻眼了 片刻后 有的人才缓过神 抵抗是不可能抵抗了 俗话说 死到有不死平道 不知道哪个大聪明吼了一声 兄弟们 冲啊 为老苏他们报仇 为了北场的荣誉 宰掉陆云泽 所有人都微微一正 然后 就看到发出嘶吼的那名热血舞者 迅速转身 连头也不回地狂逃而去 他们瞪大双眼 终于反应过来 急忙四散飞奔 快跑啊 杀人了 妈妈 救我 欧尼将 陆云泽嘴角一抽 我有那么恐怖吗 他伸出双手 掌心向上 下一刻 暴虐的能量 从手中冲天而起 化为无数道雷霆 向四面八方 席卷而去 那场面 像是点燃绚烂的梨花 每一道雷电 犹如一把飞剑 眨眼之间 轻易便收割一个舞者的性命 他们跑得再快 能比得上雷电的速度吗 啊 不 亚迈迭 无数惨叫声响起 叮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三星舞者 获得气血值55点 叮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三星舞者 获得气血值61点 这二十多名舞者 基本都是三星舞者 仅仅十几秒 就全部倒在地上 一个个化为交叹 死的不能再死了 陆云泽的气血值 再度飙升 达到4450 等级再度突破 成为二星舞师 一股强悍的力量 充斥在双腿之间 下肢骨得到淬炼 速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陆云泽看向满地的尸体 点了点头 是的 我确实很恐怖 他召唤面板 姓名 陆云泽 年龄 18 身高 185厘米 体重 70千克 净剑 二星舞师 攻法 闪电五镰刀 圆满 奔雷刀法 圆满 流星赶月 熟练 术法 脸稀术 入门 天赋 无限杀戮 SSS级 死亡一刀斩 S级 灭尸神雷 SSS级 气血值 4450反斜杠4700 综合评价 已经淬炼完成上肢骨和下肢骨的你 力量和速度全面提升 再加上雷电天赋 你就是六边形战士 无论是肉搏还是远弓 远超同阶武师 月即杀人 如同喝水 月即杀人 如同喝水 陆云泽打了半天 确实有些口前舌燥 他开起背包 拿出一瓶水 咕噜噜地灌进肚子里 刚才一口气连斩40多名武者 确实消耗不少能量 不过 陆云泽发现 突破到武士之后 天赋似乎变得更强 难道天赋的强弱 还受到境界影响 他心中闪过这个念头 随即看向高空一直盘旋的无人机 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道耐人寻味的笑容 此时 临时营地中 公司的高层经理柳如龙 中层各个厂区的主管 以及总部来的四名教夫 全都瞪打双眼 半晌 无人开口 鼓动 高森甚至听到很多人 吞口水的声音 他颤巍巍地说道 哇 卧槽 这尼玛还是人吗 灵姐 也是美眸圆争 完全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他 他居然这么强 煞世间 一股完全无法掌控 对方的感觉涌上心头 灵姐的额头 留下一道道冷汗 他觉得 恐怕自己这辈子都无法控制陆云泽 那些死掉的北场舞者 都属于低心舞者 在场的这些领导 哪个领出来 都能轻易对付数名低心舞者 可是现在 这些舞者 足足有四十多名 光是站在那里 都有一种压迫感 可现在 他们却被陆云泽一个人斩杀 还杀得这么干净利落 杀得这么丧心病狂 此时 最郁闷的便是周连虎 他脸色苍白 如丧考彼 那可是四十多名虎绑舞者 就这么被陆云泽全杀了 众人这才意识到 北场这次一下损失 四十多名舞者 还不是那种 一心二心的寻常舞者 而是虎绑上的高手 可谓损失惨重 成青忍不住安慰道 虎哥 没事 咱们还有龙绑上的高手 如果他们遇到陆云泽 肯定能轻松打败 滚犊子 谁知道 周连虎气地 摘掉脸上的墨镜 直接摔在地上 露出一双不仔细看 都看不见的小眼睛 眸光中充满杀气 急忙道歉 我 我错了 虎哥 此刻 周连虎一脸阴沉 妈的 我一定要整死陆云泽 至于别人 倒是有些幸灾乐祸 尤其是南场的两名主管 副主管方同低声道 周连虎真是虎逼 非要和陆云泽较劲 现在一下子搭进去四十多个人 雪海云笑道 这下我们南场稳坐公司第二的宝座 另一边 高森更是兴奋地说道 灵界 陆云泽肯定能为我们东场争光 就凭刚才展现出的实力 我估计七星八星的舞者 都不一定能拿下 要是他以低星舞者的身份 进入龙榜 肯定能成为一段传说 灵界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她是一个权力预极强的女人 已经发现陆云泽天赋 实在太恐怖 不好控制 嗯 希望如此吧 灵界有些敷衍地回答 面色复杂 不知道心中在想什么 而柳如龙 看到大荧幕中的一切 也是有些惊诧 陆云泽的天赋 究竟是什么等级 我见过A级天赋的觉醒者 似乎也没这么厉害 对了 几位领导 你们怎么看 他忍不住问向旁边站着的四名教夫 这四人皆是眼神无光 表情僵硬 其中一个听到此言 只是淡淡地说道 还不错 但和我们的少爷相比 差远了 柳如龙听后 急忙恭为道 对 我少爷才是人中之龙 像我们这种穷乡僻壤 飞不出什么凤凰 就在这时 汪藏天刚部署完新的战略 又走进营地 看到众人全是一副 受到震惊的样子 便问道 刚才发生什么事 陆云泽那边的战况如何 他被打死了吗 说起来有些倒笑 现在全场最关心陆云泽安危的人 居然是汪藏天 毕竟 如果陆云泽死掉的话 那他的计划 就全泡汤了 薛海云指了一下荧幕 道 你自己看吧 汪藏天抬头一看 奇怪地说道 怎么画面中只有陆云泽 其余的人呢 方同笑道 地面上那些黑乎乎的东西 你没看见吗 汪藏天顿时一呆 似乎联想到 一件可怕的事 忍不住说道 难道这些 都是北场舞者的尸体 众人点了点头 四十多名虎榜选手 居然全被陆云泽一个人杀了 这次 汪藏天都站不住了 满脸的惊诧 别他妈说了 周连虎现在听到这件事 就觉得脑壳疼 汪藏天皱了皱眉 接着又走出营店 取出对讲机 看来人手还是不够 营地内 成青有些奇怪地问道 汪主管怎么老出去 尿瓶吧 周连虎没好气地说道 忽然 惊呼起来 您快看 陆云泽要干什么 大家抬起头 只见陆云泽对着镜头 扬起笑意 紧接着 一拳隔空打出 刹那间 拳头上涌现一道雷霆 狠狠地冲杀过来 在众人的视角里 这道雷霆 如同朝自己轰过来一样 他们如今正在直面雷电的劈杀 砰的一声 无人机爆碎 整个荧幕出现无数道雪花 工作人员站出来 产生道 他 他把无人机打坏了 而全场都鸦雀无声 因为刚才陆云泽的一击 当真让他们身临其境 雷霆批来的那一瞬间 造成的视觉冲击力极强 刚才还说汪藏田尿瓶的周连虎 此刻也被吓尿了 口中哆哆嗦嗦地说道 我 我也出去一趟 还有我 成青 薛海云和方桐也有些忍不住 毕竟刚才造成的画面 实在太恐怖 雷光一闪 整个荧幕都花了 这要是朝他们的脑袋打过来 估计脑袋都会瞬间爆炸 林姐秀没微醋 他有一种被挑衅的感觉 高森想了想 说道 他是不是不想被人观察 工作人员有些无语 我们的无人机可是很贵的 那只能算在东厂的账面上 回头林姐补交一下赔偿金 扑 林姐听后 气得差点吐血 这个陆云泽 名字还没拿到 先让他花了一笔钱 柳如龙倒是眼前一亮 说道 这小子还挺有性格 不过他既然不想被我们看 那就先观察一下 其余选手的表现吧 其余人也没想到 柳经理居然还向着陆云泽说话 看来对方的天赋 果然得到他的赏识 此刻 汪藏天还在营地外的一个角落中 发号施令 他看到周连虎等四人 依次走出来 跑到一棵大树下 解决个人问题 那场面 就像狗狗在外面找电线杆撒鸟一样 他们在干什么 神经病吧 汪藏天长相阴柔 有精神洁癖 看到这种大型灌溉现场 十分无语 他也怕自已使用对讲机说话被听到 急忙又跑到更远的地方 计划绝对不能泄露 同一时间 陆云泽打扫战场时 发现所有人的背包 全部被破坏 食物变成一片焦糊 唉 看来 我对力量的把握 还不够精准 不能做到杀人的时候 还能完好的留下背包 陆云泽有些惋惜 好多食物都浪费了 此刻 失去无人机的监控 他变得放松很多 至于雷电天赋暴露的事 陆云泽也毫不担心 除了灵姐和胡老之外 别人并不知道 他是什么天赋 就算灵姐看到 他施展雷电又如何 到时候就当斗对方完 才忽有出一个刀法天赋 反正调侃这个大灵玉姐 已经不是一两次 再说了 他们能不能再见面 还不一定 现在陆云泽实力暴涨 信心大增 虽然击杀武者 比较多 但他并不是一个试杀之人 除非对方招惹自已 陆云泽如今并不着急 前往逃跑计划的终点 而是想在山中 慢慢地提升实力 毕竟这里有漫山遍野的凶兽 就算是对这几天 不能参加杀鸡工作的 一种补偿吧 不得不说 陆云泽果然是一个 不忘初心之人 无论身处何地 都不忘努力杀鸡 堪称下国好员工 忽然陆云泽眼前一亮 他发现苏永亮的尸体附近 躺着一把刀 看起来寒光闪耀 似乎品相不错 便走过去 将之捡起 仔细打量 果然不错 比自己那把连级别 都没有的合金刀强多了 陆云泽断定 这肯定是F级的合金刀 就算是F级 市场价也不便宜 相当于前世的一辆中档车 没想到苏永亮还挺有钱 果然 杀人放火 惊腰带 陆云泽淡淡一笑 又把刀鞘拾起 背在身后 他根据地图的指引 开始向中间地带缓缓走去 就在这时 附近传来咯咯咯的声音 只见草丛晃动 很快 从中便走出几只巨大的攻击 那庞大如老黄牛一样的体型 尖锐的机会 以及睿智的眼神 居然是狂暴鸡 我刚才还惦记杀鸡工作 现在就冒出来这么多 果然瞌睡了 老天爷就送来枕头 陆云泽有些欣喜 不过 这些狂暴鸡看 都不看对方眼 直接奔向地上的那些尸体 看他们一个个扑腾翅膀 无比欢快的样子 陆云泽就知道 这些鸡是真的饿了 我请你们吃烧烤 但是 请你们把命也留下吧 似乎感受到陆云泽的威胁 这些狂暴鸡 瞪着鸡眼 转头又向对方攻击过来 那尖锐的机会 宛如尖刀一样 看起来锋利无比 正好是是刚获得的F级合金刀 陆云泽将刀拔出 紧握刀柄 气血之力灌注 下一刻 直接施展出 早已熟练无比的闪电五镰刀 刀光一闪 涌出五道刀影 但是 令陆云泽感到吃惊的是 这些刀影杀内奸 化为五道闪电 暴涨数米之后 狠狠劈向扑过来的狂暴鸡 这些鸡呆头呆脑 万万没想到 对方居然能释放雷电 他们下意识地想躲 但身体 已经飞到半空 完全是避无可避 全被闪电击中 伴随着咯咯咯的惨叫声 一个个变得焦糊 从半空跌落下来 眨眼之间 成为烤鸡 叮 恭喜宿主 斩杀一只一阶四重凶兽 获得气血值71点 叮 恭喜宿主 斩杀一只一阶四重凶兽 获得气血值75点 叮 恭喜宿主 斩杀一只一阶三重凶兽 获得气血值52点 五只狂暴鸡 全部死在陆云泽的刀下 正好一刀一只 而陆云泽的境界再次提升 突破到三星五师 这一次 是驱干鼓得到淬炼 只听他的身上 暴鸣胜 防御力大幅度提升 原来上只谷主力量 下只谷主速度 驱干谷主防御 陆云泽恍然大悟 他之前并没有接触过 五师的相关知识 唯一认识的五师 只有胡涂涂 但是并没有和对方 交流过五师之类的经验 现在完全是靠自己摸索 眼见实力再次增强 陆云泽有些惊喜 但是还有一件事 引起他的注意 刚才自己释放闪电五连刀之时 蹦射出的不是刀影 而是快速绝伦的闪电 不过 这种闪电 与自己单纯释放的雷电不同 其中 还夹杂着锋锐之力 威力更强 陆云泽稍微思索 便明白过来 闪电五连刀 其实和奔雷刀法的道理相同 只有具备雷电属性 才能最大的 激发出刀法威力 原来这些武技 也带有属性 只不过天赋者施展出来 会更加强大 陆云泽平时对战弱小的敌人 更愿意使用闪电五连刀 因为他的消耗比较少 至于奔雷刀法第一招 需要一瞬间 劈出十八道 消耗的气血之力更大 如今 陆云泽现在手段太多 每一次出手 都威力惊人 死亡一刀斩 带来刀法的五倍伤害加成 SSS级的灭视神雷 随手一击变 能让敌人变成焦炭 陆云泽估计 哪怕自己面对 高出两三级的武师 都不会畏惧 只是他并没有和武师交过手 不知道这些高手的具体实力 究竟如何 会有机会的 陆云泽丝毫不慌 只要他逃跑 就一定会和武师交手 因为公司的经理们 都在白虎山的中间地带 那里爆发的冲突 最为激烈 危险性也最大 这些经理 看似是保护选手 其实也是在监督 紧接着 陆云泽将狂暴机的兽精 挖出来 虽然不准备回去交差 但这些兽精 属于能量体 也是凶兽一身的精华所在 留着必有大用 他又将已经烤熟的狂暴机 大卸八块 只取一只鸡腿 十分费力地放进背包中 别看只是一只鸡腿 但是比鸵鸟腿还要大 足够他吃好酒 而且 背包容量有限 装不下太多 至于剩余的鸡肉 全部带上的话 食物也容易坏 可惜了这么多美味 如果成飞他们在 一定会吃得一片不剩 自从上次领略过他们的食量 陆云泽才见识到 什么叫大卫王 打扫完战场 他这柴头 也不回地离开此地 小半日过去 那些龙榜选手们 纷纷抵达中间地带 由于他们一直在狂奔 途中没有停歇 所以速度很快 接下来 该和其他场竞争了 北场的龙榜选手 许润杰说道 他长得高大威猛 面容刚毅 气质不凡 许哥 你要和我们组队吗 另一个叫梁志强的人问道 许润杰摇了摇头 我习惯独来独往 大家就此分开吧 你们注意安全 说完 他一个闪身 人影直接消失 梁志强健壮 颇有些遗憾 身边的同伴田辉说道 许哥时 力本就强大 上一次龙榜 争夺战位列第三 估计 他还想再搏一搏 如果我们跟在他身边 只会拖后腿 梁志强点点头 突然想到什么事 不禁问道 不知道那些虎榜舞者 有没有解决掉陆云泽 田辉笑道 肯定解决了 四十多人打一个 还不简单吗 梁志强无奈地说道 哎 我还挺眼馋 二十万公分呢 田辉道 算了算了 咱们一会儿 好好猎杀凶兽 到时候获得的奖励 不比二十万公分少 再说了 二十万公分 给四十多人分 每个人才五千 云下来也没多少 你说的有道理 听到此言 梁志强的心情 才稍微好一点 这些北场的龙榜舞者 做梦都不会想到 那四十多名虎榜选手 已经全部死在 陆云泽的手里 如今 梁志强等人的目标 是猎杀更多的凶兽 在龙榜上的排名 更进一步 获得更多的奖励 除了北场的许润杰 龙榜上一次的前十名 几乎清一色的 全是九星舞者 北场实力稍训 只占据一个 而南场有三名 最强的西场 则有六名 至于东场 压根无人 别说前十 便是连登上龙榜 虎榜的选手都没有 只能说当初的内乱 林姐杀得太狠 一个也没留 以至于东场几年间 都没诞生出太强的舞者 唯一有潜力的影 林姐根本不舍得 让她打竞技场 生怕被弄死 此刻 南场一个叫 陈俊生的九星舞者 刚刚解决掉 一头一接八重的凶兽 不错 刚刚进入中间地带 便收获八点积分 陈俊生十分满意 正要持剑挖取兽精 突然 他感觉身后 冒出来一股杀气 有人偷袭 陈俊生一场警觉 急忙闪身 只见一个巨大的铁锤砸下 带着无比狂暴的气势 可是却扑了个空 铁锤落 在那凶兽的脑袋上 砰的一声 脑袋如同西瓜一样爆炸开来 由于铁锤的力量 实在太大 连兽精都被拍碎 陈俊生扭头一看 对方居然是西场的陈大力 境界为九星舞者 和他一样 同样是龙榜前十的选手 你他妈有病吧 陈俊生忍不住骂倒 偷袭我也就算了 还把兽精打碎 你图什么 打架一般都是为了掠夺兽精 现在 兽精还没见过 就彻底爆碎 陈俊生有些郁闷 陈大力长得人如其名 高大肥胖 宛如相扑选手 他哈哈一笑 无所谓 老子就是想和你打一架 真是一个疯子 陈俊生又骂倒 这陈大力 是一个武道疯子 专门喜欢找人打架 前几次龙榜争夺战 就是如此 他打赢后 就把对方的兽精 直接拿走 如今陈俊生被对方盯上 有些难受 这疯子是出了名的 不分胜负 就不罢休 可我也不是吃素的 他握住剑柄 眼神也逐渐变得风锐起来 陈大力健壮 举起铁锤 表情无比狂野 来吧 姓陈的 看看咱们俩这次的排名 能不能换一换 上一次 他是第九 而陈俊生是第八 陈大力 巴不得 把对方拉下马 轰的一声 双方开始激烈地交锋 半个小时后 陈俊生拖着疲惫的身躯 终于找到一个安全的角落 他的左臂 已经被打断 有滴滴鲜血洒落 看起来十分凄惨 妈的 真是一条疯狗 不 是疯猪 他一边骂 一边把衣服扯断 仔细地包扎伤口 不过 陈大力也不好过 被他连刺三件 估计这两天也会养伤 就在这时 陈俊生表情一正 发现前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站着一个小男孩 对方梳着朝天边 身穿火红色的肚肚 只是眼神不像小孩子一样 天真无邪 反而有一种 阴侧侧的古怪感 陈俊生瞳孔一缩 接着 露出讨好般的笑容 火少爷 你也在这里 没错 眼前之人正是火童子 虽然他身材矮小 但是 给陈俊生的压迫感却很大 你受伤了 火童子问道 不知道为何 陈俊生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对方不会落井下石吧 口中急忙解释 是轻伤 养一天就能好 他说的没错 九星五者的生命力旺盛 恢复力也很强 就算手臂断了 只要不是粉碎性骨折 没多久就能复原 当初宋志远 被陆云泽打断手臂 休息两天 便恢复如初 火童子微微一笑 嗯 我是闻着血腥味过来的 陈俊生皱了皱眉 他听到这句话 心里产生一种 很不舒服的感觉 什么叫闻着血腥味过来 你是狗吗 但他是万万不敢 把这句话说出口 毕竟对方是连柳经里 都十分尊敬的存在 他一个小员工 怎么敢出言不逊 多谢火少爷关系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陈俊生在对方面前 有些心惊肉跳 便想撤离 谁料 火童子却叹了口气 我已经一天没吃饭 肚子好饿 陈俊生有些无语 当初柳经里 递给对方背包 却遭到拒绝的画面 被所有人看到 妈的 你装逼说不要食物 现在却饿了 真是活该 陈俊生在心中吐槽 却也不敢得罪对方 急忙将自己的背包丢过去 谄媚地笑道 火少爷 我这里还有一些食物 您吃吧 不得不说 他的表情管理十分到位 哪怕心中 把对方骂得抵朝天 也不妨碍发挥 溜须拍马的本领 谁料 火童子连线都没见 任凭背包摔落 在地上 陈俊生感到有些奇怪 眼神带着疑惑 火童子淡淡一笑 我不爱吃那些东西 陈俊生恍然大悟 原来少爷仅一御食惯了 不爱吃这种 二次加工的面包 他略带遗憾地说道 但我这里没有别的食物 火童子咯咯笑道 怎么没有 你不教是吗 什么 听到这话 陈俊生只觉得一股冷气 从脚底板直窜天灵盖 瞬间毛骨悚然 卧槽 这是什么话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颤巍巍地说道 火 火少爷 别开玩笑 我是人 人 火童子舔了舔嘴唇 味道更好 下一刻 他闪电般地窜过来 陈俊生下意识地用剑格挡 谁知道 火童子的双掌之中 竟然有火光闪烁 砰的一声 陈俊生的剑 直接被拍飞 连一秒钟都无法坚持 紧接着 火童子的双手 抓在对方的双肩之上 好痛 陈俊生只感觉到 一股巨大的力量蔓延过来 便要挣扎 此刻 火童子却张开嘴 露出满嘴的白牙 用力地咬在对方的脖子上 不 陈俊生发出一声惨叫 不断地扭动脖子 但是火童子的力量实在太大 牢牢地将其禁锢 恍惚之间 陈俊生想起 公司的经理们可能就在附近 我要求救 他想努力地嘶吼 但嗓子却像被堵住一样 根本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命休矣 陈俊生从来没想过 自己有一天竟然会以这种方式死去 哪怕对方是一只凶兽 他也能坦然接受 只怪自己倒霉 可火童子是人 还是公司总部的人 被自己人咬死了 如果传出去 谁会信 慢慢地 陈俊生失去意识 感觉自己的血液不断被汲取 几秒钟后 他就闭上眼睛 而且是永久地闭上 火童子吸食对方的鲜血 眼神变得逐渐陶醉 许久 他才松开嘴 脸色异常兴奋 擦了下嘴角 赞道 好鲜的味道 接着 火童子双手一松 任凭陈俊生的尸体 摔落在地 此刻 对方已经变得前辩无比 如同在沙漠中 被风化的尸体一样 我闻到你的血腥味 一时间没忍住 实在是太饿了 对不起 火童子一边自言自语地道歉 一边发出咯咯的怪笑 他的眸光闪烁 带着嗜血之色 虽然有漫山遍野的凶兽 但他们的肉 哪有你的血好喝 他满意地仰起嘴角 脚尖一点 几个纵跳 便离开此地 如果柳如龙看到这一幕 一定会傻眼 恐怕他根本想不到 对方之所以拒绝背包食物的原因 竟然是喜欢喝血 傍晚时分 陆云泽来到中间地带 他这一路走得不紧不慢 沿途杀了十几只低阶凶兽 气血值达到5450反斜杠6200 怎么没看到安全屋呢 陆云泽有些奇怪 他觉得宋志远的地图并不全面 很多细节都没有 胡老 也是不愧姓胡 十分糊涂 只是告诉一些 特定凶兽群出没的地方 随着时间越来越晚 周围的售吼声更加暴虐 虽然陆云泽有足够的食物 但是晚上的山中十分寒冷 如果能有房子舒舒服服地睡觉 起码比在外面天寒地洞强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一片密林的深处 陆云泽终于发现一座小屋 小屋的周围杂草丛生 在夜幕下显得无比孤寂 如果是一般人 在野外看到这种屋子 还不一定赶进去 但是陆云泽亦高人胆大 十分淡然地走过去 仔细地打量 只见这屋子通体 由木头搭建而成 看来是公司的人当初建造时 就地取材 山中的树林十分茂盛 木材也无比坚硬 是盖房的好材料 陆云泽轻轻一推门 木门应声而开 里面黑咕隆咚 完全看不清楚 不知道有没有照明的装置 像蜡烛 火石什么的 陆云泽心中暗暗想到 忽然 他目光一宁 墙角似乎有人影在晃动 只是光线实在太暗 根本看不清 有人截足先登了 陆云泽下意识地想到这种情况 便开口问道 你是哪个厂区的人 此刻 他已经做好安排 如果是北厂的人 就直接宰了 但若是南厂或者西厂 就先询问一番 看对方的态度 再决定是否动手 先离后兵 谁料 那道人影 似乎没耐心和他交流 竟然直接冲过来 伴随着烈烈风声 陆云泽感到对方的速度非常快 居然先攻击我 陆云泽皱了皱眉 果然 在这个比赛之中 不要和任何人讲武德 屋内空间狭小 他迅速退出门口 主要是担心打起来 如果将木屋毁坏 就没地方休息了 对方也立刻追出来 借助幽暗的月光 陆云泽这才看清对方的真面目 这哪是什么舞者 分明是一只大猴子 但见对方四只恐无有力 一对方形的凶大击很发达 两颗獠牙 更是露在外面 尖锐无比 看起来就不是善茶 大力云经过胡老的指导 陆云泽一下子便认出对方 此刻 大力云的表情十分狂暴 他不断拍打着自己的胸膛 嘴里还有口水躺落 陆云泽一脸嫌弃 看来这家伙是真的饿了 把自己当成食物 可惜 你遇到的是我 此刻 大力云的气息 毫无保留的释放 显示出的境界 为一阶六重 相当于六星舞者 不过 在力量和速度方面 远胜同阶的人类 好 伴随着一声咆哮 大力云冲杀过来 一拳倒出 看到拳头上散发着浓郁的气血之力 陆云泽微微有些错愕 强大的凶兽能领悟种族的技能 不过 对方一出手 却有一种舞者的战斗风格 这是武技 一只猴子 怎么会人类的武技 陆云泽带着疑惑 想试试对方到底是什么招数 便没有进行反击 而是选择躲避 他身法灵活 轻易地便躲开这一拳 大力云一招落空 变得更加暴躁 再次抬起手臂 又狠狠地挥舞出一拳 气血之力弥漫 陆云泽同样轻易躲开 甚至还不忘勾了勾手指 还有什么本脸 赶紧施展出来 你这武技 好像仅仅达到熟练的程度 他的挑衅 彭复起了作用 大力云怒笑一声 露出满嘴的力齿 双臂轮动 乱拳袭来 看到空中无数拳影 陆云泽终于确定 这绝对是武技 而且 还达到小成的境界 果然 潜力是被逼出来的 无论是人类还是猴子 上点压力 就能激发出更可怕的战斗力 这次陆云泽也不躲了 任由对方的拳头 如雨点一样 砸在自己的胸膛之上 砰砰砰 陆云泽感觉这力道 还不如按摩呢 自己的身体 甚至连晃动 都没有晃动一下 下盘急吻 最为吃惊的 便是大力云 他之前凭着这一手武技 在同街的凶兽面前无敌 甚至连隔壁的母猴子 看他都没来眼去 这段时期 大力云觉得 自己达到猴生巅峰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年轻人面前 自己的拳头 完全没有效果 本来 舞者的肉身能力并不强 但陆云泽现在的躯干骨 得到淬炼 防御力大幅度提升 大力云虽然力量强大 又有武技的加持 但在陆云泽面前 完全不够看 简直笔迹还要弱 你从哪里学的武技 陆云泽开口问道 大力云似乎没听懂 张开嘴 刚要叫唤 谁料 陆云泽不耐烦地一脚飞出 大力云发出一声惨叫 重重地摔在地上 感觉五脏六腑都摔烂了 陆云泽走过去 十分友好的伸出手 咔嚓一声 拧掉对方的脖子 大力云瞪大双眼 满是不可置信之色 爱说不说 我就是没有耐心 陆云泽叹了口气 如果大力云能听见这话 一定晦气得郁闷无比 我真的很想回答你 但你倒是给我机会 组织一下语言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 一接六众凶兽 获得气血值 112点 伴随一道悦耳的声音 响起 陆云泽拿起刀 将大力云的兽精挖出来 然后犹如灌饭一样 将尸体拖到很远的地方 他担心血腥味在夜间 会引来凶兽 便直接就地掩埋 等一切搞定 陆云泽重新回到木屋 他没有关门 借着照进来的月光 仔细打量里面的环境 没想到 竟然看到一些不得了的东西 地上摆着火盘 应该是公司早就准备好的 为选手们取暖和照明 但令人惊奇的是 里面居然有还未燃尽的木柴 难道不久之前 这里曾经有人逗留过 除非大力云的智商高盗 能自以生活 陆云泽纳闷的同时 目光又落在床上 不得不说 公司还是很周到 床单 被子和枕头 一应俱全 而枕头旁边 还有一个包裹 并不是他们发的背包 陆云泽走过去 好奇地开启一看 顿时愣住 只见里面 躺着一本封皮 有些泛黄的书籍 上面赫然写着 流星拳三个字 除此之外 还有一张公牌 印着天心派 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还有门牌 陆云泽有些诧异 对于此世界的事例 以他前18年的认知 根本没有机会接触 不过 那本流星拳道 是引起他的注意 看来大力云学会的武技 就是这本流星拳 这种类人形凶兽的智商 有这么高吗 居然能看懂全谱 陆云泽表示怀疑 他现在有两种猜测 第一种是大力云 不知道从哪里 捡来的这个包裹 然后自学成才 至于第二种猜测 就十分危险 就是有人 在这里长期居住 并且训养这只大力云 还传授他武技 估计此人 便是来自天心派 而他为什么 会出现在白虎山 如今 在哪里 就不得而知 不过 既然大力云偷袭我 总要付出一点代价 这本武技 勉强算作补偿 陆云泽来者不拒 索性翻看起来 他用手指轻轻点 向地上的火盆 一道闪电 从指尖迸射而出 木柴立刻被点燃 熊熊燃烧起来 照亮整个屋子 陆云泽一目失航 迅速地将整本拳谱看完 接着闭上眼睛 开始进入冥想状态 气血在体内的运转路线 以及出拳的动作要领 已经料然于胸 等陆云泽再次睁眼时 目光闪烁出异样的光芒 这部流星拳 是玄阶中品拳法 可惜 我没有光属性的天赋 不能发挥出他的最大威力 但是平时对敌道是足够 不得不说 陆云泽现在的悟性极强 除了刀法 学习其余武技 同样很厉害 两世为人 脑筋比之前灵活太多 这就是穿越者自带的福利吗 没有系统 我依然能成为一方强者 陆云泽淡淡一笑 天才还有挂 你叫其余人怎么活 流星拳的特点是 出拳的速度非常快 在一刹那 可以打出十几道拳影 宛如萨塔流星 又快又狠 正当他沉浸在修炼之时 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 急忙抬头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门口竟然站着一个中年男子 对方的长发凌乱 犹如鸟巢 胡须更是茂盛 估计很久没有打脸 衣衫蓝绿 全是破洞 就像是在山间生活的野人一样 对方看到床上坐着的陆云泽 先是一愣 随后怒道 我的大力远呢 自己只是出去片刻 怎么就被偷家了 陆云泽微微皱眉 看来 自己的第二种猜测才正确 大力远是被人训养的 眼前的中年人 肯定是来自公牌上的那个天心派 我提出问题 他没有理我 所以 我把他的脑袋拧断了 陆云泽淡淡地回答 中年人气得浑身哆嗦 他是一只猴子 怎么会说人话 陆云泽哼道 我不管 我可没那么多耐心 接着 他话锋一转 又道 你又是什么人 为何出现在白虎山 不会是什么逃犯吧 在前世 陆云泽曾看过一些新闻 有些人犯了罪 就逃到深山老林之中 一躲就是几十年 谁料 中年人顿时雨色 像是被揭开遮羞布一样 修脑的吼道 我弄死你 他调动体内的气血之力 恐怖的气势 立刻攀升到极致 境界竟然是武师 陆云泽有些诧异 这是他第一次和武师交手 不过对方的实力 仅仅在一心 达到武师的时间不长 所以 陆云泽并没有感觉太兴奋 只是产生一点点兴趣而已 刘兴泉 中年人大喝一声 一拳输出 煞世间 无数拳影笼罩 宛如流星雨一样 狠狠地轰过来 来得正好 陆云泽有心试试 刚学会的武技 反手也是一招流星拳 几十道拳影呼啸而至 甚至比对方施展得还要可怕 什么 此刻 中年人健壮 有些傻眼 下一刻 陆云泽的拳影占据上风 将对方的流星拳打碎 随后又威力不减地 轰在中年人身上 砰砰砰 对方惨叫一声 直接摔飞到门外 陆云泽见状 也跟着一跃而出 刚才他在屋内 没敢施展全力 不过如今出来 可以好好打一打 我以为武师很强呢 没想到实力不过如此 为了判断 自已如今的实力 陆云泽刚才将力道 控制在一星武师的阶段 而这次短暂地交手 让他信心大增 中年人挣扎地爬起来 颤巍巍地说道 你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有这么高的境界 他显然也看出来 陆云泽是武师 不过具体是什么境界 并不清楚 毕竟陆云泽有脸悉数加持 而且 刚才也没有爆发全部的力量 下面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陆云泽轻笑道 又是熟悉的台词 打你马 中年人几乎快被气炸 细续之力狂涌 直接蔓延到右拳之上 接着再次狠狠地轰过来 这次的气息 比刚才还要猛烈 会心拳 恐怖的拳力席卷 周围的空气 都被摩擦出火花 可见此拳的强悍 陆云泽有些惊讶 会心拳 比刘心拳还要猛烈 这个气势 莫非是地阶武技 陆云泽如今学习过诸多武技 不再是之前那个懵懂少年 见识已是非同一般 对方如此狂暴的气势 肯定在玄阶之上 那我就不和你比拼全力了 陆云泽直接拔出身后的 F级合金刀 斩 他没使用什么花里胡哨的招式 就是平平无奇的一刀砍出 但是 在死亡一刀斩天赋的五倍 伤害面前 就算是最普通的一刀 威力也不容小缺 轰的一声 中年人的拳力一击 直接被瓦解 连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 强大的D阶武技 在陆云泽的刀下 显得弱爆了 同时 中年人再次发出一声惨叫 他的右臂 已经淹没在刀光之中 被瞬间砍断 陆云泽看向地面上的断臂 念无表情 心中却暗暗想到 实力差距太大 我把力量控制在一星武师 但有S级天赋的加持 就算是平A 也能击败你的D阶武技 此刻 中年人脸色苍白 捂住受伤处 眼神中带着恨意 缓缓说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是不是他们派来追杀我的 陆云泽有些奇怪 但表情依然平静 又重复之前的话 下面我问一句 你答一句 中年人快被折磨疯了 他歇斯底里的狂叫 我打你 陆云泽身形一闪 出现在他面前 抬起右腿 砰的一声 中年人被踹翻在地 身上的骨头 不知倒碎了多少块 这次他不再身影 而是真的怕了 对方也太恐怖了 年龄又小 在他们天心派 也找不出第二个 像这样的天才 好 我说我说 只要你不杀我就行 中年人恳求道 陆云泽满意地点点头 只要对方肯配合就好 你是什么人 为何会出现在白虎山 中年人苦笑道 我是从天心派逃出来的 名字叫中瑶 很快 就将事情的经过 全盘拖出 陆云泽也了解到来龙去脉 原来 天心派在 宾江城隔壁的天舟城附近 也算是一个大门派 中间力量为武师 最强力量 是武师之上的武将 就像是前世中的少林武当一样 也招收不少学员 天舟城好多高考 落榜的学生 会选择来这里学习 至于中瑶 为师摩逃出来 是参加门派中的学院比赛 本来能拿第一 但是前一夜 遭到别的学员群殴 导致受伤严重 只能选择退赛 连名次都没有拿到 他越想越气 养好伤之后 便盗取第一名的奖励会心拳 逃离天心派 期间 不断遇到门派的人追杀 这才一路逃到白虎山脉 没想到还发现一间木屋 里面基本生活用品 一应俱全 便过起如同野人一样的隐居生活 因为他觉醒的是 地级训兽天赋 还顺利地收服 一只大理员为他打杂 至于对方之所以会流心拳 也是由中瑶传授 当然 中瑶并不是那么无私的人 传授武技 也是为了方便大理员 更好的服务自已 只不过 今天他出去寻找食物的时候 被陆云泽偷了水晶 此刻 中瑶叹了口气 我的事都已经讲完 求求你放过我吧 谁料 陆云泽的表情 却变得更加严肃 立声道 死到临头 你还敢骗我 什么 中瑶都猛了 急忙辩解 我没骗你 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那本会心拳的秘籍 就藏在我身上 一会儿 可以一并交给你 只希望能放过我 陆云泽冷笑道 你讲的故事中 有很大的漏洞 就算会心拳 是比赛第一名的奖励 但也已经奖励给别人 并不值得这么多人来追杀你 你对我 肯定还要隐瞒 快说实话 不然弄死你 听到这话 中瑶慌了 没想到对方年纪轻轻 心思如此缜密 分明是一个老狐狸 他立刻老实地坦白 除了会心拳 我还偷了一样东西 是什么 陆云泽好奇地问道 其实 他刚才只是炸对方一下 没想到还真有祸 中瑶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交给你之后 你能放过我吗 陆云泽哼道 这要看你老实不老实了 见对方还在犹豫 他冷笑一声 现在由不得你讨价还价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听到这话 中瑶再也没有任何侥幸心态 急忙说道 我身上 还有一块秘境令牌 只要修为达到武将 就可以直接捏碎它 然后 传送到秘境之中 逆境 陆云泽听后 不禁怦然心动 之前曾经听林杰讲过 在凶兽入侵 各地爆发出危险之后 男星灵气复苏 也诞生出不少秘境 里面隐藏无数的珍宝 也是男星为自家生灵 准备的一份大礼 只可惜 秘境平时的入口 并不容易找到 原来可以透过令牌 进入秘境 陆云泽内心有些兴奋 但面色如常 口中淡淡地说道 把令牌给我 中瑶有些不舍 但还是用另一手 向怀中掏去 谁也没有注意到 他的眼神陡然间 变得无比阴亡 下一刻 对方竟然从怀中 取出一把尖锐的匕首 狠狠向陆云泽的心脏刺去 这一招 宛如毒蛇出心 又快又狠 还想要我的令牌 你可知道 为了他 我杀了多少本派之恩 差点连命都丢了 现在便宜给你 不可能 中瑶表情猙獰 死吼一声 气血之力全部爆发 谁也不能小看 一名武士的搏命一击 眼看匕首 被要刺到陆云泽的胸膛 中瑶的眼中 闪烁出兴奋的光芒 哪知道 陆云泽的身前 自动弹射出一道雷霆 看到这一幕 中瑶傻眼了 颤巍巍地说道 你 陆云泽淡淡一笑 忘了告诉你 我还有雷电天赋 而且 我的境界是三星武师 什么 听到这话 中瑶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在绝望之中 被陆云泽扭断脖子 看着倒在地上的独臂尸体 陆云泽有些无奈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第一天 见到高森的那种杀人方式 对他影响颇大 陆云泽也越来越喜欢这种麻利 而又残暴的手段 不过 他现在想不到 如今一听到他的名字 就会吓得浑身哆嗦 甚至忍不住尿裤子 陆云泽 在东场已经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估计你说的那些 赛前群殴你之类的故事 也是编的 你根本不像什么好人 陆云泽从中瑶的尸体中 取出彗星拳秘籍和秘境令牌 接着洒然笑道 算了 真意假是假意真 假意真是真意假 谁又没点故事呢 陆云泽的脑海中 再次想起一道提示 定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一星武师 获得气血值355点 他体内突然涌现出一股暖流 气血增加 数值达到5917 反斜杠6200 距离四星武师 已然不远 不得不说 杀武师给的气血值就是丰厚 陆云泽倍感舒爽的同时 开始干正事 他将中瑶的尸体拖走 和大力源埋葬在一起 本来还想弄成坟包 摆个造型 但是又怕引人注目 只能作罢 陆云泽望着 已经被踩平的土地 感慨道 你们主仆虽然生不能同床 但是死了可以同学 也算是一种缘分 如果中瑶听到此话 一定会气地从坟里爬出来 大骂一声 丑丑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忙完一切 陆云泽返回到木屋之中 坐在床上 将刚才的收获拿出 逐一盘点 首先是秘境令牌 此物乍一看 就是一个造型古朴的牌子 用不知名的金属打造而成 上面镌刻着奇特的花纹 如果没有点见识的人 看到此牌 肯定猜不到它的价值 只有修为达到武将以上的境界 才能捏碎它 开启秘境 陆云泽回忆起中瑶生前的话 不禁陷入思考 对方说的 应该是真的 如果修为达不到武将 就可以进入秘境 那中瑶刚才肯定会捏碎令牌 直接传送走 而不是选择冒着极大的风险 进行偷袭 对令牌把玩一番后 陆云泽不再研究 本来他打算将其放到背包之中 但由于片刻后 还是决定贴身收藏 令牌的价值 远在地阶5G之上 追杀中有 接着 他的目光放到另一本秘籍之上 会兴权 光看名字 就比刘兴权厉害太多 这可是地阶5G 陆云泽有些兴奋 没想到整个黑工厂 都掏不出一本的地阶5G 如今居然摆放在他眼前 只能说一句 造化弄人 他翻开秘籍 开始细细参悟起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天色已经越来越晚 远处的售吼声更加洪亮 充满暴虐之感 陆云泽终于和尚密集 果然 与流星拳一样 没有光属性的天赋 很难发挥出 会心拳的最大威力 不过 并不妨碍修炼 陆云泽在这段时间之内 已经将会心拳 领悟到入门的境界 可见 其悟性的恐怖 这本会心拳在我手中 只能发挥出地阶下品的威力 如果有光属性天赋 我相信可以达到地阶中品 甚至是上品的程度 虽然陆云泽有些惋惜 但他坚信 自已有系统傍身 每周开一次盲盒 早晚能觉醒到光属性的天赋 他将两本密集 全部装进背包 而中瑶留下来的 那个天心派的公牌 本来打算直接毁掉 但他想了想 还是同样装进包里 万一以后有用吗 最起码办假证的时候 还有一个参照物 收拾完毕 陆云泽躺在床上 开始休息 虽然耳畔时不时传来嘶吼之声 但陆云泽知道 其实这些凶兽离木屋很远 只不过他们咒服夜初 此刻的精力和气血最为充沛 稍微吼叫几声 便能传播到几公里之外 与此同时 白虎山中间地带的另一片区域 这里聚集着三名高等级的舞者 为首的艺人 是一个27、8岁的俊秀青年 他的脸庞长得极为帅气 不过却有一种妖艺质感 头发更是根根倒树 呈现出罕见的银白色 这便是上次龙榜争夺战中 位列第二的灵王 来自西场 此时 他神色有些不耐 冷声道 你们两个家伙还没查到陆云泽的位置吗 他的对面 站着两个人 一个不停地四下眺望 一个竖起耳朵 再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 他们都是觉醒者 其中一个叫李光亮 觉醒的是一级天赋视觉强化 另一个叫王震 觉醒的是一级天赋听觉强化 两个人配合起来 像极了传说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不过他们的本事并没有那么大 顶多探测到三四公里内的范围 这时 李光亮停止勘察 无奈地说道 林哥 天色太晚 无目里有限 真的看不太清楚 而王震也停下倾听 他的耳朵 自从觉醒天赋之后 又变大几公分 差一点就赶上神话故事里的雷弓 不过 王震丝毫不觉得自卑 反而觉得 相貌更加帅气逼人 当然 这都是他自己的想法 觉醒后 连审美观都变得畸形 林哥 夜晚凶兽活动频繁 叫声太多 我也听不清楚公里之内 人类的脚步声 听到王震的回答 脾气暴躁的林傲 终于忍不住 狠狠地说道 两个废物 汪藏天交给他的任务 就是一定要在 陆云泽逃跑的路上 将其拦截 可是他们不清楚 陆云泽的具体位置 也不知道 对方什么时候 能来到逃跑的这条必经之路 这么敢等着 实在是浪费时间 和守株待兔 有什么区别 最好的办法 就是对陆云泽 进行实时监控 可惜对方一天之内 已经毁坏两个无人机 让林傲大为窝火 李光亮劝道 林哥 别着急 我们有消磨在 肯定很快就能发现陆云泽的踪迹 提到肖默 林傲的神色 稍稍变得舒缓 对方也是觉醒者 拥有一级天赋 嗅觉强化 鼻子特别灵敏 外号肖黑犬 和狗鼻子相扁 也不遑多让 汪藏天一共分发给他们 两台超远距离的对讲机 其中一台给了林傲 由他负责指挥这一次作战 而另一台在肖默手中 方便他在发现 陆云泽的位置之后 及时与林傲进行联络 行 陆云泽的事就耽误比赛 影响名次 林傲说完后 又想到一件事 急忙到 对了 除了我们之外 天歌还吩咐 要多派一些人手 如果我们明天遇到西场的同伴 就拉拢过来 一起参与此次计划 刘光亮有些奇怪 林哥 有咱们三个 再加上肖默 对付一个三星舞者 应该是手到擒来吧 在他眼中 林傲的实力已经足够恐怖 再加上三个舞 感行天赋的觉醒者 对付陆云泽 简直不要太轻松 最重要的是 陆云泽在明 四人在暗 我们比你强大这么多 还和你玩音的 这不是分分钟玩死你吗 谁料 听到此话的林傲 却冷笑一声 三星舞者 如果仅仅是这样 就好办了 哦 刘光亮和王震 感到有一些兴起 难道其中 还另有影情 林傲深吸一口气 表情逐渐变得严肃 缓缓到 据天歌所说 陆云泽一个人 便将北场四十多名 虎榜舞者 全部斩杀 什么 听到这话 刘光亮和王震全都傻眼 难以置信地说道 一个人杀四十多人 这也太假了吧 林傲眉毛一挑 冷言道 你们敢质疑天歌的话 这可是他亲眼所见 两人立刻吓得心头一领 急忙解释 我们当然相信天歌 不过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林傲叹了口气 我一开始也觉得很震惊 不过天歌说 陆云泽具有雷电型天赋 而且等级不详 他怀疑是A级天赋 A级天赋 听到的话 刘光亮倒吸一口冷气 纵观整个西场 实力最强的那位员工 也只是B级天赋 不过 就算如此 对方也已经登上龙榜的榜首 而且 汪藏天身为主管 对其也不敢过于指手画脚 甚至没有让对方 插手这次抓捕计划 可见此人的强大之处 王震皱了皱眉 如果真的打败四十多名 同街舞者 那陆云泽 肯定是A级天赋 我们都是觉醒者 知道拥有天赋的可怕 换句话说 一个人类的上限 完全是由于他的五道天赋决定 林奥点了点头 西场的觉醒者数量之多 占据整个工厂的三分之二 而他的C级天赋 在西场更是无比耀眼 仅仅逊色于龙榜第一的那位 但是 与陆云泽的A级天赋相比 完全是米粒之光 不过 林奥的眼中 却陡然蹦射出一股战意 陆云泽 虽然你的天赋很强 但等级的差距 就是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到时候谁胜谁负还不一定 而且 我们这么多人 再加上源源不断的支援 肯定能将你拿下 说实话 林奥本来想和陆云泽单挑 但是汪藏天的嘱咐 还在耳边回荡 一定要全力拿下陆云泽 虽然做不到西场龙榜舞者 全员出击 但是也要尽可能地多派些人 把陆云泽视为平生之大敌 最好是当作武士大boss来看待 武士 当时林奥听到这个说法时 甚至有些恍惚 还记得他几年前 第一次看到公司的经历时 深深地感受到 一种无力感 武士随意之间释放的那股 恐怖压迫 让他几乎透不过气 可是 汪藏天对陆云泽的评价 既然如此之高 这让林奥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 他还是选择听从对方的话 因为汪藏天在短短数年间 便将西场建设为 四大场区中的第一 绝对有眼界和手段 第二天 陆云泽从床上苏醒 伸了个懒腰 走出屋外 昨天晚上睡得十分安宁 不出所料 那些洪亮的售后声 确实距离自己非常遥远 这些木屋 之所以被公司称为安全屋 也是有一定的原因 因为周围没有 太强大的凶兽 如果有的话 也肯定早就被那些经理们驱逐出去 更换家门 来一个凶兽大迁徙 今天是龙榜争夺战的第二日 但是比赛结果 与我没什么关系 沿途能猎杀凶兽 得到一些兽精 已经让陆云泽感到心满意足 不过 白虎山面积极广 物产丰富 他也看到过一些奇特形状 散发出阵阵香味的花草 由于不清楚他们的作用 陆云泽不敢贸然采摘 他谨慎惯了 生怕遇到有毒的植物 我的知识还是太匮乏 主要是实力提升太快 眼界有限 这就是德不配偎 等到逃出去后 一定要找一个地方 好好恶补知识 此时 陆云泽更加明白 读书的重要性 前身的学习成绩并不怎么好 废话 满脑子都是女人 还有心思学习吗 陆云泽现在一门心思考虑如何变强 至于爱情分泌的 那一丁点多巴 他已经完全看不上 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 陆云泽神色肃穆 宛如发表伟大的宣言 但接下来 他话锋一转 又自语道 当然 除非遇到一个愿意给我买 SSSS 集合金刀的富婆 走出一公里之后 陆云泽似乎发现什么 脚步顿时一致 不远处出现一株奇花 散发阵阵香气 更令人惊叹的是 上面还垂挂着 数颗龙眼大小的果实 橙翅红色 看起来垂涎欲低 这次不用任何试探 陆云泽就知道 眼前的奇花异果 绝对是宝贝 虽然不知道 它有什么功效 但如今被我撞上 那就收下吧 陆云泽走上前去 正要伸手采摘 忽然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不许动 如果陆云泽在前世 听到这样的话 一定会吓得举起双手 甚至抱住头颅 蹲下身子 几乎一句 治安官先生 我说 我和他是情侣 你信吗 不过 这里是五道事件 陆云泽来到之后 迅速适应环境 一颗心脏 更是得到千锤百炼 性格变得勇猛无比 不再是那个花花公子 他转过身 便要拔刀 下一秒 却微微一愣 因为眼前之人 看起来不过 十七八岁的少年模样 长得一脸稚嫩 明眸好齿 头上戴着一顶草帽 似乎长期在阳光下暴晒 脸上满是细密的汗珠 陆云泽面 无表情地问道 你有什么事 草帽少年紧张地 咽了下口水 颤巍巍地说道 打 打 打劫 打劫 陆云泽怎么看 怎么觉得 对方像是在倒笑 你毛掌权了吗 就学别人打劫 陆云泽也是毒蛇 那你是打劫 IC IPE 还是IQ卡 用不用通通告诉你密码 草帽少年听到这话 脸色更加苍白 他内心挣扎好久 居然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 砰的一声 少年双膝落地 直接跪在地上 闭着眼大声喊道 对不起 我错了 陆云泽被对方这一套 操作整的云里雾里 奇怪地问道 你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吗 他现在严重怀疑 自己是先天祖宗人体制 谁看到 他都想跪下拜一拜 草帽少年沮丧地说道 其实是十分钟之前 我辛辛苦苦采摘了两天的零花零草 被人打劫一空 心态崩溃 便也想打劫别人 但我实在做不到 陆云泽嘴角一抽 幸好你刚才没做到 不然 现在就已经是死人了 陆云泽好奇地问道 打劫你的是谁 草帽少年颤巍巍地说道 是一个大胖子 差不多有那么高 那么胖 他用手稍微比划一下 陆云泽看其描绘出来的轮廓 微微一愣 上下一边搓 那不就是水桶吗 还是超大型号 但是 陆云泽也不想管闲事 只不过下次再遇到 这样奇特容貌的人 多提防一下 忽然 他想到一件事 便奇怪地问道 我看你的境界 不过才二姓舞者 难道也登上虎榜 你叫什么名字 哪个厂区的 面对一连串的质问 草帽少年急忙从地上爬起来 回答道 我叫孟秀是南场的人 我并不是虎榜上的舞者 果然和陆云泽猜想的一样 那些能上虎榜的选手 每一个都身强体贱 像孟秀这样瘦弱的人 几乎没有 而且对方年轻得过分 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小的样子 那你怎么 能参加龙榜争夺战呢 陆云泽心中的疑惑更大 莫非遇到一个走后门呢 孟秀解释 其实 我主要是来采摘灵草灵花 因为我的天赋是地级天赋 草木清河 更容易找到珍贵的草药 所以 被公司的经理 破格设为徒弟 我平时就一直在白虎山采药 和你们这场比赛没有关系 陆云泽恍然大悟 又道 经理 那么就是武师 你给他当徒弟 待遇应该不错吧 孟秀苦笑一声 并没有说什么 内心的酸楚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陆云泽指着身前的那株奇花一果 问道 既然 你拥有草木形的天赋 那知道这种果实 有什么功效吗 孟秀定睛一看 顿时满脸惊喜地说道 这个是强生果 吃了之后 能够提升肉身之力 非常宝贵 不过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呢 强生果 果然是好东西 陆云泽有些兴奋 便要伸手去摘 不许动 孟秀急忙说道 台词和上次一模一样 又怎么了 陆云泽强忍住抱打他的冲动 问了一句 孟秀回答 我才想起来 强生果的地盘 常年有一只凶兽斗流 我之前几次路过 都没敢靠近 一旦被摘下 那只凶兽肯定会窜出来 你还是放弃吧 而接下来 陆云泽的操作 却令他差点惊掉下巴 只见对方直接将强生果 从地面连根拔起 然后放进背包之中 甚至连花孤朵都没有放过 啊 这 孟秀尔都梦了 见过狠的 没见过这么狠的 难道他没听到 自己刚才的建议吗 陆云泽拍了拍手掌上的泥土 笑道 你小子懂得不少 他话没说完 附近就传来一道暴虐的兽吼声 下一刻 一只恐怖的熊形凶兽 突然出现 其身高超过三米 提破熊剑 一身黑色的绒毛 油光闪亮 是大地暴虫 孟秀尔吓坏了 说道 我就说 强生果附近 肯定会有守护的凶兽 完蛋了 对方已经达到一阶九重 我们绝对跑不掉 他双腿一软 瘫倒在地上 面露绝望之色 而陆云泽动都没有动 在前世 他就知道 熊是一种极其狡猾的动物 不仅会像人类一样 做出招手的动作 来吸引猎物 而且还会魔旁人类进行敲门 十分的奸诈 报复心极强 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 就是 众生平等气 可惜这个事件没有 但是 陆云泽丝毫没有畏惧 此刻 大地暴熊 张开血喷大口 露出星红的舌头 眼神充满嗜血之色 明显要将两人吞掉的节奏 他怒笑一声 直接扑过来 陆云泽极为冷静 在此熊冲过来的一刹那 他直接一跃而起 高举右臂 一拳轰在对方的下巴上 砰的一声 这一拳狂暴无比 竟然是刚刚掌握的会心拳 可能是由于刚达到入门的境界 陆云泽对于出拳的力道把握还不够 一时间没控制好力量 直接将大地暴熊的脑袋打穿 前一秒还高高在上 凶残无比的暴熊 如今只剩下一具无头的尸体 梦秀儿 只感觉大脑一片空白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直到看见陆云泽在地面上 用刀挑开各种烂肉 寻找兽精的时候 才哆哆嗦嗦地说道 我靠 大哥你好猛啊 基本操作而已 陆云泽此刻 已经找到兽精 擦拭干净后 同样放进背包里 可怜的大地暴熊 临死前后悔极了 刚才就不应该冒出来 真是陪了夫人 又丢了性命 对了 大哥你怎么称呼 梦秀儿问道 陆云泽 什么 梦秀儿有些吃惊 陆云泽奇怪地问道 怎么 你认识我 自己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出名了 连一个南场的二星舞者都知道 梦秀儿说道 你是不是相难高中高三的学生 陆云泽很意外地说道 对 莫非你是校友 梦秀儿立刻笑道 我是你学弟 我在那里读高二 不过 陆云泽却感觉有些不对劲 语气一寒 质问道 你一个高二的学生 连十八岁都没有 根本不够标准 服用觉醒药剂 是怎么被骗进这里的 提到这个 梦秀儿无奈地解释 我从小就体弱多病 曾经休学过一年 所以 现在已经满十八岁 我之所以被骗进来 也是因为一时鬼迷心窍 妄想成为觉醒者 可惜天赋来得实在太迟了 直到我被抓进来十几天后 才觉醒成功 陆云泽这才明白过来 其实像梦秀儿这种情况非常多 黑工厂研制出的低阶觉醒药剂 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 只能说 觉醒的速度太慢 像蜗牛一样 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独子研制出来的 陆云泽又问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我的 我在相难高中 这么有名吗 他有些奇怪 自已除了长得帅一点 身材好一点 其他方面并没有出众的地方 学习成绩也是一般般 虽然当时九十五的气血 职在同龄人中 已是中等水平 但是那么多气血职高的学生 也没引起全校轰动 这时 孟秀儿才说道 其实我是透过另一件事知道你的 赵妹竹不是咱们学校的校花之一吗 听说你是她的好朋友 所以 我们高二好多人都知道你 什么 听到此事 陆云泽脸都黑了 没想到 自已就是因为赵妹竹那个婊子 才全校出名 真的是造孽啊 对了 陆学长 你和赵学姐 真的是好朋友吗 孟秀儿 一脸天真的问道 这是往陆云泽的伤口上撒盐 他没好气地说道 好朋友 好个鸡毛 我想立刻宰了他 似乎感觉到对方心情不太好 孟秀儿 善善一笑 陆学长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等一等 陆云泽却一把抓住对方 看得出你的草药知识非常丰富 那么这几天 就先跟着我吧 孟秀儿表情顿时一僵 怎么回事 他这是被绑架了吗 陆云泽正愁辨别 不出珍贵的草药 如今 就有现成的小专家 必须好好利用一下 孟秀儿 只能无奈上了贼船 跟在陆云泽的身后 不过 他丰富的草药知识 以及天赋 确实帮助到对方 这一路上 踩到不少珍贵的草药 只不过 大多 都有守护的凶兽在附近 甚至是现场 每次孟秀儿下的 屁滚尿流的时候 陆云泽总能出手 将这些凶兽解决 而且异常轻松 孟秀儿的震惊一波 接着一波 到最后 甚至都麻木了 他好奇地问道 陆学长 你到底是什么境界 为什么 我完全看不出来 陆云泽暗道 我身为武师 又有脸西数加持 你能看出来 就见鬼了 如今他已经是四星武师的境界 这一次 是颅骨得到淬炼 刚突破的时候 他的感知进一步扩大 周围的风吹草动 虫鸣鸟叫 都变得异常清晰 原来颅骨淬炼之后 增强的是感知之力 陆云泽暗暗有些欣喜 如此一来 自己对于四周环境的勘察 就更加方便 而他也召唤出面板 姓名 陆云泽 年龄 18 身高 185厘米 体重 70千克 净剑 四星武师 功法 基本修炼法 三层 五剑 闪电五镰刀 圆满 奔雷刀法 圆满 流星感月 熟练 流星拳 熟练 会心拳 入门 术法 联系术 大成 天赋 无限杀戮 SSS级 死亡一刀斩 S级 灭视神雷 SSS级 气血值 6560反斜杠8000 综合评价 已经淬炼完成上只骨 下只骨 躯干骨和颅骨的你 马上要迎来第一次全身骨骼的全面增强 现在越级杀人 比喝水还要简单 之前是如同喝水 现在比喝水还简单 陆云泽淡淡一笑 十分满意系统的评价 自已的两门刀法 闪电五镰刀和奔雷刀法 全部达到圆满的境界 练习术也在不断地运用和理解之中 达到大成 至于流星拳和会心拳的境界 却原地不动 只因陆云泽有刀在手 轻松一刀就能解决的事 不愿意挥动拳头 但他知道 论潜力来讲 还是会心拳比较强 回头有时间要多加练习 争取早日达到大成境界 这样就可以做到 瞬间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威力 时间已经来到傍晚 陆云泽说道 常来白虎山 知道哪里有吗 孟秀点了点头 当然 我知道 附近就有一个 说完 他便开始带路 只不过刚穿过一片草丛之时 孟秀像看到大恐怖一样 急忙掉头 他气喘吁吁地对陆云泽说道 学长 有大祸 陆云泽有些奇怪 前面是什么 孟秀急忙说道 是那个大胖子 什么 陆云泽正要感知一下 前方冒出来的气息 一个粗犷的声音 却率先响起 靠 乱起什么外号 我是西场的陈大力 很快 从草丛中 走出一个高大的白胖子 浑身肥嘟嘟的 脸上的五官 更是挤在一起 犹如人形坦克 陆云泽打量对方一番 忍不住说道 果然是上下一样粗 像水桶一样 陈大力挺虽然胖 但是一点也不喜欢 别人说他这个缺点 你哪怕叫他疯子 他都能接受 我一会儿 要把你的舌头揪下来 陈大力愤怒地喝倒 此刻 孟秀 躲在陆云泽身后 连大气都不敢喘 一张小脸 更是吓得苍白无比 陆云泽去皱了皱眉 你刚才说什么 要把我的舌头揪下来 没错 陈大力痴笑一声 满脸 都是猙獰之色 看起来极为吓人 他体型本就庞大 再加上实力 已经达到九星五者的境界 所以 平时看起来勇猛无比 容易让人产生畏惧 我不仅要割掉你的舌头 而且 还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抢走 哈哈 我就喜欢这种 送上门来的蠢货 陈大力举起铁锤 慢慢悠悠地走过来 他之前和陈俊生交手时受的伤 经过一天的休养 已经彻底恢复 不得不说 大胖子 就是皮操肉厚又耐操 看到陈大力逼近 梦秀 更是有些害怕地说道 陆学长 一会儿不要搞得太血腥 我晕血 陆云泽说道 放心吧 这胖子 肥肉那么多 估计也流不出多少血 这次轮到陈大力梦了 什么意思 原来 你害怕的不是我 而是韵血 刹那间 一股屈辱感蔓延全身 陈大力气的脸 都憋红了 大吼一声 举起铁锤 就向陆云泽的头顶上砸去 这一锤子下去 如果砸中普通人的脑袋 必定像西瓜一样爆开 可惜 他遇到的是陆云泽 那铁锤刚刚落下 便被陆云泽随手一刀 直接砍掉 沉重的锤头 很巧合地 砸在陈大力的脚上 我的妈呀 陈大力惨叫一声 丢掉光秃秃的铁杆 捂着脚 以荆棘独立的姿势 在原地乱跳起来 锤头砸得非常狠 对方的脚骨肯定断了 陈大力一边哀嚎 一边无比惊异地问道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刀法如此犀利 我教陆云泽 陆云泽淡淡地回应 什么 你就是陆云泽 陈大力傻眼了 万万没想到 汪藏天一直惦记的陆云泽 居然就站在自己面前 虽然 他没有参与到作战计划之中 不过也知道此事 你居然这么厉害 和情报完全不一样 陈大力惊异过后 突然意识到什么 接着也不顾断裂的右脚 急忙步履蹒跚地 向旁边狂飙而去 但是 一蹶一拐 实在太慢 他索性发挥出自已的优势 直接躺在地上 利用圆鼓鼓肉呼呼的身躯 像滚到葫芦一样 开始翻滚起来 速度居然比跑得还快 看到这一幕 连陆云泽都有些大开眼界 果然是西场需要的人才 陆云泽轻轻一仰手 体内那一股未知的能量 化为一道雷霆狠狠地冲杀过去 雷电的速度无与伦比 很快便追上陈大力 劈在他身上 轰的一声 陈大力发出一声惨叫 然后变成一片骄狐 彻底熟透 叮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九星武者 获得气血值232点 陆云泽无暇倾听系统的提示音 而是有些好笑地说道 我还以为你这身肥肉 能够绝缘呢 没想到还是不顶用 武道疯子陈大力 曾经是多少人的噩梦 在龙榜争夺战中已抢劫出名 如今居然死在陆云泽的手下 而且还是这么憋屈的死法 另一边 孟秀儿目瞪口呆 他第一次见到陆云泽 施展雷电天赋 而且 这雷电也过于恐怖 一道劈下去 连成大力那么强壮的人 都被直接劈成交叹 陆学长 你也太牛逼了吧 此刻 孟秀儿两眼都是崇拜之色 我要是赵妹竹 也会爱上你的 真的是太帅了 谁料 陆云泽却转过头 眼中都是杀气 你再提这个名字 我就弄死你 孟秀儿听后 立刻闭上嘴巴 虽然他不知道 两人发生过什么事 但显然陆云泽对赵妹竹充满恨意 依我看 赵妹竹根本配不上陆学长 湘南的校花 还有好多呢 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孟秀儿 当然不敢把这句话说出口 只是在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 至于为什么湘南的校花不止一个 主要是因为 当初学校论坛 举行过一场投票 好看的那几位 皆是名列前茅 票数相差不大 毕竟萝卜白菜 各有所爱 票数第一的那位诞生 不能令大部分人福气 所以 干脆就选出四名校花 每一个 都有自己的特色 青春 活泼 冷艳 可爱 每一个拎出来 都能代表一个男生的白月光 但对月人无数的陆云泽而言 美色什么的 都是一副皮囊罢了 已经丝毫不能引起他的注意 更何况 其中一位 还是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以后 最大的仇人 不杀不足以 化解心中滔滔不绝的恨意 此时 陆云泽走过去 仔细翻找 他皱了皱眉 陈大力身上 怎么连个背包都没有 不是喜欢抢劫吗 梦秀却激动地说道 陆学长 他抢的东西 没有带在身上 而是放在这个草丛里 陆云泽走过去 只见梦秀 指着一块平地 道 就在这里 陆云泽有些无语 你这是狗鼻子吗 怎么知道的 梦秀回答 我有草木清河的天赋 能够感受到附近的灵草灵花 而这块土地下面 散发出浓郁的草木之力 幸好把你带在身边了 陆云泽感慨一句 骑着举起刀 用力地跑起来 看到对方无比娴熟的动作 梦秀似乎想到什么 脸色当即一变 陆学长这是经常挖坑吗 他之前挖坑干什么 梦秀越想越怕 脑补力也是惊人 对于陆云泽 心中更加敬畏 很快 地面便被挖出一个小坑 坑里面放了好几个背包 看来都是陈大力这一路抢劫来的 真没少抢 他是江阳大盗吧 梦秀都傻眼了 陆云泽淡淡一笑 这大胖子还挺聪明 知道找个地方 把这些背包藏起来 不然他一个人带着这么多东西 既不方便又很惹眼 陈大力恐怕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拼了命抢到的好多东西 现在都成为陆云泽的囊中之物 简直是为他人做了嫁衣 陆云泽将背包拿上来 一共有六个 他将梦秀的那个背包 归还给对方 谢谢陆学长 本来梦秀还担心对方 将自己的包一并笑纳 看来是多虑了 他恨不得删自己一巴掌 陆学长这么好 我怎么能小人之心呢 陆云泽又将其余五个背包 全部开启 盘点起来 发现寿金一共有五十四块 还有一些看不出价值的 灵草灵花 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往他的包里色 直到彻底装不下 只能又放进另一个背包中 唉 收获太多 也是一种烦恼 陆云泽提着两个沉甸甸的包 看起来就像是去旅游一样 这时 梦秀说道 陆学长 一会儿 我将你带到安全屋 我们就分道扬镳吧 哦 陆云泽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寻宝鼠 此事当然不愿意放过 便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 还是觉得 跟在我身边不安全 不不不 梦秀急忙解释 是我要去找我师父 我一般 都是每天采完药 就回去交差 而现在 已经两天没有复命 他一定很生气 话还没有说完 他的身体竟然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陆云泽似乎看出端倪 走到对方身边 轻轻撩开对方的上衣 顿时目光一正 只见梦秀身体单薄 受得可怜 后背上竟然全是伤痕 而且都是鞭子抽的 大小不一 就伤当好 又有心伤覆盖在上面 你怎么受这么严重的伤 陆云泽问道 梦秀苦笑 有时候一天没有采到药 或者是数量太少 师父就会对我实行颠斥 陆云泽终于明白 为什么当初自己说 他给一个经理 当徒弟是好事 对方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原来也是打工的猪仔 不 准确地说 是干活的驴 还要被抽 陆云泽又问道 你是要回工厂吗 梦秀尔回答 不 现在是龙榜争夺赛期间 我师父作为经理 也必须待在山中 如果发生突发情况 要负责拯救选手 陆云泽有些好奇 我很纳闷 如果真的有选手求救 他们会赶来吗 梦秀尔知道的确实不少 解释道 如果距离特别近的话 可能赶快看一眼 但肯定不会太上心 毕竟这些选手的生死 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之所以赛前宣传山上 有经理负责他们的安全 也是给这些选手们 服下一颗定心丸 陆云泽的面色异冷 果然 黑工厂之中 哪怕是高层 也都没一个好东西 这场龙榜争夺赛 看似对员工有好处 到时候给予奖励 其实到处都是无人机 在直播 让这些领导欣赏 他们在生死之间搏杀 如同在马戏团 看猴子的表演一样 这些可悲的员工 其实都是他们眼中的乐子 一群狗逼 陆云泽思考片刻 突然冷冷地说道 你知道 你师父在什么位置吗 师父的位置 孟秀有些奇怪 陆学长 你问这个干什么 陆云泽认真的问道 你现在和我说实话 你师父具体的境界是什么 还有哪些手段 半个小时后 孟秀坠坠不安地 来到一处平滑的山岛 那李正坐着一个老者 他头发很长 身材薛瘦 双目微闭 前方还摆着一个 类似于太上老君炼丹炉的 巨大金属炉 显然 是在炼制一些药物 熬药的时间很长 对方大多数时间 都在闭目养神 这便是孟秀的师父 公司的经理之一 孙不仁 这时 对方突然睁开眼 目光飘过来 漠然地问道 昨天为什么没来 孟秀忐忑地说道 昨天采的药不多 我想今天累积起来 一起交给您 孙不仁接过背包 冷哼一声 如果数量 或者质量都不达标的话 我一会抽死你 听到这话 孟秀就开始浑身哆嗦 他已经形成条件反射 孙不仁开启背包 盘点一下 似乎无比满意 淡淡地笑道 不错 这两天 白虎山有比赛 但是 你还能采这么多 而且还有一株三彩花 这是炼制 低阶觉醒药剂的重要材料 今天就不打你了 快点滚 孟秀 如蒙大赦 急忙退后 谁料 孙不仁突然立合倒 谁在那里躲着 很快 不远处一人高的草丛中 冒出一道人影 他不禁笑道 不愧是武师 感知就是敏锐 孟秀 见其走出来 吓了一跳 无奈地说道 陆学长 我就说 不用你跟着 师父很厉害的 肯定能察觉到你 孙不仁却皱了皱眉 你又是何人 与其够狂妄的 一个乳秀未前的娃娃 还评价上武师了 他是武师 又是高高在上的炼药师 十分狂傲 根本看不起寻常舞者 陆云泽突然问道 刚才听你所言 公司的低阶觉醒药剂 都是你炼制的 孙不仁听到这话 甚是得意 轻浮下巴的胡须 说道 不错 也有一些出自老夫的徒弟们 但是低阶觉醒药剂的 炼制难度非常大 老夫炼制的 已经达到低阶的最大标准 甚至如果再更近一步 就能达到 终极觉醒药剂的程度 虽然我那些徒弟们 炼制的质量不太好 但是 给那些猪崽们服用 已经足够 看得出来 他对自己的炼药技术 十分自信 也未能培养出这么多徒弟 而觉得自豪 此刻 陆云泽却无比愤怒 原来这些坑人的 低阶觉醒药剂 都是出自你 和你门下的徒弟 孙不仁却没有看到 对方的神情 反而笑道 当然 我这些药剂 可为公司赚了不少钱 你真该死 陆云泽的语气森然 他终于找到 炼制这种坑人药剂的 王八犊子 什么 孙不仁听到这话 才察觉到不对劲 抬头一看 却见到对方的表情 充满愤慨 不由地怒到 一个年纪不大的臭小鬼 居然敢用这种语气 和老夫说话 你是找死吧 梦袖见状 砰的一声跪在地上 哀求道 师父 这是我的学长 他今天心情不太好 出言顶撞的事 请您不要放在心上 我马上带他走 想走 晚了 孙不仁豁然起身 眼神中净是愤怒 多少年了 都没有人敢用这种语气 和老夫说话 老夫该死 呵呵 老夫活得可比你长多了 该死的是你 接着 他的气势全开 二星武士的境界 显露无遗 孙不仁常年炼药 等级在武士之中并不高 但是 在公司的地位 无比尊崇 就算是为首的柳如龙 见到他 也得客客气气 因为孙不仁 就是公司的摇钱术 其实 这次龙榜争夺战 本来并不需要他 来保护这些选手 主要是孙不仁想体验一下 在野外炼药的新鲜感 而且顺便监督孟秀儿采药 至于保护那些比赛选手 就算孙不仁听到求救 也不会去帮忙 在他看来 所有员工的命家起来 也抵不过他这一炉药珍贵 师父息怒 千万不要杀学长 孟秀儿 这次真的怕了 带着哭腔哀求 甚至拼命地磕头 想挽救陆云泽的性命 谁料 陆云泽却说道 秀儿 站起来 啊 孟秀儿有些吃惊 我让你站起来 陆云泽的声音 铿锵有力 让人不自觉地产生服从之心 孟秀儿立刻起身 陆云泽一字字地说道 男儿膝下有黄金 以后不要再向任何人下跪 孟秀儿擦了擦湿润的眼眶 他的性格懦弱惯了 在学校也是经常被欺负 甚至遭遇过霸凌 从来没有想过成为强者 而那次贷款购买觉醒药剂 是他最有勇气的一次 可惜 代价十分惨痛 沦落至此 如今听到陆云泽的一番话 他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 学长 可是 孙不仁却忍不住笑了 哈哈 你学长是来搞笑的吧 徒弟给师父下跪 不是天经地义吗 陆云泽催了一口 你散得这儿的师父 把秀儿当作牛马使欢 天天为你采药 还要被你用鞭子抽打 你有传过他一丝本领吗 孙不仁哼了一声 如果当初不是我看中他的天赋 他早就进车间 去宰杀牲畜 那些工作 不比采药来 所以 我才是他的大恩人 陆云泽冷笑道 你只不过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 把他从一个火坑 又拽到另一个火坑罢了 实话总是最刺耳的 对方出现之后 一直用犀利的语言 对孙不仁进行攻击 如今彻底让他破防 你命练 我特魔烧死你 孙不仁没有伶牙力齿 说不过 就只有动手了 他心里积攒的怒火 如同火山一样 终于爆发 张开嘴 提那一股恐怖的能量 孕育而出 化为澎湃的火浪 从口中喷射出去 臭小子 让你尝尝我的炼药之火 这就是孙不仁的C级天赋 虽然是火属性 但在炼药方面 更能发挥出奇效 在炼制的过程中 火焰能一直保持稳定 甚至可以增加成功率 有这个天赋在 孙不仁才能一路成长为 公司最受人尊敬的炼药师 学长快躲开 孟秀儿焦急地喊道 他觉得陆云则是真心对他好 不仅帮忙杀掉抢劫的陈大力 还教自己怎么做人 此等恩情 简直如同再生父母 而陆云则面对澎湃的火焰 没有出现一丝一毫的畏惧之色 直接抽出F级合金刀 神色冷漠 语气冰冷 孙不仁 这是你的天赋火焰吗 你和火打了一辈子交道 接下来 让你看看我的怒火吧 陆云则用力一劈 随着刀身的落下 蹦射出五道 如同刀剑般犀利的闪电 正是大圆满的闪电五镰刀 碰碰碰 五道闪电 将澎湃的炼药之火 直接轰得粉碎 看到这一幕 孙不仁傻眼了 满脸都是不可置信之色 口中颤巍巍地说道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能够破解我的炼药之火 要知道 孙不仁这种火属性天赋的杀伤力 非常强 哪怕是高一级的武师 都抵挡不住 没想到 居然被陆云则轻松解决 我是谁 陆云则冷笑道 我当然是武师了 下一刻 他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 脸稀数彻底解开 恐怖的威压呼啸天地 而陆云则的真实境界 也彻底展现出来 四星武师 这气势如山月一样 令人双膝酥软 根本无法站立 孙不仁站在他前方 感觉到肝肠寸断 而孟秀 更是不好过 直接腿软一软 瘫在地上 我答应过陆学长 不再跪了 男人要坚强 不过这压力也太大了吧 后来 他转面一想 反正 也是跪在陆学长面前 又不是外人 那就一跪到底吧 我依然是男子汉 陆云则手持长刀 一步步逼近 孙不仁缺下猛了 他平时仗着炼药之火 自信在战斗时 也有几分优势 但是根本没打过多少架 从小就抛在各种药材之中 如今面对比自己 高粮的小境界的陆云则 直接就怂了 他急忙拱手道 这位小兄弟 不 这位大哥 咱们有事好商量 都是一个单位的 我们是最亲密无间的同事 老夫 不 小弟为刚才的事 给你赔个不是 你看我一把年纪 就当我老糊涂 原谅我好吗 他喋喋不休地说了一堆 陆云则连一句都没听进去 眼中杀鸡蹦陷 就是要对方死 孙不仁见状 也被逼急了 直接举起单炉 就向陆云则砸过来 这单炉是公司早些年 从一处秘境中得到的宝贝 可以凭空增加炼药成功率 而且 它还是一件武器 此刻 在孙不仁的气血之力灌注下 单炉宛如一个巨大的燃烧火球 向陆云则狠狠地冲来 陆云则面无表情地举起拳头 直接使出彗星拳 气血之力冲天而起 宛如一道彗星 速度极快地轰杀过去 碰 单炉被拳锋打飞 连一个照面都没有坚持住 孙不仁见状 更是浑身颤抖 卧槽 你特魔还是人吗 他还要施展出炼药之火 不过 陆云则不打算给对方机会 直接冲上前 举刀一砍 看到这犀利的刀身 孙不仁吓坏了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 似乎被切割一样 低头一看 瞬间吓猛 因为他的下半身 彻底与上半身分离 被瞬间切开 血水洒落一地 陆云则的刀速 实在太快 孟秀尔 哪见过这种场面 直接扭过头 就痒了 此时 仅剩上半身的孙不仁 还没有彻底断绝气息 不得不说 武士的生命力 就是旺盛 都到这个程度了 还能坚持一会儿 你该死 陆云则看着他 神色冰冷地说道 孙不仁用尽全身的力气 便要嘶吼出求救之声 哪知道 嗓门却如同卡住一样 根本发不出任何声音 因为陆云则又补了一刀 直接将对方的脑袋割了下来 丁人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二星武师 获得气血值410点 至此 公司大名鼎鼎的炼药师 也是唯一的一位 就这样被陆云则砍成三段 就像对方经常炼药用的材料一样 切割粉碎 害了那么多人 害了那么多风华正茂的学生 陆云则还不解恨 又用雷电狂批对方 砰砰砰 一顿乱炸之后 孙不仁再也看不出一丝人类的模样 身上也没有一丝完好的部分 全部变成焦糊一片 冒着屡屡青烟 此刻 孟秀尔才缓过来 颤颤巍巍地说道 陆学长 我师父 这个坏蛋 就这么被你杀了 你也太强大了吧 他终于直观地感受到 陆云则到底有多厉害 因为孟秀尔清楚 孙不仁在公司地位的强大 好多人敬畏对方 没想到这样的人物 居然死在陆云则的手上 而且还被十分轻松地斩杀 只能说 陆学长太牛逼了 此刻 陆云则收拾好心情 逐渐冷静下来 问道 你师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他突然有一些后悔 将对方劈成焦糊 因为孙不仁的身上 哪怕藏着什么重要物品 也都被一并批坏 看来还是不能带着情绪杀人 一定要先搜身 在编师 孟秀尔说道 他一般不把东西带在身上 附近有一个他的专属安全屋 东西 应该都在那里 这习惯真不错 陆云则有些惊喜 希望对方有大祸 他又看了一眼 倒在地上的丹炉 稍微想了想 还是决定带走 此刻 丹炉倾斜在地上 炉盖被甩飞 洒了一地的药液 陆云则将丹炉收拾干净后 直接举起 说道 带路吧 今天晚上 我们就住你师父的安全屋 什么 孟秀尔有些吃惊 如今的一切 对他来说 就像做梦一样 不仅眼睁睁地看着师父 被陆学长斩杀 而且还住进对方的屋子里 这算是倒反天罡吗 接着 两人前往孙不仁的安全屋 很快便到达 陆云则打量后 忍不住感慨一番 这个屋子 比昨天住的选手的安全屋 要强太多 用砖石搭建 十分坚固 里面的设施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电力系统 陆云则在屋内搜刮一番 果然找到很多值钱的宝贝 最多的便是珍贵的药材 除此之外 还有几本关于炼药的笔记 上面记录对方平时工作的心得 如果孙不仁那些徒弟看到 一定会疯抢 要知道 想成为炼药师 最缺少的便是经验 毕竟炼药需要大量的成本 如果熟读这些笔记 毫不夸张地说 可以让你少走几十年弯路 相当于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陆云则将这些疑病 都收拾进背包之中 如今 他的两个包真的 再也装不下 满满当当 都快一位来 这时 孟秀提议 学长 要不你自己 在这里睡吧 我另外去找一个安全屋 陆云则一想也是 他什么时候和男人同床共整过 陆云则点点头 好 那你去吧 孟秀笑道 明天早上 我再来找你 跟在对方身边 他有一种找到老大哥的感觉 其实 孟秀不住 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居然是害怕 毕竟 孙不仁刚被斩杀 他还有一些心理阴影 就这么大咧咧地 躺在对方的床上 孟秀实在下不聚角 等对方走后 陆云则将目光 落在那单炉上 心思开始活络起来 这个单炉 肯定是一个宝贝 因为孙不仁 拿他砸自己的时候 明显感觉到 上面传来恐怖的能量波动 但我的东西实在太多 要不把背包都放在单炉里 然后扛着炉子 陆云则觉得 目前这个办法最为可行 便决定收拾一下 单炉内的空间 之前装过药液 肯定很脏 如果将背包进尸就麻烦了 里面有很多草药 受潮后不易储存 于是 他开启炉盖 准备仔细地清洁 甚至找了块抹布 开始擦拭 不过 擦着擦着 陆云则就感觉不对劲 怎么单炉的内壁 有一些古怪的花纹 他仔细摸索一番 又将脑袋探进去 终于发现古怪的地方 内壁竟然刻着文字 而且还是中文 真是绝了 陆云则一边抚摸 一边将这些文字记录下来 幸好这屋内有笔和纸 很快 他的面前便呈现出一片小作文 原来 这是操控单炉的手段 就像脸稀数一样 都属于竖法 鸣叫控宝术 陆云则开始慢慢参悟起来 一直到半夜 他的眼睛 突然闪烁出一道灵光 我成了 陆云则有些惊喜 双手一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提那一股未知的能量 蔓延到指尖 打在丹炉身上 下一刻 丹炉竟然开始慢慢地缩小 最后缩减到一个 婴儿拳头大小的样子 才停下来 连孙不仁都没有发现 这个丹炉的奥妙吗 陆云则疑惑地自语 对方肯定不知道 如果同样掌握控宝术的话 便会施展丹炉的真正本领 而不是像小孩一样砸东西 其实 孙不仁平时 也不怎么清理丹炉 练完一炉 都是直接将药液倾倒出去 并不会像陆云则一样 用抹布仔细清理 所以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发现其中的秘密 结果 却被细心的陆云则 一晚上就发现 再加上孙不仁平时 不让任何人触碰丹炉 所以 就算那些徒弟们 想帮忙清理 也没有机会 果然 性格决定命运 接下来 陆云则又将丹炉慢慢放大 最后 竟然可以一直长到三米多高 屋内几乎容不下的时候 才停下来 这次 我就有能够储存物品的空间了 他将背包中的所有收获 全部丢进丹炉之中 然后又将它缩小 此时 丹炉与其心神相通 那炉盖 更是严丝合缝 如果陆云则不想让它开启 哪怕别人耗费权力 也无法掀开炉盖 有了磁爆之后 我的战斗手段 会更加丰富 他将拳头大小的丹炉捧在手里 把玩一翻后 装进裤兜 这么宝贵的东西 还是贴身收藏比较安全 接着 便躺在床上 沉沉睡去 如果陆云则知道 孟秀不敢睡在这里的原因 一定会很无语 孙不仁活着的时候 陆云则就不怕 更何况 现在都变成交谈 第二天早上 孟秀敲响房门 陆云则伸了个懒腰 叫门开启 昨晚他睡得很好 此刻精神抖擞 陆学长 我给你带了一些野果 当做早餐 孟秀笑着说道 陆云则点了点头 不得不说 小学弟确实很贴心 这时 孟秀有些惊奇地说道 陆学长 你昨天拿回来的丹炉 怎么不见了 陆云则淡淡地回应 那玩意儿太大 用着不方便 他并没有解释太多 孟秀嗷了一声 下意识地觉得 对方是将丹炉丢了 两人简单收拾一番 准备启程 陆云则依然背着一个包 主要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然连个包都没有 岂不是暴露 自己有别的方法储存物品 只能说 陆云则实在太谨慎了 他们离开安全屋 走了半个小时 突然 陆云则停下脚步 孟秀奇怪地问道 怎么了 陆学长 附近有人 而且是三个 三个人 孟秀 现在听到有人 就像出电一样 浑身一击零 这两天的遭遇 让他觉得 只有陆云则是好人 其余的都是坏蛋 很快 旁边的草丛 便窜出来一个 头发很长的男子 有点像低配板金橙武 他手持长剑 本来表情很警惕 但是看到孟秀之后 瞬间放松 同时笑了笑 秀儿 原来是你啊 我们还以为是凶兽呢 孟秀也展颜一笑 原来是燕南大哥 陆云则有些好奇地问道 你们认识 孟秀介绍道 这是和我同一个厂区的燕南 是公司的老员工 之前一直很照顾过我 此刻 燕南也看到陆云则 顿时吓了一跳 我靠 是你 陆云则眉毛一挑 怎么 你是南厂的员工 也认识我 燕南道 前几天你在竞技场 可是威风八面 只要去过的观众都认识 陆云则立刻明白过来 之前打擂台 杀得确实比较狠 而对方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他有些意外 我早就想和你较量一番 看看谁更厉害 燕南略带挑衅意味地说道 你和陆学长较量 孟秀儿先是一愣 随后面容有些古怪 燕南很无语 怎么 你觉得我会输吗 孟秀儿急忙摆手 不 不是 他想说的是 输倒是不会 就是怕一不小心 会被陆学长打死 怎么样 陆云则 要不要切磋一下 我手现在很痒 燕南还故意在妈撒手掌 宛如看到小女孩的 大灰狼一样 陆云则正要开口 这时 燕南身后的草丛中 又冒出两个人 一个是头发染成 各种颜色的沙马特 另一个见眉心目 面容冷傲 实力竟然为九星舞者 沙马特笑道 燕南 你快算了吧 陆云则那么厉害 玩意把你打残怎么办 再说了 你一个五星舞者 去挑战三星舞者 丢不丢人 燕南却很脸皮厚地笑道 就要趁着他进阶不如我的时候 挑战 不然同级对拼 我肯定打不过他 燕南大哥 要不还是别切磋了 我怕 孟秀还真担心 对方被陆云则打死 放心 我就是说说而已 燕南只是开开玩笑罢了 并不想真的与陆云则交手 他主动介绍道 这个头发花花绿绿的 是我的兄弟 是个沙别 陆云则有些惊讶 这家伙 怎么骂人呢 那个沙马特靠了一声 燕南 不要用那种语气喊我名字 我姓沙 钱币的币 你不介绍明白 整得我真和傻逼似的 燕南笑了笑 又介绍道 这位是 我们南场的南波万 叫李婉峰 这名字不错吧 既响亮又文雅 李婉峰只是对陆云则微微点头 并没有说话 眉宇间尽是桀骜之色 高手一向如此 不过 三个人谁也没看出陆云则的等级 主要是舞者阶段 气息不外线 又不爆发力量的话 很难被人发现真正的境界 而陆云则一眼就看出 李婉峰的境界 只是因为 他身为舞师 感知比较敏锐 我们先走了 陆云则直接开口 他不想和这些人 有什么交集 孟秀 被燕南等人拱了拱手 到 三位大哥 那我们就撤了 祝你们在比赛中 取得好成绩 哪知道 燕南却说道 别着急走 我们要猎杀凶兽 缺少队友 你们两个正好可以加入 孟秀有些无语 燕南大哥 你看我像是 能打凶兽的样子吗 他发现燕南的目光 一直落在陆云则的身上 显然是希望对方加入 而自已 只是顺带的 便不再多言 陆云则问道 你们要猎杀的凶兽 在哪个方向 如果和我不顺路就算了 李婉峰听到这话 却有些不乐意 什么叫不顺路 我们邀请 你是看得起你 燕南 算了 队伍也不缺一个低心舞者 燕南健壮 急忙做何事老 别这么说 都是朋友 而且 咱们与那头凶兽 还不知道具体的境界 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力 谁和你是朋友 陆云则有些无语 这燕南也太自来熟了吧 而沙壁也很自然地 将手搭在陆云则的肩膀上 道 我们那时候 天天看你在竞技场打擂台 这么关注你 不是朋友是什么 陆云则嘴角一抽 这两个人真是射牛 李婉峰健壮 撇撇嘴 也不再多言 于是 五个人就组成一支奇怪的队伍 开始前往目的地 一个小时后 他们来到一片水潭前 两边有陡峭的崖壁 水面清幽 诡异的是 水的颜色无比漆黑 不知道深浅 周围甚至有阵阵寒气冒出 孟秀 光是站在附近 就觉得浑身发了 不禁说道 燕南大哥 我们要猎杀的凶兽在哪里 难道在水中吗 燕南点点头 对 我是昨天发现水潭中的凶兽 爬到岸边休息 不过 他的等级很高 散发的气息很恐怖 所以 我们要从长计议 杀必破气地问道 现在咱们人都到齐了 谁能把他引出来 他们三个人 一起将目光落在孟秀身上 孟秀 吓了一跳 急忙摆手 我 我不行啊 我不会游泳 接下来 三人又看向陆云泽 陆云泽冷笑道 怪不得这么热情的邀请 我们组队 原来是想让我们两个人当诱饵 燕南淡淡一笑 别生气 既然大家组队 总是要分工明确吗 我们三个实力比较高 一会儿打起来可是主力 所以 你们充当诱饵就行 孟秀 听到这话 心里很不舒服 忍不住说道 燕南大哥 那你怎么不早说 如果只是当诱饵的话 我们就直接不来了 杀臂催促道 都已经到这份上 由不得你们 快点吧 大家早解决凶兽 就能各回个家 李婉峰甚至抽出背上的扩建 威胁之意 显露无遗 陆云泽扫了他们一眼 急着伸出手 揪住燕南的后衣领 淡淡地笑道 还是由你下去引凶兽吧 说完就直接将对方丢到水潭之中 燕南傻眼了 他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像若姬一样 就这么被对方丢出去 卧槽 燕南落水之后 倒吸一口凉气 这水真特磨凉 就在他扑腾的时候 突然感觉不对劲 为什么 大家都不说话了 燕南抬头一看 发现岸上的四个人 全都在用一种看死人的目光看着他 怎么了 燕南单手握成喇叭状 放在嘴边大声喊道 沙比很无语地说道 你快看看你身后 燕南回过头 不看不知道 一看差点把他吓得半死 只见一个巨大的头颅浮出水面 头部扁平 嘴巴很长 一对胸目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浑身覆盖如盔甲一样的黑色鳞片 正是一头巨大的鳄鱼 李婉峰嘀喝一声 这是巨嘴呃 别冷神 快点游啊 此刻 燕南也从恐惧中反应过来 几乎一声 我的乖乖 便抡起手臂 顽命地向岸边游 身后的那只巨嘴呃 就像戏耍他一样 不紧不慢地跟着 燕南好不容易跑到岸上 还不忘登一眼陆云泽 你这小子 真够坏的 不过 他也来不及抱怨太多 因为巨嘴呃已经登陆 直到现在 众人 才看清楚对方的全貌 不得不说 巨嘴呃的身体 异常巨大 足足有十五米之长 陆云泽在前世听说过史前巨鹅 估计也没有眼前 这家伙长得恐怖 兄弟们 快点抄家伙赶他 燕南引怪上岸之后 开始振臂高呼 杀臂的武器 是一把长刀 他举起之后 气血之力灌注 刀身披在巨嘴呃的身上 不过并没有造成 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我靠 这么硬 杀臂有些梦了 然后 就被巨嘴呃一掌拍飞 李婉峰的扩建并不一般 看起来极为凶杀 苍龙剑法 伴随着一道龙银盛 吃痛的大吼一声 恐怖的气息彻底爆发 二阶二重凶兽 李婉峰有些吃惊 他之前见识过 二阶一众的凶兽 但是当时身边 有公司经理作证 而现在身边 都是等级不高的舞者 还要指望自己呢 虽然刚才的武器 对其造成一些伤害 但李婉峰知道 这点伤害 完全是皮外伤 下一刻 巨嘴呃再度一掌拍出 速度飞快 李婉峰只觉得眼前一黑 对方的巨爪 有如汽车一样大小 带着狂暴的气势 悍然拍下 不 沉默寡言的他 终于忍不住 发出高亢的嘶吼 说完就直接将对方 丢到水潭之中 燕南傻眼了 他连反抗之力都没有 像若姬一样 就这么被对方丢出去 卧槽 燕南落水之后 倒吸一口凉气 这水真特磨凉 就在他扑腾的时候 突然感觉不对劲 为什么 大家都不说话了 燕南抬头一看 发现岸上的四个人 全都在用一种 看死人的目光看着他 怎么了 燕南单手握成喇叭状 放在嘴边大声喊道 沙壁很无语地说道 你快看看你身后 燕南回过头 不看不知道 一看差点把他吓得半死 只见一个巨大的头颅 浮出水面 头部扁平 嘴巴很长 一对胸目 闪烁着嗜血的光芒 浑身覆盖如盔甲一样的 黑色鳞片 正是一头巨大的鳄鱼 李婉峰嘀喝一声 这是巨嘴噩 别冷神 快点油啊 此刻 燕南也从恐惧中反应过来 几乎一声 我的乖乖 便抡起手臂 顽命地向岸边游 身后的那只巨嘴噩 就像戏耍他一样 不紧不慢地跟着 燕南好不容易跑到岸上 还不忘瞪一眼陆云泽 你这小子 真够坏的 不过 他也来不及抱怨太多 因为巨嘴噩已经登落 直到现在 众人才看清楚对方的全貌 不得不说 巨嘴噩的身体 异常巨大 足足有十五米之长 陆云泽在前世听说过史前巨鹅 估计也没有眼前这家伙长得恐怖 兄弟们 快点抄家伙赶他 燕南引惯上岸之后 开始振臂高呼 杀臂的武器 是一把长刀 他举起之后 气血之力灌注 刀身披在巨嘴噩的身上 不过并没有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我靠 这么硬 杀臂有些梦了 然后 就被巨嘴噩一掌拍飞 李婉峰的扩建并不一般 看起来极为凶杀 苍龙剑法 伴随着一道龙银盛 他用力一展 受到剑影呼啸而出 巨嘴噩身中鼠剑 吃痛的大吼一声 恐怖的气息彻底爆发 二阶二重凶兽 李婉峰有些吃惊 他之前见识过二阶一众的凶兽 但是当时身边有公司经理作证 而现在身边都是等级不高的舞者 还要指望自已呢 虽然刚才的武器 对其造成一些伤害 但李婉峰知道 这点伤害完全是皮外伤 下一刻 巨嘴噩再度一掌拍出 速度飞快 李婉峰只觉得眼前一黑 对方的巨爪 犹如汽车一样大小 带着狂暴的气势 悍然拍下 不 沉默寡言的他 终于忍不住 发出高亢的嘶吼 哄 巨爪落下 直接将李婉峰按进土里 他只感觉浑身剧痛 似乎骨头都被震碎疏块 接下来 巨嘴噩再度高高扬起爪子 准备致命一击 李婉峰见此惊惊 不知道从哪里爆发出一股力量 顾不得狼狈 拼命扭转身体 一个滚地葫芦 躲过这一击 孟秀 看着这一系列惊变 目瞪口呆 刚才还耀武扬威的两个人 没想到权落得如此下场 连巨嘴恶的林甲 都没打掉一片 此刻 燕南愣在原地 四肢发麻 那两个队友 比他厉害多了 却完全不是对手 就算自己出马 结局也好不到哪里 忽然 燕南似乎想到什么 看向陆云泽 催促道 快点上啊 被提醒之后 陆云泽又伸出手 抓住对方的后衣领 卧槽 又来这招 燕南都快疯了 同样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 便被对方丢出去 此刻 燕南只觉得 自己像的沙包一样 好讨厌的感觉 而他飞向的目标 正是那只巨嘴恶 砰的一声 燕南的身体 狠狠撞在巨嘴恶的头颅上 紧接着又被弹飞 巨嘴恶也没想到 还有天降炮弹 脑袋被砸得晕晕乎乎 李婉峰挣扎着爬起 看到这一幕 立刻眼前一亮 趁现在 大家一起上 此刻 沙壁和他调整状态 一起再次攻向巨嘴恶 至于燕南 已经彻底失去战斗力 毕竟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巨嘴恶的脑袋有多疼 燕南身上受到的伤害 就有多大 陆云泽 我认你 燕南刚要骂出来 下一刻 喉咙就像被堵住一样 因为此时的巨嘴恶 面对两人的包夹 急忙甩出巨大的尾巴 横扫千军 李婉峰和沙壁 又被拍飞出去 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这就是二阶凶兽的力量吗 也太强了 燕南吓得浑身发抖 早知如此 他就不组织这场作战 完全是被单方面吊打 忽然 燕南看了一眼陆云泽 吩咐道 你快点把他引开 见对方纹丝不动 便语气一软 陆云泽 咱们好歹也是队友 你能不能出点力 陆云泽冷笑道 谁和你是队友 我就是想看看热闹罢了 燕南一听 气得差点吐血 此时 聚嘴鳄却双目微微一眯 射出一道凶残的眸光 落在陆云泽身上 他记得 刚才就是这小子 将燕南像皮球一样 砸向他的脑袋 至今还疼痛无比 凶兽也很记仇 聚嘴鳄发出一声怪叫 迈开四肢 摆动身躯 向陆云泽冲过来 哈哈 你扔了我两次 终于被盯上了吧 燕南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 陆云泽现在懒得搭理他 不过 他可是很记仇的 回头再收拾你 梦秀本来离陆云泽非常近 但是看到聚嘴鳄扑过来 吓得急忙使出吃奶的力气 狂奔数百米 最后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还不忘关切地喊道 陆学长 一定要小心 他在心里默默地 给自己找不一句 我不是胆小 只是怕影响陆学长发挥 此刻 聚嘴鳄已经来到陆云泽面前 张开血盆大口 他要一口气吞掉对方 以报刚才的暴头之恨 陆云泽甚至闻到 对方口中传来的腥风 他皱了皱眉 伸出拳头 灌住气血之力 会心拳 恐怖的拳力 瞬间呼啸而出 聚嘴鳄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便感觉嘴巴传来一阵剧痛 紧接着发出一声惨痛的吼叫 阎南前一秒 还在感慨 陆云泽这种小人物 命运无常 没想到下一秒 却直接目瞪口呆 因为 他看到聚嘴鳄的嘴巴 瞬间被陆云泽打穿 鲜血鼓鼓直流 这次 真的变成血盆大口 杀臂也猛了 卧槽 这是什么武器 单凭赤手空拳 便能造成这种成敦的伤害 李婉峰也同样睁大眼睛 在他们看来 搭配上武器的武器才更强 像拳法 掌法等终究还是不入流 只能说 他们这种武者的眼界 非常狭窄 高等级的武师 气血之力极其浓郁 隔空对轰 已经是常识 武器只是锦上添花 关键 还是比较武器品级的高地 和运用的娴熟程度 陆云泽怎么这么强 李婉峰口中喃喃 他刚才又遭到巨嘴恶的一击 身上碎的骨头更多 也就是仗着九星五指的生命力旺盛 所以还没有腾晕过去 此刻 巨嘴恶的嘴巴先血横流 双目冲血 气氛万分 直接举起爪子 狠狠地拍下 想把陆云则拍成肉酱 这充满暴虐情绪的一击 十分恐怖 而陆云泽 依然没有拔出合金刀 轻轻一仰手 体内那股未知的能量 迅速蔓延 恐怖的雷电弹射出去 宛如锁命之刃 快速绝伦地击中对方的爪子 砰的一声 这次的交锋更加激烈 爆发出一道道浓烟 其余几人都看待了 因为战斗的结果十分明显 只见一个巨大的手掌 被震飞出去 在空中晃荡数圈 最后 落在燕南的身前 看着这个比汽车还要大的手掌 燕南彻底震惊 擦 这明显不遵循 有烟无伤定律 他紧张地咽了下口水 巨嘴鳄这么大的爪子 都被直接切割下来 刚才他释放的是什么 雷电吗 居然有这么大的破坏力 沙壁更是吃惊地说道 天哪 这小子到底什么实力 好像比在竞技场时 还要牛逼很多 李婉峰也张大嘴巴 他还有多少底牌没施展出来 至今他还有些难以置信 本身就是沉默寡言的性格 今天似乎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 此刻 失去一只爪子的巨嘴鳄 愤怒到极致 犹如火山一样 马上要爆发 他从口中喷出一道巨大的蓝色宝珠 上面不断地流转着寒气 一看就是珍贵的宝贝 燕南此刻的眼睛都磨不开了 昨天 他看到的 就是巨嘴鳄上岸 利用这宝珠 在吸收月光的精华 所以 燕南才拼命组织这场作战 图谋的便是这个宝珠 陆云泽也显然看出 此物的珍贵 而且 给他的感觉 如同孙不仁的丹炉一样 一旦掌握 便能发挥出恐怖的力量 面临即将到来的危机 陆云泽的脸上 却浮现出一抹淡笑 好好好 燕南 你真是我的复兴 燕南双目一带 显然还没搞清楚状况 陆云泽紧紧地盯着蓝色宝珠 口中却耐人寻味地说道 如果不是你 我还真收不到这样一份大脸 卧槽 燕南一听 瞬间无语 大哥 巨嘴鳄 还没发大招呢 你这语气也太狂了吧 巨嘴鳄的智商极高 似乎已经听懂陆云泽的发言 咬断对方的喉咙 此刻 蓝色宝珠不断地在虚空中旋转 周围的温度迅速下降 在聚嘴鳄的意念控制下 宝珠的体表 猛然蹦射出一道恐怖的寒气 向陆云泽击射过来 陆云泽使出流星赶月的身法武技 十分灵活地躲开 但是身后的石头 瞬间被寒气淹没 很快便冻成一个巨大的冰块 孟秀 躲在最后面 将这一切都看得十分真切 吃惊地说道 妈呀 冻得也太快了吧 宝珠好强大的威力 而下一刻 更令人震惊的一幕发生 只见那冻成冰块的石头 直接碎裂开来 变成千道万道的碎线 散落一地 看到这场景 所有人在惊讶于宝珠威力的同时 眼中也流露出一丝火热之色 此等罕见的宝物 如果我能得到的话 会不会成为武师以下第一人 李婉峰虽然身上受伤 但是看到蓝色宝珠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只能说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别说他了 便是实力稍训一筹的沙臂和烟男 都在盯着宝珠 此刻 巨嘴恶剑一击不中 便又开始发动 蓝色宝珠上 散发的能量波动 更加强烈 接着又是一道恐怖的寒气 喷波而出 这一次 陆云泽没有躲避 只见他双手用力一撮 一道五六米长的电弧 弹射而出 气势震慑天地 照耀四方 陆学长好大 得闪电 梦秀躲在一旁 双眼都看直了 李婉峰更是感觉毛骨悚然 陆云泽的天赋不一般 会是什么等级 B级还是A级 他是九星舞者 虽然自身没有天赋 但也见识过厉害的觉醒者 比如龙榜第一的那位 仅仅是B级天赋 就已经无比强大 如今陆云泽的天赋施展出来 光是用肉眼判断 就不比对方弱 甚至更胜一筹 下一刻 恐怖的电弧 如同破空巨人 直接将寒气劈得粉碎 锯嘴恶瞪大双目 万万没想到 自已已经把杀手剪掏出来 但还是没有将陆云泽击败 忽然 他的树桶一缩 咦 那小子去哪了 此刻 陆云泽已经从原地消失得 无影无踪 巨嘴恶急忙摆动头颅 不断扫射着周围 但是依然没有发现 对方的身影 这时 他突然感觉身上一沉 原来 陆云泽竟然悄无声息地 落在对方的后背上 巨嘴恶又惊又目 不断地摆动身躯 妄图将对方甩下来 可是陆云泽的双脚就像扎根一样 在其背上纹丝不动 接着拔出F集合金刀 用力朝着对方的头颅插去 伴随着面板和骨骼的碎裂之声 刀锋由上至下 瞬间将对方的脑袋贯穿 红白之物留了一地 定 恭喜宿主 击杀一只二接二重凶兽 获得气血值455点 陆云泽的表情有些欣喜 终于将对方解决 他一伸手 将落地的蓝色宝珠收走 好凉 这个宝珠不知道蕴含多少未知的能量 光是用手触碰 都感觉到冰凉刺骨 不过 陆云泽现在体魄强大 很快便适应下来 只是这蓝色宝珠到底怎么操控 刚才看剧嘴 恶名令玩得很好 这时 陆云泽发现 除了梦秀之外 另外三人都用一种近乎贪婪的目光 盯着他手中的宝珠 怎么 你们想要 陆云泽见此轻幸 当即明白怎么回事 便笑着调侃道 三个人互相对视一眼 杀臂率先发话 陆云泽 不 陆兄弟 咱们好歹一起组队杀怪 如今凶兽已经扶珠 那么是不是要将收获分一下 陆云泽犹于片刻 然后表情认真地点了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三人有些意外 没想到对方这么痛快答应 杀臂大喜道 既然如此 那个蓝色宝珠 就归我们吧 谁料 陆云泽却摇了摇头 不不不 蓝色宝珠不能给你们 至于兽金的话 他用刀挖出兽金 看了一眼 继续道 不能给你们 燕南很无语 蓝色宝珠不给 兽金也不给 那你还能给我们什么 聚嘴恶的尸体 可以给你们 陆云泽淡淡一笑 三人皆是嘴角一抽 杀臂靠了一声 你真把我当傻逼呀 我要这十几米的尸体干什么 留着吃吗 陆云泽点点头 对 我看你们缺点脑子 正好吃鳄鱼肉不补脑子 二接凶兽的肉 子泽 可是大博 这次 连不爱说话的李婉峰都忍不住 陆道 你说了半天 相当于什么都不想给我们 你在逗傻子玩吗 陆云泽看了他一眼 逗 对 我就是在逗傻子玩 三人十分羞恼 不过 他们身上受了伤 又不能颤抖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这时 孟秀忍不住提醒道 三位大哥 你们是不是还没搞清楚状况 什么 燕南有些奇怪 孟秀说道 陆学常连着 这二接的鳄鱼都能杀死 更何况对付你们三个 卧槽 听到这话 李婉峰等三人瞬间明白 妈的 刚才被宝珠蒙蔽双眼 却差点忘了 这只巨嘴恶 是被陆云泽单枪匹马斩杀 对方的实力之强 已经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 刚才李婉峰和沙臂 联手攻击巨嘴恶 被对方差点打死的情形 还历历在目 陆云泽的本领 比他们要强大多少 想到这脸 三人的冷汗 层层直冒 李婉峰颤声道 你不会已经达到九星五者 不 是五 五 他实在难以 把那个词说出口 因为这意味着陆云泽 已经成为一个恐怖的存在 恐怖到需要所有龙绑 寻手仰望 沙臂和燕南面面相去 两人可以说 是看着陆云泽 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当初他们第一次 在竞技场观看 对方只是二星五者的境界 没想到 现在 居然可以随意斩杀二阶凶兽 陆云泽看着李婉峰 眼神带着玩味 笑道 怎么不说了 接着说啊 九星五者 他们在我面前 算个蛋 三人倒吸一口凉气 你真的达到五十境界 怎么可能 你才多大年纪 他们的疑问越来越多 但是 如果陆云泽没有达到五十的话 又怎么可能如此轻松地 解决掉这只凶兽 此刻 陆云泽将蓝色宝珠和寿金 彻底收入囊中 又看向三人 说道 接下来该算算我们的账了 什么账 燕南感觉到无比紧张 他发现陆云泽的目光 一直在盯着自己 你 你不要看过来啊 燕南越逃避 越感觉陆云泽就是想针对他 果然 陆云泽开口道 你叫燕南是吧 我看你挺会套近乎 没想到一上来 就让我和秀儿 去卖命引诱凶兽 燕南有些委屈地说道 可我也不知道 你是武师 如果早点发现 这么牛逼 我就直接跳下水影怪了 他说得很诚恳 但陆云泽却不吃这一头 冷笑道 和我说 这些没用 你当初邀请我俩组队 就没怀好意 这样吧 我也不是什么小气之人 燕南有些惊喜 你放过我了 谁料 陆云泽屈指一谈 一道闪电 从其指尖迸发出来 飞快地击视而去 燕南只觉得 身体左侧边的空荡荡 还有一些火辣辣的温热质感 下一秒 他低头一看 顿时吓得哇哇大叫 自己的左臂 居然被斩断 啊 疼死我了 你也太狠了吧 陆云泽一本正经地回答 我留你一条常用的右手 当作麒麟臂 不影响你以后打灰机 我是不是很善良 燕南都快哭了 颤声道 我是左撇子 陆云泽微微一正 装作没听到 又到 接下来是你们两个 杀臂倒是十分机灵 直接将自己背包献出去 到 陆大哥 这是我三天以来的收获 全部交给你 陆云泽笑道 我这么快就升级为你大哥了 当然 陆大哥先浮勇响 授予天奇 杀臂现在只会黑黑地傻笑 和傻逼一模一样 而李婉峰却有些犹豫 九星五者的高傲 让其难以低下头颅 送包容易 但字已不像杀臂一样 那么会拍马片 不过 当他瞟了一眼 还在哇哇惨叫的燕南 便下定决心 将自己的包送出去的同时 产生道 陆 陆大哥 之前对不住 是我眼瞎 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陆云泽淡淡一笑 你们两个挺懂事 说完 摆了摆手 和三人到辞 孟秀最后又深深地 看了燕南等人一眼 也跟随陆云泽离开 陆学长 我以为你会杀了他们 孟秀 快步追上对方 小声说道 陆云泽笑了笑 原本凭我的性格 肯定会杀了他们 但是 你说过 他们之前在南长挺照顾你 所以我才没有下杀手 孟秀 微微一正 原来是这个原因 一股暖流 瞬间在心中划过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陆学长 其实 你不用照顾我的感受 陆云泽道 当时这三个蠢才 还惦记着宝珠的事 但是 你出言提醒他们 我也知道 你不想他们 被我所杀 所以才手下留情 听到这话 孟秀有些惭愧 以后陆学长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我再也不胡乱插嘴了 陆云泽像老大哥一样 拍了拍对方的肩膀 你在场去这么久 还保持着这份善良 已经很不容易 从秀的身上 他看到 还属于学生的那种单纯和善良 而且 秀的人品确实不错 再加上草木天赋 对自己帮助很大 所以 陆云泽不介意 把他带在自己身边 不过 以后遇事 你要听我的 毕竟这个世界 坏人实在太多 他悠悠地说道 孟秀 顿时一击灵 急忙点头 以后我只听陆学长一个人的 你说杀谁 就杀谁 不用替我考虑 要不回去把他们撒杀了 啊 这 陆云泽只是开个玩笑 他现在没功夫 搭理那三个小卡拉米 毕竟烟男失血严重 剩余两个 也被拒嘴扼打得半死 他们大鸡帅 走不出白虎山 此时 陆云泽的脑海中 开始回忆地图上的目的地 在那个方向 要不是顺路 陆云泽那时 还真不想陪他们组队 不过 就会错过蓝色宝珠 只能说 世事无常 另一边 烟男还捂着肩膀 异常地痛苦 杀必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妈的 咱们刚才应该叫经理来帮忙 李婉峰摇了摇头 咱们打不过凶兽 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 经理 才会前来帮忙 但是选手之间的对异 他们不会插手 这时 不远处的草丛里 传来嘻嘻嘻嘻的动静 什么人 杀必急忙看过去 他现在一肚子火 无处发现 如果草丛中 是骑鱼场区的人 他一定要把对方宰了 好好的泄愤 打不过陆云泽 我还打不过你们吗 下一刻 杀必却直接目瞪口呆 只见草丛里走出来一个 梳着朝天辨的幼童 虽然对方穿着红色的肚兜 看起来很搞笑 但是杀必却一点也笑不出来 因为此人正是来自公司总部的火童子 火少爷 杀必急忙鞠躬 脸上的媚态 显露无遗 李婉峰同样恭敬地问候 只有燕南还疼得原地打滚 火童子舔了舔嘴唇 倒 我是闻着血腥味过来的 嗯 杀必和李婉峰一愣 闻着味来的 怎么听起来这么像狗 不过这种话 他们可不敢说出口 毕竟对方是总部的人 连平日里高高在上的柳经理 在其面前 也是第三下四 火童子看向还在挣扎的燕南 摇了摇头 表情带着怜悯 哎 太惨了 手臂居然被咬断 他显然以为对方是被地上那头锯嘴 饿咬伤 这三人都很惨 李婉峰和沙臂也是浑身带伤 所以 火童子下意识地挠不出 他们遭遇凶兽 互相拼斗一番 造成一副惨烈结局的画面 沙臂以为对方在同情下属 忍不住说道 火少爷 难道你身上有药吗 他们的背包里 只有面包和水 不过早在第一天就吃光 而此刻 背包也落在那个可恶的陆云泽手中 火童子依旧摇了摇头 我什么样都没有 不过 看他这么痛苦 我可以帮忙解决 解决 正当沙臂和李婉峰 还在揣摩这个词的意思时 突然感觉眼前一花 只见火童子下 一秒就出现在燕南的身边 好快的速度 李婉峰眼中闪过一丝亚色 连他这种九星五者 都没看出对方是怎么移动的 这时 火童子伸出那双稚嫩的小手 轻轻一抓 燕南瞬间从地上被提起 火童子张开嘴 用力咬向对方的脖子 燕南不断地挣扎 口中惨嚎 火少爷 饶命 饶命啊 很快 他的面色越来越苍白 随着一缕缕鲜血被吸食 火童子的脸色 逐渐变得红润 而燕南也失去生命体脂 眼神彻底没了神采 看到这一幕 沙臂和李婉峰都猛了 准确地说 应该是被吓住 他们从来没见过 一个人会去吸血 这不就是传说的吸血鬼吗 也太恐怖了 火童子只是吸了几分钟 便将燕南的尸体丢在脚下 狠狠地催了一口 妈的 这人的血有点臭 我还是更加喜欢九星五者的味道 说完 他就抬起头 目光落在李婉峰的身上 李婉峰急忙说道 火少爷 我也受伤了 身上的血特别臭 火童子摇了摇头 但是 我现在饿了 眼前最优的食物 只有你 食物 李婉峰感觉一阵牙酸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人被同类形容成食物 这时 火童子一步步逼近 李婉峰情急之下 使出全身的力气 大吼一声 经理救命 哦 附近有经理 听到这话 火童子的脚步微微一停 然而 周围只传来几声孤零零的鸟叫 并没有其他动静 火童子咧嘴一笑 小子 你想拖延时间吗 李婉峰无比的紧张 哪怕在全盛时期 他都不一定是火童子的对手 更何况 现在还身受重伤 如果打起来 自已 还真的就沦为食物 然而 惊变叠起 远处响起一连串的脚步声 他们看到一道黑色幻影 游远极近 数百米的距离 一眨眼的功夫就抵达 突如其来的身影 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穿着黑色练功服 长得极为强壮 头发肆意飘扬 宛如雄狮一般 正是公司的另一位经理 杨战狂 此时 杨战狂见到现场的情形 表情微微有些惊愕 怎么回事 李婉峰颤抖地说道 杨经理 我 我 他也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这件事 主要是太过于惊悚 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杨战狂无语的同时 目光落在火童子的身上 皱了皱眉 你是何人 不像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火童子擦了一下嘴角的血迹 咯咯一笑 你是冰江分部的经理吧 我是总部的人 什么 杨战狂身形一正 他知道 这几天会有公司总部的人 来观看比赛 但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深入白虎山 不过 火童子这副样子 怎么看 也不像一个领导 分明是一个小娃娃 想到这脸 杨战狂不禁用询问的眼神 看向李婉峰和沙壁 此刻 李婉峰表情僵硬 脸色煞白 连话都说不利索 只有沙壁还保持理智 介绍道 杨经理 这是来自总部的火童子 火少爷 看来是真的 原本高高在上 霸气无边的杨战狂 听到这话 立刻恭敬地说道 火少爷你好 我是杨战狂 很高兴认识 火童子打断道 我对你没什么兴趣 年纪又大 长得又老 杨战狂嘴角一抽 什么意思 难道火童子 还有断背的嗜好 现在这年轻人 玩得也太花了吧 火童子摸了摸 自己的腹部 道 我饿了 李婉峰健壮 终于忍不住 大声道 杨经理 求求你救救我 杨战狂彻底梦了 火少爷饿的话 我可以去猎杀凶兽 给你做烤肉吃 至于李婉峰 你是怎么回事 受伤严重 他已经见到 聚嘴恶和燕南的尸体 本能地认为 他们是经过一场 殊死搏斗 所以导致身受重伤 李婉峰的目光 又与火童子对视在一起 他看到对方眼中的贪婪 吓得一哆嗦 直接说出真相 火少爷 他想吃掉我 啊 听到这话 杨战狂吓了一跳 吃人 开什么玩笑 他再次看向火童子的目光 完全变了 公司总部的人 都这么变态吗 火童子笑了笑 解释道 别说得那么恐怖 我不吃人 我只是想喝点血罢了 杨战狂苦笑 火少爷 李婉峰是咱们公司的员工 如果你饿的话 我帮你想别的办法 但是别吸自家员工的血好吗 火童子皱了皱眉 有些不满 老板不就是靠吸员工的血 才能壮大实力吗 杨战狂哑口无言 火童子冷笑 我就是要吸他的血 你能耐我何 杨战狂十分无语 甚至感觉有些窝囊 他身为武师 却拿对方一点办法 都没有 关大一急压死人 更何况对方来自总部 权力更是极大 火童子再度上前逼近 李婉峰瘫坐在地上 慢慢向好魔动 颤声道 火少爷 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 求求你放过我 火童子哼了一声 坦然的家伙 还妄想当牛马 你不知道马 吃得比人还要好吗 你顶多是一头驴 就在这时 他的脚步一致 扭过头看向远处 同时 鼻翼不断地吸动 咽了下口水 说道 前方有更加鲜活美味的血液 我闻到血腥味了 听到这话 另外三人都目瞪口袋 果然是狗鼻子 火童子又回过头 看向杨战狂 用不可忤逆的语气说道 你们几个从现在开始 就是我的奴隶 随我过去看看 听到这话 杀臂倒是还好 反正给谁当狗都一样 李婉峰也松了口气 犹如在鬼门关走一遭 性命终于保住了 至于杨战狂 只感觉无比憋屈 妈的 早知道不来帮忙 现在反而还成为奴隶 怪不得别的经理比赛期间 都在摸鱼 自已真是活脱脱的大冤种 杨战狂在公司 一直地位超然 可是在火童子面前 连个屁都不敢放 而另一边 西场那个拥有嗅觉天赋的肖默 一路顺着气味寻找 终于找到陆云泽 他现在十分激动 因为对方就离自己一百多米 卧槽 终于被我发现了 赶紧报告给零奥 肖默悄悄从裤裆里 逃出对讲机 万幸 讯号满满 不得不说 这菲尔普斯专用山寨防水机 就是好用 山寨机 就是牛 什么 肖默 你说你发现陆云泽了 此刻 林奥十分激动 奶奶的 三天 整整三天 你知道这三天 我是怎么过的吗 每次对讲机一阵动 他就开始条件反射的发抖 毕竟汪主管现在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搞得林奥也是压力山大 马上向天歌汇报 几分钟之前 陆云泽正在想办法 控制蓝色宝珠 他伸出手 用意识与之沟通 很快 脑海中便浮现出一片新的控宝树 原来想要操控此株 必须先用自身血液击脸 于是 陆云泽便咬破手指 一滴滴地洒落在宝珠之上 但宝珠似乎很喜欢对方的血液 陆云泽立刻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犀利 从宝珠上散发 血液被不断汲取 很快 宝珠的体表 全被染成血红色 这一切才停止 陆云泽有些无语 刚才自己相当于抽出一个粗针管那么多的血 这小珠子 还真是贪婪 吸过血液的蓝色宝珠 重新焕发色彩 变得更加美轮美奂 并且认主成功 陆云泽终于可以使用它了 就在这时 附近传来一连串的脚步声 又来人了 陆云泽刚才一心一意的祭炼宝珠 没有发现异常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 这些人已经出现在身边 孟秀尔之前被安排在周围站岗 他吃惊地喊道 陆学长 是李晚风他们 陆云泽感到奇怪 这些人是来送死的吗 孟秀尔回答 不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两个奇形怪状的人 陆云泽看过去 只见为首的那个 身材十分矮小 朝天变 红肚兜 正是来自公司总部的火童子 而另一个中年人 长发飘荡 犹如狮子一般 长得高大威猛 是武师 陆云泽一眼就判断出来 而且对方气息外现 明显就是五星五师 比自己还要高一个小境界 看到这对组合 陆云泽的表情有些古怪 孟秀尔问道 怎么 陆学长认识那个小孩 他之前一直在山中 并没有见过火童子 陆云泽点点头 嗯 是个小正态 什么正态 要叫火少爷 杀必来劲了 挺直腰板说道 他现在狐假虎卫 感觉从此站起来了 火童子咯咯笑道 我刚才嗅到一股血腥味 是不是来自你身上 陆云泽皱了皱眉 刚才他是放了点血 不过隔着这么远 对方都能闻见 这是什么品种的狗 而另一个角落里 肖默下的脸色发白 紧紧地捂住口鼻 不敢泄露一丝一毫的气息 他这样做 不是因为遇到同行 而是因为杨经理居然也在里面 听说武师的感知强的可怕 会不会发现他 我只是跟踪一个陆云泽 怎么蹦出这么多大佬 此刻的肖默苦不堪言 忽然他察觉到什么 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无人机 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头顶 飞得非常高 如果不仔细观察 还真看不出 肖默知道 这是汪藏天得到讯息 专门派来监视陆云泽 同一时刻 临时营地之中 柳如龙 诸多主管 以及四名教夫 依然在这里 这三天 除了晚上回去休息 白天都会来观看比赛 飞得再高一点 别被发现 汪藏天叮嘱到 工作人员点点头 放心吧 汪主管 他打不下来 汪藏天哼到 谁知道呢 他的雷电天赋可不一般 提到这个 灵姐的表情 变得有些不自然 可恶的陆云泽 你麻了我这么久 回来一定好好收拾你 这时 大荧幕再度切换 把现场的画面传播过来 柳如龙大喜 好 果然是陆云泽 不过 他对面怎么站着一群人 众人定睛一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全都目瞪口呆 好 周连虎突然大叫一声 把众人吓了一跳 薛海云无语 老周 你是不是疯了 周连虎黑黑一笑 我看到杨经理和火少爷在对面 看来有一场好戏了 什么 大家这才发现 对面站着的 竟然是杨战狂和火童子 看他们剑拔弩张的样子 明显要准备干一场 哪怕汪藏天城府在身 此刻 也控制不住表情 脸色难看到几点 妈的 陆云泽怎么遇到火少爷了 如果一会儿被火少爷打死 那我辛辛苦苦筹筹划的作战方案 岂不是泡汤 现在 他只能默默祈求 双方是路过 希望火少爷留对方一条命 毕竟 陆云泽死的话 到时候 西场的人还抓得空切 而在场之人 最希望陆云泽出事的 便是周连虎 他笑道 自作孽不可活 这小子性格狂妄 早晚要出事 估计是说什么话 触怒到火少爷了 只有柳如龙心思缜密 他小心翼翼地 瞥了眼四名教夫 还记得对方当初 不想让火童子被直播 但现在全都不吭声 不说话就是不反对 柳如龙暗暗想到 于是吩咐工作人员到 多把镜头切换到陆云泽身上 注意特写 此刻 陆云泽等人 都把注意力放在彼此身上 谁也没有看到 头顶上高高悬浮的无人机 火童子用力地在空气中嗅了一下 露出陶醉的表情 没错 就是这个味道 现在我饿了 要喝你的血 嗯 陆云泽皱了皱眉 这个来自公司总部的火少爷 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 怎么能说出这种非人类的话 杨战狂嘴角一抽 他看得出 陆云泽也是公司的员工 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被火童子吸血 也有些无奈 这时 火童子走上前 怪笑道 杰杰 不要反抗 我会让你没有痛苦的 他来到陆云泽面前 直接伸出手 由于个子实在太矮 就算把手高高举起 也只能够到陆云泽的胸口 这小子完了 杀必有些幸灾乐祸 而陆云泽 看到火童子吃力的样子 终于忍不住了 妈的 你是个什么东西 他直接踢出一脚 将对方狠狠地踹出去 杨战狂等人 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到火童子 有如沙包一样 在空中飞出去十几米远 最后重重地摔落在地上 卧槽 沙臂当即脱口而出 见过牛逼的 但是没见过 像陆云泽这么牛逼的 连总部的人都敢打 李婉峰更是有些吃惊 他现在对于陆云泽 心里就是一个大写的福字 之前以为对方 只是低心武者 没想到 后来居然是武师 但是如今看来 对方的所作所为 更令人震撼 杨战狂又惊又目 看向陆云泽 说道 你居然敢打总部的人 说起来有些搞笑 身为兵将分部的高层 自已的员工 被总部的人杀 他不敢插手 但员工要是敢打总部的人 他就站出来指责 将双镖狗三个字 演绎得淋漓尽致 陆云泽哼了一声 他想要杀我 我凭什么不能打 难道还要站着让他歇 杨战狂咬着牙说道 火少爷是总部的人 他的一根汗毛 比你十条命都值钱 去你妈的 陆云泽直接爆粗口 看到这一幕 李婉峰 沙臂和孟秀尔都惊呆了 陆云泽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不仅打了总部的人 还敢骂杨经理 他这次死定了 而且会死得很惨 沙臂感慨道 李婉峰的表情 也是精彩万分 陆云泽这一分钟之内 做过的事 他这辈子都做不到 真是让人佩服 孟秀尔更是吓得浑身哆嗦 此时 陆云泽的一系列行为 透过高空的无人机被直播出去 临时营地中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周连虎张大嘴巴 难以置信地说道 卧槽 火少爷是九星舞者 居然被陆云泽一脚踢飞 薛海云也梦了 要说陆云泽以仗天赋这么厉害就罢了 可他只是踢了一脚 难道天赋高的觉醒者 肉身之力也很强大 南场的副主管方同分析 我觉得陆云泽的境界 肯定不只是低星舞者那么简单 没准同样已经达到九星舞者 不可能 周连虎摇了摇头 绝对不可能 除非他是做火箭 你真以为 升级像喝水一样简单吗 而柳如龙却有些紧张 本来他很看好陆云泽 甚至想等比赛结束 亲自见对方一面 准备当作公司未来的主力来培养 但是万万没想到 对方脾气这么大 打谁不好 偏偏打了最不该惹的人 他又忍不住悄悄观察一下 四名教夫的脸色 果然 这四人依然面无表情 眼睛无神 如果不是依然站在这里 柳如龙差点以为他们都是死人 终于 其中一名教夫开口 只是声音异常嘶哑 敢打我家少爷 他死定了 少爷不会让他好过 听到这句话 最高兴的人 还是周连虎 而心情最复杂的人 便是汪藏天 事情的发展 已经远远超过他的预料 就算在整个场区 汪藏天以足智多谋着称 但是也猜不到现实中的走向 他真的不希望陆云泽被火通子打死 最好是 对方能快点逃出去 然后 被西场的舞者们抓住 这样 汪藏天依然立大功 陆云泽现在怎么这么厉害 连九星舞者 都被他一脚踹飞 高森在旁边小声地说道 林姐的表情 一直很郁闷 他可谓是看着陆云泽一路成长 对方明明还是一名三星舞者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具有这样的实力 片刻不盯着 这小子竟然突破这么快 早知道老娘就天天晚上陪着他 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修炼的 林姐郁闷地想到 此时 杨战狂异常震怒 因为陆云泽 连他也给骂上了 汝秀未前的小孩 竟敢对我无礼 杨战狂的气息不再遮掩 五星五世的威压呼啸天地 一头乱发 更是肆意飘扬 宛如雄狮出笼 沙臂和李婉峰在旁边 几乎陷入窒息的状态 主要是武士的压迫感时 在过于强大 陆学长 孟秀尔远远地躲着 他现在只能在心中 默默为对方祈祷 但是陆云泽现在的局面 就算上帝想帮忙 恐怕都不敢插手 同时得罪火童子和杨战狂 只能说 陆云泽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住手 忽然 杨战狂等人的身后 传来一道稚嫩的声音 只见火童子从地上缓缓爬起 拍了拍红色肚兜上的泥土 他抬起头 眼中已经盛满木火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真正的火焰 那对眼眶里 真的有火苗在跃动 他惹了我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火童子现在的状态十分可怕 张嘴时 露出一对獠牙 庞扶吸血鬼 再加上眼中熊熊燃烧的火焰 当真如同魔童将士 杨战狂知道少年天才都心刀气凹 便强行压制住怒气 决定先不出手 下一刻 火童子屏息凝神 提那一股未知的能量 向上蔓延 迅速抵达喉咙 紧接着 他鼓起腮帮子 用力喷吐出一道恐怖的火焰之柱 向陆云泽冲杀过去 连周围的空气都被点燃 场面异常可怕 是A级天赋 三昧真火 杨战狂大吃一惊 他毕竟是武师 见多识广 曾经听说过 公司总部的人 有这样的顶级天赋 而对方更是凭借此天赋 斩杀无数的敌人 实力在总部 也是最强的那一批 不过 听说那人的年纪很大 年过五十 眼前的火童子 同样具有这个天赋 显然和对方 有很大的关系 莫非是那个人的儿子 杨战狂暗暗想到 一时间 火童子在他心中的地位 更加重要 此时 面对澎湃的火焰之助 陆云泽的表情 丝毫不慌 他直接伸出双手 用力一搓 释放恐怖的雷电 化为一道光柱 异常灵力地冲锋过去 轰 轰 轰 雷电与火焰在空中交织 展开激烈的对撞 陆云泽的雷电天赋 这么可怕 之前居然留守了 杀臂大吃一惊 忍不住闭上眼睛 毕竟造成的光污染 实在太严重 李婉峰由衷地感叹 两大天才的较量果然触目惊心 曾经 他也以为自己是天才 但是与这两个人相比 连提鞋都不配 和众人想象中不同 双方并没有僵持多久 因为那道雷霆 很快就将火焰击碎 紧接着重重地 轰在火童子身上 火童子惨叫一声 整个人再度被打飞 又摔出去二十多米远 等砸落在地上的时候 浑身已经变得焦糊 皮开肉战 伤势十分严重 火少爷 杨战狂吓了一跳 急忙想去检视对方的伤势 谁料 又是一道闪电 直接向他攻击过去 杨战狂反应迅速 及时躲开 而之前站立的地方 则变成一片焦黑 他心中一领 扭过头 只见陆云泽眼神风锐 很随意地勾了勾手指 别乱动 你的对手是我 杨战狂瞪大眼睛 半晌 才反应过来 沉生道 你好大的胆子 连我都敢了 沙臂和李婉峰 也被这一幕惊呆 真的没想到 陆云泽能牛逼到这种程度 杨经理都不理你 你却主动挑衅 这不是做死是什么 临时营地中 所有人都看到 火童子被击败 全部傻眼了 连柳如龙也是一脸猛逼 我的天 火少爷居然败了 A级天赋三昧真火 都打不过陆云泽的雷电 那他的天赋 到底是什么等级 汪藏天人生 第一次紧张到极点 他开始祈祷 火童子别被打死 如果上帝听到他的心声 一定晦气地破口大骂 玩我呢 到底帮谁 此刻 四名教夫却有些站不住了 他们紧紧地盯着荧幕 数到目光 集中在躺地上的火童子身上 对方一片焦糊 和黑炭没什么区别 那原本鲜艳的红色肚肚 如同被染了墨一样 巧的是 胸口的位置 还被雷电劈出两道窟窿 但是 火童子的胸膛起伏 显然还没有死绝 柳如龙紧张地问道 我们要不要派人 去救火少爷 其中一名教夫 似乎观察到 火童子 没有生命危险 便说道 无妨 只要旁边有活人 他就死不了 嗯 柳如龙等人有些迷茫 这是什么意思 此刻 杨战狂的长发 根根倒树 犹如暴怒的狮子一样 他大吼一声 我要把你撕成碎片 陆云泽此刻 也不再隐藏实力 气势一点点攀升 九星舞者 一星舞狮 二星 三星 一直到四星舞狮 才停下来 而他的气血值 还差几百就达到瓶颈 现在可谓是四星舞狮的巅峰 看到这一幕 杨战狂本来还在暴走的边缘 却瞬间有些猛逼 你 你的境界居然这么高 你到底是谁 真的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那一刻 他甚至怀疑 对方是误闯进 白虎山的外来人士 毕竟公司里的舞狮 就那么几位 这时 李婉峰等人 也吓了一跳 四星舞狮 这才是陆云泽的真正境界吗 杀必苦着连解释 杨经理 陆云泽确实是咱们公司的 我之前见过 他在竞技场打擂台 那时候他才是三星舞者 没想到过了一个多星期 居然达到五十 甚至是四星 杨战狂皱了皱眉 这小子是因为天赋强悍 所以才升级这么快 能把火哨爷逼退 至少 也是A级天赋 来吧 陆云泽 让我来看看 你的全部实力 陆云泽伸出手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年纪大 你先攻 杨战狂顿时期的脸红脖子粗 额头更是青筋暴条 他握紧拳头 不要小看我 说完之后 整个人化作一道黑色幻影 冲杀过来 气血之力沸腾 一拳携带千军之力 狠狠打出去 陆云泽并没有动用天赋 也没有使出刀法 而是直接出拳抵挡 他确实想看看 自己在武师之中的 真实实力如何 轰的一声 一次短暂的交锋 杨战狂的拳风霸道 将陆云泽阵退数米 他得意洋洋地笑道 怎么样 升到五星之后 全身骨骼 会得到一次全面的淬炼 能达到铁骨的程度 论肉身之力 你永远不是我的对手 陆云泽的拳头 微微有些发麻 除此之外 并无其他一场 刚才对方一拳 确实比自己力量强大 铁骨吗 那我只好动用别的手段了 他直接抽出 自己的F级合金刀 看到对方的武器 杨战狂都笑了 区区F级合金刀 和你武师的身份 根本就不配 你信不信 这一刀劈 在我身上 刀身都会被震得粉碎 陆云泽的眼神 散发出前所未有的杀机 奔雷刀法第一势 雷无惧 煞世间 他一连劈出十八刀 漫天的刀影 铺天盖地 洗脚来 看到这一幕 杨战狂的表情有些凝重 没想到对方这一击的气势 居然如此恐怖 不过 杨战狂好歹是老牌武师 自身还是有一些手段 他将气血之力 灌注在嗓门上 用力一吼 狮子吼 滚滚气血汇聚 化为阴波之力 从口中喷出 妄图将刀影全部震碎 那一刻 杨战狂长发肆意飘扬 如同金毛狮王一样 威风扒面 但是 他哪里知道 对方的刀法 有五倍的伤害加成 煞世间 阴波之力 全部被刀影搅碎 紧接着 又愚微不减地 向杨战狂砍去 甚至 其中还夹杂着雷鸣之声 这才是真正的奔雷刀法 有雷电天赋的陆云泽 将第一势的威力 发挥到极致 这也是他不再保留实力之后 砍出的第一刀 死 杨战狂一瞬间 产生一股生死危机 他大吼一声 我和你拼了 杨起一拳 凝聚所有的力量 轰杀出去 碰 碰 碰 恐怖的撞击声爆发 简直是山摇地动 烟尘四起 造成的冲击波向四面八方 扩散开来 金碧和李婉风 直接被冲飞 孟秀儿本来站得就远 但也被一股 尽力推飞数十米之遥 离得最远的是肖默 他只是吃了一嘴土 并无大碍 但心中却暗暗叫苦 自已只是跟踪陆云泽 但是没想到 这个过程竟然这么惊心动魄 武师之战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画面也太有冲击力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安静下来 杨经理没事吧 沙壁从地上伴坐而起 急忙抬头张望 此刻 烟尘散去 地面上只剩下十几道剧烈的刀痕 而杨战狂彻底消失不见 唯有一堆碎屑散落在原地 大部分身躯 全部被刀影摧毁 杨 杨经理死了 李婉峰目瞪口呆 此时 对面依然有一道修长的身影 微然而立 手握长刀 形体挺拔 正是陆云泽 他仅仅是站在那里 就彭腹已经撑住整片天地 强者 这才是真正的强者 不知道为何 李婉峰心中 竟然涌现出一个念头 自已在亲眼见证 一位少年战神的崛起 此刻 谁也没有注意到 原本就陷入昏迷的火童子 那稚嫩的小手 竟然缓缓举起 说来也巧合 杀臂衰落的位置 正好在对方的旁边 一道虚弱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畔 我 我要 谢 丁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五星武师 获得气血值850点 陆云泽大喜 他感受到 体内瞬间增加大量的气血 气血值达到8507 反斜杠1000 瓶颈直接被打破 境界突破到五星武师 他全身的骨骼 得到一次全面的淬炼 脱胎换骨的感觉 陆云泽的骨骼 更加坚不可摧 转化为铁骨 力量大幅度增强 如果和杨战狂再次对拼 再不动用任何武器的情况下 我肯定能将对方震退 陆云泽拥起一股强烈的行星 不过 生死之战 任何天赋和武器 都是手段 赤手空拳的对轰击会 实在太少 临时营地之中 所有人都瞪大眼镜 想到陆云泽居然将杨战狂斩杀 反了 真的是反了 这一次 柳如龙都动怒了 兵将分布成立至今 从来没发生过 袁弓击杀经理的情况 就算当初冬场内 便 林杰也没斩杀糊涂涂 而是将其囚禁 眼前这件事 对于柳如龙来讲 真的难以忍受 简直是倒反天罡 本来 周连虎还以为陆云泽这次死定了 甚至准备一会儿 开香槟庆祝 又省了二十万公分 然而 最后死的人却是杨战狂 杨战狂是何许人也 在公司 哪怕众多经理之中 他也是实力非常强大的存在 却在陆云泽 用奔雷刀法的攻击下 连全尸都没有留下 周连虎现在突然有些害怕 陆云泽将来会不会把他也杀了 自已不过区区九星五者 怎么打得过对方 不过 见到柳如龙震怒 周连虎倒是稍微变得放松 柳经理的实力 是分布中最强的 如果他出手 一定可以将陆云泽轻易击杀 卧槽 陆云泽把杨经理杀了 高森被吓得尿裤子 林姐的脸色变了又变 真的是用实际行动 演绎了什么叫做花容失色 之前 他还想牢牢地控制陆云泽 甚至还动过使用美色的手段 但是全部以失败告终 如今 亲眼看到杨战狂死在陆云泽手中 林姐的内心 如同翻江倒海 原来他这么强 武士的星星 更是尖如磐石 以心向武 拿什么诱惑都没用 更何况 他低头 扫了一眼泪 嘿嘿 估计陆云泽还看不上 此刻 汪藏天的脸上 已经没有一丝血色 自以苦心筹划这么久的计划 本来以为万无一失 但是千算万算 却没算到一点 那就是 陆云泽实在太厉害 哪怕他西场兵多将广 却没有一个人 能奈何对方 就算靠人数堆起来 也绝对打不过陆云泽 怎么办 怎么办 汪藏天额头上的汗素素流下 开始不断地思考 与此同时 陆云泽在击沙 顽羊战狂之后 突然听到一声惨叫 抬头一看 顿时有些吃惊 只见火童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苏醒过来 一把抓住沙壁的脖子 开始狠狠地吸食 他现在的举动非常疯狂 甚至粗暴地撕咬 沙壁的脖子都被咬断 砰的一声 头颅滚落在地 远远看去 那沙马特的头型十分耀眼 而且色彩斑斓 李婉峰吓了一跳 接着神色有些悲弃 见到同场区的伙伴 失去生命 有一种黑发人 宋赤城黄绿青篮子 发人的感觉 很快 吸食完鲜血的火童子 犹如获得新生一般 实力大幅度增强 竟然极度丝滑地打破瓶颈 直接从九星舞者 变成一星舞狮 陆云泽咒了皱眉 这火童子 当真诡异 原本以为对方吸血 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没想到还能增加实力 接着 火童子又迅速 看向附近的李婉峰 眼神饥渴 彷復在盯着新的食物一样 李婉峰已经有过一次 差点被吸食的经历 所以反应极快地 从地上爬起 使用全身的力气 夺命狂逃 火童子显然没料到 对方的求生欲这么强 片刻功夫 就跑到陆云泽身后几百米万 躲在梦西尔周围 溜得真快 不过 我好像闻到肉味了 他急忙扭过头 看向远处的一片草丛 飞掠过去 此刻 躲在草丛中的肖默 大惊失色 没想到火童子 居然向他这个方向赶来 我靠 不会要吃掉我吧 肖默吓了一跳 也顾不得隐藏 急忙从草丛中跳起来 转身就要跑 但是火童子 已经失手一次 怎么可能放过肖默 隔着树米 就纵身一跃 两只小手 抓到肖默的肩膀 从其身后 亚迈迭 肖默发出一声惨叫 甚至疼得 都标出动作片里的台词 手上的对讲机 也摔落在地上 另一边 林奥等人 还在与之保持联络 他们只听到对讲机里 传来一连串惊悚的惨叫声 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王震声音颤抖地说道 肖 肖默怎么了 李永亮惊惊地说道 好像是被杀死了 对讲机中 甚至传来咀嚼的声音 林奥心惊胆战地 咽了下口水 看来 肖默已经彻底没救了 三人 见对方死得这么凄惨 心中顿时蒙上一层阴影 陆云泽见火童子 又开始吸肖默的血 不再保持平静 吸血就能提升实力 再过片刻 对方会不会变得更加逆天 于是 陆云泽快步走过去 以他现在五星五尸的实力 对付一个刚达到五尸的小娃娃 还是轻而易举 然而 火童子似乎看出对方的想法 急忙将肖默的尸体丢到一边 同时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取出一杆长枪 枪身极长 超过两米五 他这样的小娃娃 拿在手中 显得十分不合比例 看上去极为滑稽 但是 此枪一现身 就散发出强大的威严 枪间更是有火焰在熊熊燃烧 火凤枪 看到此物 火童子的眼神中 散发出异样的神采 同时咬着牙 狠狠地说道 陆云泽 我要用这杆枪弄思念 听到对方自信 而又杀气腾腾的话 陆云泽有些好笑地说道 就凭你 他还真不信 区区一把枪 就能让对方胸有成竹 现在真正让其感兴趣的是 火童子究竟是从什么地方 掏出的那杆枪 只见火童子 开始往枪身之中灌注能量 接下来 这把枪 就如同被启用一样 冒出的气势更加恐怖 火童子一手握着枪身 另一手抓住枪的底端 隔着数百米 就朝陆云泽的方向 狠狠地捅去 陆云泽有些吃惊 这是要扎空气吗 就在他以为对方 刺个寂寞时 下一刻 双目微微有些失神 因为从火凤枪的枪间中 直接喷涌出一片巨大火焰 在空中化作一只火焰凤凰 发出嘶鸣之声 接着震翅飞翔 向陆云泽扑杀过来 好强 此刻 陆云泽也终于察觉到 火焰凤凰的不寻常之处 急忙取出方才祭奠好的蓝色宝珠 开始催动 下一秒 宝珠的体表 释放出大量的寒气 犹如洪水决堤 浩浩荡荡地 向火焰凤凰蔓延而去 这次是冰与火的交织 两种能量在空中 进行激烈的撞击 不断有耀眼的光芒绽放 现场其余 两名还活着的观众 李婉峰和孟秀 都看傻眼了 简直比科幻大片还要震撼 绝对不是五毛特效 但是 火焰凤凰似乎带着一丝灵性 明显要比寒气更胜一筹 他每次煽动翅膀 都有大量的火焰狂涌而出 很快 火焰便占据上风 驱散寒气 火童子看向陆云泽的目光 犹如再看一个死人 你死定了 我一会儿要喝你的血 临时营地之中 柳如龙等人再次目瞪口呆 怪不得这些教父如此自信 火少爷的手段 当真不同凡响 不愧是公司总部的人 哪怕陆云泽天赋再强 升级再快又如何 武道世界 拼的还是抵御 背景 势力等诸多因素 像火童子 这样的少年天才 再加上总部给他提供这么多宝卧 功法和武技 很容易就甩开同龄人 此时 陆云泽的表情有些凝重 伸出手 释放恐怖的雷电 一道又一道 异常耀眼 气势惊人 像火焰凤凰狂狂劈过去 这一次 火焰疯狂 似乎遇到强劲的对手 不断地翅膀双翼 制造火焰风暴 而陆云泽的雷电 却犹同恐暴的神龙一样 打得对方节节败退 火雨接连洒落 轰轰轰 雷电不绝 震慑一切 带着毁灭的气息 陆云泽在施展的同时 领悟到此天赋的一丝真谛 天赋虽然强大 但还是要觉醒者 不断地使用和开发 才能挖掘出他真正的潜力 最终 又是一道 粗如神柱的雷电劈下 火焰凤凰终于抵挡不住 被彻底击毁 火童子看到这一幕 满脸 都是不可思议 惊呼道 不可能 那可是火凤枪 释放的凤凰能量 怎么可能被你的天赋打扮 你的雷电天赋 究竟是什么等级 李婉峰望着大火全胜的陆云泽 一阵神亡 先灭杨战狂 再败火童子的火凤枪 这样的英子 我这辈子 恐怕都不会拥有 陆学长太厉害了 刚才的雷电施展起来 真是恐怖 这样的手段 简直非人灾 孟秀尔心中暗暗惊喜 此时 陆云泽不准备再给对方留活路 打算一鼓作气 使用最后一击 然而接下来 火童子却做出一个惊人之举 直接转身 开始狂逃而去 别看他腿短 但是速度非常快 小娃娃 还学高启强 熟读孙子兵法呢 但是 你再快 快得过闪电吗 陆云泽屈指一弹 指尖蹦射出一道恐怖的雷霆 如同利刃一样 狠狠地刺去 火童子一边跑 一边感受到身后的危险 情不自禁地大喊道 不 你不能杀我 我是火爆猴的儿子 火爆猴 那是什么品种的猴 陆云泽才不管那么多 只要他铁了心想杀的人 就算耶稣 都救不了 那道雷电划破空气 瞬息而至 精准无误地 轰在火童子的脑袋上 砰的一声 这一次 直接将对方抱头 如今的火童子 只剩下一具无头尸体 依然保持着向前奔跑的姿态 只是跑了两步 便重重地摔倒在地 没了动静 来自公司总部的少爷火童子 终于陨落 彻底死亡 定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一星武师 获得气血值251点 陆云泽在心中笑着调侃 突破到武师之后 你还给我多提供一些气血值 他走上前 先是把火凤枪拾起 这是一件珍贵无比的宝贝 比自己的蓝色宝珠还要厉害 一看就不是本地人 不 本地的宝贝 接着 陆云泽又走到火童子的尸体前 他很好奇 对方之前把火凤枪藏在哪里 而且 火童子在进山之前 曾经把火毒长的秘籍 交给柳如龙 身上却连一个宝没有 到底把物品都藏在哪里 陆云泽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 火童子的尸体上 并没有发现 类似除袋 戒指之类 在前世小说中常见的物品 邪门了 陆云泽疑惑的同时 突然灵光一闪 伸出手 抓起对方的红色肚兜 此物被他用雷电在胸口上 戳出两个窟窿 看上去有些不正经 而上面 散发的一丝能量波动 却引起陆云泽的注意 他终于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杜兜里面另有乾坤 内侧有一个口袋 有点像多拉 A梦的四维空间洞 火童子的物品 全藏在其中 看来此物 也是一个储物型的宝贝 当然 陆云泽肯定不会 将其穿戴在身 毕竟 他做不到像火童子那么变态 临时营地 再次陷入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没料到 火童子 在拥有火凤枪的情况下 居然还是被陆云泽 用天赋击败 甚至在最后 逃都没有逃掉 被干净利落地斩杀 柳如龙现在 已经不敢看 四名教夫的表情 这时 其中一名教夫 冷冷地说道 柳如龙 我家少爷在你这里出了事 你要负责 柳如龙吓了一跳 正要说什么 忽然 四名教夫的气势 冲天而起 一个个将真正的境界 展示出来 一名九星武师 三名八星武师 柳如龙等人 全都瞪打双眼 有些难以置信 没想到火童子随行的仆人们 竟然这么强大 四名教夫身形一闪 窜出营地之外 虽然他们的动作一蹦一跳 看上去有些滑稽 但是速度飞快 柳如龙终于忍不住 告诉工作人员 通知在白虎山的所有选手 包括经理在内 全体出击 目标陆云泽 绝对不能让他活着 好的 工作人员心头一灵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这么大阵仗 全体出击 陆云泽这是把天蝶捅了吗 柳如龙说完后 便率先走出营地 是闹大了 周连虎和薛海云对视一眼 也都跟了上去 至于林姐 虽然被这一系列的事情震惊 但是 也马上跟随其后 陆云泽 连总部的人都傻 这次谁也就不了你 他在心里默默说道 此刻 四名主管中 有三人都离开 唯有汪藏天 还待在原地 忽然 他眼前一亮 我想到了 陆云泽的最终目的 是逃离白虎山 只要我把他路线上的终点 告诉那些总部的教夫 还是相当于立大功 不过 四名教夫 已经全跑出去 汪藏天又不想把这个线索 告诉柳如龙他们 毕竟功劳不能让 与此同时 陆云泽又简是一番 杨战狂的残涵 叹了口气 毁得太彻底 身上一切都变得粉碎 不过 他随即释然 这些经理在比赛中 负责保护选手 不被凶兽伤害 估计不会 随身携带值钱的物品 陆云泽又走到孟秀儿面前 说道 秀儿 咱们就此分别吧 什么 孟秀儿目瞪口呆 陆云泽又补充一句 我惹下大祸 公司的人不会放股 孟秀儿的表情 有些凌乱 陆学长 讯息 不会传得这么快吧 他还抱有侥幸心理 这时 陆云泽指了指天空 孟秀儿抬头一看 顿时大惊失色 上空居然有一架无人机 看来刚才的经过 全被直播出去 砰的一声 陆云泽屈指一弹 一道雷电呼啸而出 划破空气 直窜高空 哪怕无人机飞得再高 也不能幸免于难 被雷电劈得粉碎 临时营地的工作人员 做梦都没想到 陆云泽的雷电 居然可以飞到这个高度 陆云泽看向附近的李婉峰 招了招手 到 你过来 李婉峰吓得浑身颤抖 不过 还是顺从地走过去 因为他看到火童子死亡的经过 知道陆云泽 若是铁了心杀他 无论自己如何挣扎 都逃不掉 陆云泽似乎看出对方一脸畏惧 便尽量露出和善的笑容 你叫李婉峰是吧 我将秀儿托付给你 你将他带回公司 并且 以后还要对其多多关照 什么 听到这话 李婉峰有些吃惊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没问题 我答应你 之前组队 我们摆了你一道 你当时没有杀我 我就欠了你一条命 至于秀儿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 原本在场区的时候 他就对孟秀儿不薄 陆云泽要求的这件事 对李婉峰来说 只是顺手而为 孟秀儿 对陆云泽的有些不舍 带着哭腔说道 陆学长 陆云泽叹了口气 我现在连自身都难保 你继续跟在我身边 只会徒增危险 孟秀儿 知道对方的难处 陆学长时 再太仗义 不想让我也身陷险境 离别之际 他伸出手 想来一个拥抱 陆云泽却表示拒绝 同时淡淡一笑 我不习惯和男人抱在一起 说完 就挥手告别 只留下一个潇洒的背影 孟秀儿盯着陆云泽 逐渐消失在视野中 双眼变得模糊 虽然相处的时间短暂 但陆云泽 不仅帮他杀掉恶毒的师父 还教其做人的道理 陆学长 我答应你 以后再也不归了 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汉 看到孟秀儿眼眶湿润的样子 李婉峰也有些惆怅 对于陆云泽 他其实没什么复杂的想法 之前只是因为燕南和沙臂 一直在怂恿 导致立场不同 秀儿 我答应过陆云泽 在南场依然会照顾你 现在我们回去吧 孟秀儿点了点头 擦拭眼角之后 又朝着陆云泽离去的方向 用力挥了挥手 陆云泽在分开后 立刻加快脚步 他知道 自已连杀杨战狂和火童子的事 肯定被那些人知晓 所以一刻也不能停留 开始向最终的目的地狂奔而去 英雄总是独行 他现在充分体会到 什么是孤勇者 杀到最后 唯有一身孤胆 在流星赶月的舞技下 陆云泽的速度飞快 然而下一刻 他突然听到 周围响起巨大的喇叭声 白虎山的员工 包括经理 仔细听着 从现在开始 龙榜争夺战停职 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 那就是全力追杀陆云泽 对方的服饰和相貌如下 发现对方行踪 奖励30万公分 击杀对方 奖励递接5G一步 没想到 这些无人机居然自带音箱 不断播报这样的讯息 一时间 整个白虎山震动 不少选手都发出质疑 谁是陆云泽 喇叭说了 这小子长得很帅很高 堪比彦祖 卧槽 这是什么形容词 帅得惊动全公司 对方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居然得到这种重视 此时 北场那些龙榜舞者 尤为吃惊 他们当然知道 陆云泽是谁 而且 自家厂区的主管周连虎 还开出20万公分的高价 悬赏对方的人头 只是没想到 如今的陆云泽 竟然被全场通缉 公分的奖持 已经积累到50万 如果击杀陆云泽 不仅可以拿到一笔庞大的公分 而且还能收获一部地阶5G 北场最强的选手许润杰 正在一处密林之中休息 他听到大喇叭的话 古井不拨的眼神里 流露出一丝心动 不过 许润杰有些纳闷 陆云泽不是一进山 就遭到他们北场 40多名湖榜舞者围剿吗 居然还能全身而退 看来对方的逃跑技术 非常强 许润杰下意识地以为 陆云泽肯定在群殴中 逃之夭夭 根本就没想过 对方能一口气击杀 40多名湖榜舞者 如果他知道这件事 恐怕就不敢再去 主动招惹陆云泽 公分是小 地阶五级 我必得 许润杰的眸子 暴射出一道金芒 豁然起身 战役沸腾 类似的想法 在许多龙榜高手的心头涌现 他们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眼中只有奖励 如果知道陆云泽是五星五十 就算借他们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去趟这浑水 陆云泽知道 自己已经成为公司的眼中钉 不过 他倒是没有那么惊慌 现在在山中乱窜 一定会引起注意 我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不得不说 陆云泽十分谨慎 他借助强大的感知 迅速找到一间安全屋 里面空无一人 便直接住进去 陆云泽先取出火锋枪 准备开始祭练 该武器非常强大 连火童子这种 刚晋升武士的人 操控起来 都能直接抗衡 身为五星武士的自已 时间紧迫 消化别人的遗产 最能快速提升我的实力 陆云泽双手拖住枪杆 先用意识与之沟通 获得一篇 关于火锋枪的空宝术 接着便开始低血认主一事 由于枪的前主人已死 计练过程非常顺利 伴随着一道高炕的凤鸣声 陆云泽终于掌握火锋枪 他很随意地捂了一个枪花 心情极好 虽然没学过枪法 但是驱使这把枪非常简单 可谓是无脑操作 他又开启红色肚兜 逐一仔细检查里面的物品 没想到 火童子居然在兜里放了三本书 这是出门在外 也不忘复习功课 第一本叫夏国风云志 陆云泽随意地翻了翻 这不是什么武器 而是专门记载 夏国奇闻异士的书 不错 无聊的时候可以看看 用来打发时间 他现在最缺的 便是关于这个武道世界的各种资讯 知识面十分匮乏 而这本书 刚好可以及时补充 陆云泽还意外发现 其中标注不少秘境的地点 只是 这些秘境已探索完毕 里面十之八九的宝贝也被搜刮干净 再去探索的意义不大 而这火风枪也是出自其中一个秘境 原来 无论丹炉 蓝色宝珠 还是火风枪 都是秘境产物 非人力所炼制 他们又被称为秘宝 秘境的好东西真多 不过为什么巨嘴恶会拥有蓝色宝珠 陆云泽感到奇怪 他猜测 可能是蓝色宝珠之前 另有主人 而巨嘴恶正好将之吞噬 所以得到宝珠 接下来 陆云泽又开启第二本书 地阶五界 火独掌 看来这本秘籍不是古本 都是影音版 进山前 火童子交给柳如荣一部 他手上还有一部 陆云泽简单观看一遍 发现火独掌 也是要拥有火属性 或毒属性天赋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不像火凤枪等秘宝 任何人祭连之后 都可以驱使 所以强大的秘宝 能让人如虎添翼 战斗力飙升 至于第三本书 是一部功法 叫做血焰大法 本质是吞噬人的血液 吸收后化为以用 可以加快升级速度 副作用也很明显 容易让人变得脾气暴躁 性情古怪 原来火童子炼的是 这么邪门的功法 陆云泽有些无语 这是他在现实中 第一次接触强大的功法 而自已之前掌握的 是整个下国学生 都在学习的基本修炼法 功法等级越高 气血提升得越快 从而突破境界 如今的陆云泽 有无限杀戮的天赋 只要击杀生灵 便能获得气血 所以省去修炼功法的时间 单纯提升气血的功法 对我用处不大 除非那些功法 有其他妙用 陆云泽将三本书收回 打了的哈欠 这一天 消耗很多的体力 所以 他直接躺下便睡 至于外界 已经为了寻找他 乱作一锅粥 谁也没有料到 此刻的陆云泽 正躺在安全屋中 呼呼大睡 不得不说 陆云泽的心态 是真的好 此刻 四名教夫 便寻不到对方的踪迹 甚是焦急 他们在白虎山的中间地带 已经逗留半日 为首的那名教夫 直接发话 牛二扁 鱼三水 罗四分 我们四人分头行动 这样能提高效率 收到 马一鸣老大 四人化作幻影 开始向四个方向飞绿而去 展开地毯式搜寻 第二日 养足好精神的陆云泽 走出安全屋 继续前往目的地 然而 刚走出几步 突然目光一宁 前方居然出现一道人影 正在一蹦一跳地向前狂奔 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一起 是其中一名教夫 这突如其来的人 正是罗四分 他的气息也暴露无遗 已经达到八星五尸 比陆云泽 整整高出三个小境界 终于遇到你了 罗四分面容僵硬 但是眼睛 却泛着嗜血的光泽 那根本不是人类的目光 结合着对方种种诡异的动作 陆云泽生起一个古怪的念头 这家伙 不会是僵尸吧 他猛然想起 在下国风云之中 曾经有一门关于火死人数的介绍 由此便大胆猜测 罗四分突然大吼一声 尖锐的叫声 充斥整片天地 他在召唤别人 陆云泽有些吃惊 眼中杀意蹦陷 逃是不可能逃的 必须快点解决 他直接取出火凤枪 开始灌注能量 新得到的秘宝 先拿这家伙练练手 下一秒 火凤枪的枪间 发出一阵温鸣声 接着释放出大量的火焰 化作一只火焰凤凰 或许是因为灌注能量更多的缘故 火凤枪转化的凤凰 比火童子的更大 双翼展开 足足有十几米长 气势滔天 散发出压倒一切的威严 看到秘宝 罗四分眼中的嗜血之色 更加浓烈 这是少爷的武器 接下来 火焰凤凰开始疯狂地扑击 翅膀扇动之间 掀起恐怖的热浪 洗脚来 罗四分伸出双掌 此刻 那双手已经变成赤红之色 还喷射出恐怖的黑气 大战一触即发 黑气似乎带有极强的腐蚀性 在与火焰的接触中 将之不断融化 陆云泽咒了皱眉 火凤枪虽强 但对付八星武师 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罗四分越战越勇 掌中黑气腾腾 滚滚来 不断扩散 最后将漫天火海彻底淹没 火焰凤凰 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 很快就原地消散 区区一件密宝 你还妄想跨境界对付我 罗四分冷笑一声 对方这么猛 果然 八星武师不可小觑 枪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但是 字以别的不多 就是手段特别多 陆云泽抽出F集合金刀 使出奔雷刀法第一式 雷无拒 十八道刀影呼啸而出 但是依然抵挡不住 对方的浓浓黑气 此刻 罗四分越来越逼近 口中狂笑 你的武技 在我的湿气面前 一点作用也没有 陆云泽闻到黑气中 传来的一股腐烂气味 下意识平住呼吸 原来是湿气 吸入体内会引发中毒 面对降临的危机 他手握刀柄 眼中散发出风锐之色 决定使出奔雷刀法中的第二式 雷神怒 下一秒 陆云泽高高举起长刀 灌注能量 用力劈下 其身后居然浮现出 一道巨大的人形虚拟 对方身辟神威铠甲 通体 沐浴雷霆 犹如雷神将士 神威惶惶 不可直视 这一刀异常恐怖 带着不可匹敌的气势 狠狠地展出 雷神一怒 万恶浮桌 罗斯芬也没想到 这一刀居然如此凌厉 但丝毫不惧 我和你拼了 他掌力不绝 释放全部本领 然而 浓郁的黑气 不断被瓦解 罗斯芬终于意识到 这一刀有多么恐怖 但是 已经来不及 就在他准备转身逃跑之时 刀光已经落在面门之上 不 罗斯芬发出一声惨叫 直接从上到下 被劈成两片 诡异的事 居然一滴血都没有流出 定 恭喜宿主 击杀一名八星武师 获得气血值1410点 陆云泽走近一看 才发现罗斯芬的尸体古怪 连内脏都是浅瘪的 像急了死去很久的样子 果然是火死人 实力居然这么强大 培养他 一定耗费不少心血 陆云泽肯定不会觉得 这些火死人 出自火童子之手 必然是其长辈 辛苦炼制而成 让他惊喜的是 第二是雷神怒镜 如此强大 如果第一是雷巨 仅仅是玄阶武技的话 那么第二是已经达到地阶的水准 威力不可抵挡 拥有雷电天赋 才能将之发挥到极致 就在陆云泽准备离开时 忽然面前闪出三道黑影 正是另外三名教夫 此刻 他们看到罗斯芬已经陨落 双目立刻瞪得魂元 逐渐变化为赤红之色 你不仅杀了 我家少爷 而且还杀了老四 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为首的骂一鸣 低吼一声 双掌猛然拍出 恐怖的黑气喷勃 与此同时 牛二扁和驴三水 同样使出这一招 漫天的黑气席卷 很快便笼罩四面八方 三人一起施展 比罗斯芬强悍太多 周围的草木山石 全部遭到腐蚀 由于之前雷神怒消耗太大 陆云泽只能再度使用 第一式雷雾剧 十八道刀影斩出 只是在接触黑气的一瞬间 便遭到吞噬 他压根没想过 这一招能产生什么效果 不过 是为了拖延时间 如果这些活死人单独一个 哪怕只有那名九星武师 我也能拼一拼 但是 三人同时出手 陆云泽心念急转 立刻做出一个决定 只见他猛然转身 使出流星赶月的身法 向远处飞绿而去 这时 见对方不带一丝犹豫地逃跑 三人微微一愣 快追 马一鸣 有些休脑地喝倒 他们立刻窜出去 一蹦一跳的样子 有些搞笑 但是速度飞快 距离再逐渐拉短 陆云泽感受到 背后传来的杀鸡 皱了皱眉 他们比自己境界高太多 虽然都是活死人 不过下肢骨 得到过两次淬炼 速度更快 哪怕自己施展 身法型武技 也跑不过他们 情急之下 陆云泽释放雷电 覆盖在自己的双腿之上 紧接着 借助这股雷电之力 直接弹射出去 速度又上了一个档次 什么 看到对方突然加速 后面的三人有些吃惊 还要快点 牛二扁再度发力 肌肉力量爆发 如炮弹一样击射出去 紧随其后 其余两人也施展手段 速度拔高 很快又赶上陆云泽 居然又提速了 陆云泽有些吃惊 不禁产生一种他头 你们追 他插翅南飞的感觉 马一鸣身为九星武师 实力非常强悍 对准陆云泽的后背 悍然拍出一掌 去死吧 那手掌 携带配燃距离 摧毁一切 陆云泽见状 只能不断释放雷电 拖着双腿 开启加速 闲闲地躲过这一击 四人一前一后 居然在短时间内 跑出数十公里 途中甚至遇到一些 参赛的选手 我靠 那不是陆云泽吗 如果击杀对方 可以获得递阶5G 你说 我们有机会减漏吗 不过 他们的运气很差 直接被四人狂奔时 掀起的进风卷死 不得不说 神仙打架 烦人遭殃